脸到极致的表现 长存仙翁看着被尊为江人皇的江黎 心中感慨 谁能想到当初只是元英妻的小娃娃 如今已经这般深不可测 身为仙人 她看不出江黎究竟有多强 这个小妮子看起来还挺漂亮 是哪家的娃娃 回仙翁的话 静心来自红尘净土 是红尘祖师的后人 红尘仙子 这可真是好久都没听到的名字了 长存仙翁呵呵笑道 热情款待招待两人 还拿出了上好的灵茶和糕点 三人当然闭谷 但并不意味着不能享用美食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静心圣女觉得一说自己是红尘祖师的后人 长存仙翁就热情不少 看自己的眼神也变了 怎么说呢 就好像是看自家晚辈一样的溺爱眼神 这可是亲眼见过红尘仙子的人 江黎得静心圣女传音 静心圣女了然 这是还惦记自家祖师呢 考虑到长存仙翁年事已高 不宜大喜大悲 江黎决定把问题问得委婉点 红尘仙子复活了 你怎么看 长存仙翁血液上冲 藤帝一下站了起来 对自己动用了好几个仙术级别的静身术 脊背逐渐挺直 对着铜镜打扮自己 换上仙衣 静心圣女只觉得晃了一下神 她就从重地老农 变成一位年纪颇大旦 风度翩翩的老者 长存仙翁二话不说 化作一道流光 就飞向红尘净土 还没飞出洞口 就被江黎拉住脚腕 拽了回来 放开我 放开我 别阻拦我寻找爱情 长存仙翁用力挣扎 却被江黎两只手紧紧箍住 无法动弹 你那能叫爱情吗 我都不好意思说你 江黎撇撇嘴 当初红尘仙子刚下界 闹出不小乱子 长存仙翁见烈心起 去看了一眼 当场就跪倒地上 说找到了爱情 要摸拜红尘仙子一辈子 事后冷静下来才说 红尘仙子是天道之美的巨献 她当着静心圣女的面 不好意思把这个说出来 放开我 欺负老人 静心圣女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不是因为长存仙翁的失态 而是因为江黎可以轻松制服 一名货真价实的仙人 过了好一会 长存仙翁才冷静下来 看见红尘仙子的魅力了吧 连仙人都不能抵挡 江黎对静心圣女说道 眼前这个例子很有说服力 孟江黄等三人的失态她没见过 悬崖倒孤正便篡位的缘由 她不清楚 静心圣女还是第一次见到 因红尘仙子发疯的人 还是一名仙人 所以 红尘仙子她真的复活了 长存仙翁知道 江黎不会拿这种事情耍她 但她还是忍不住问道 江黎和静心圣女 你一言我一语地 把整个事情经过 跟长存仙翁说了一遍 长存仙翁沉思片刻 道 看来是肉身生灵 诞生了新的灵魂 这在仙界是有例子的 仙人死后 仙力留在体内不外泄 肉身不朽 时间一久 就有可能会生出灵质 没有身体原本的记忆 成为一个全新的存在 其中 体修成仙的仙人 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你不是提出过 新灵魂诞生的理论吗 肉身生灵就属于这种 灵力也好 仙力也罢 最终都会导致 新灵魂的产生 那她为什么一直在睡觉 心理问题 刚刚诞生的灵魂 对自己和世界一无所知 而自己 又掌握极其庞大的力量 他们会感到迷茫和害怕 喜欢用睡觉逃避 你们不是和红尘仙子 讲述了一些她的事情以后 她睡觉的时间再不断缩减 这就是在逐渐 接受自己的过程 长存仙翁 到底是在仙界待过几万年 见多识广 听完就能做出合理推测 几句话就能解决江离的疑惑 江离看长存仙翁 跃跃欲试的样子 警告道 你可别趁着红尘仙子刚刚诞生 就偷跑到红尘净土 怎么会 我是这种人吗 长存仙翁觉得 江离是在贬低她的人品 于是把头一扭 不敢看她 这小子 怎么一眼就看穿自己的想法 我没跟你开玩笑 红尘仙子到底要怎么办 她一直待在红尘净土 还好说 要是想出去怎么办 让不让出去 我到现在都没头绪 现在只有几个人知道她的事情 你可别添乱 见江离一脸认真的模样 长存仙翁 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 能把红尘仙子复活的事情告诉她 本就是信任的体现 她身为长辈 当然不能辜负晚辈的信任 嗯 我知道了 见长存仙翁郑重承诺 江离这才放缓神情 还有一件事 江离又把黑衣人传播魔道 提前三百八十年布局的事情 讲给长存仙翁 江一星修炼魔道的事情 已经过去两个多月 江一星也早就被处死 身为江仁皇的堂哥 江离还亲自把江一星送入大牢 种种夺人眼球的信息 早就传遍了九州 引起巨大反响 有人认为江离大意灭清 支持江离 有人觉得江离应该在发现 江一星修炼魔道的时候 就把他处死 不必走律法程序 也有人认为 江离把自己的哥哥送入大牢 没有人性 倒是没有人怀疑江离也修炼魔道 这件事最直观的影响就是 仁皇殿中青铜鼎收 及信仰之力的速度 稍稍放缓 不过长存仙翁常年宅在道宗 竟新圣女刚出山 都不知道这件事 这名黑衣人 为何能提前布局 若非我强大到 不需要信仰之力 他的诡计还真能得逞 现在江离不认为这事 偶然有人传播魔道给江一星 能随手一指 就把江一星 从驻击中期提升到金丹 至少也是化神后期才能做到 那时候江一星天赋一般 也没有势力 谁会闲地给他传播魔道 他觉得这是一场针对他 或者说针对仁皇的阴谋 长存仙翁服须不语 过了一会才叙叙说道 要么是有人通过时间之道 看到你的未来 要么是有人精通原法或望气数 看出你与仁皇之位有缘 或者望出你有人皇气 时间之道并非大洲皇室独有 说不定就有哪位影修席的时间之道 原法 望气数 江离对这个词有些陌生 你不知道也正常 原法讲究缘分 有缘的东西 你终究会得到 无缘的东西 穷其手段也是泡影 望气数认为 每个人头顶都有一股气 气的颜色不同 取得的成就也不同 这些东西 都是失传已久的修炼法门 保不起哪座破庙或破道罐里 就有遗留下的修行法 偶然被人所得 虽然得到线索 但江离却不知该从何处查找 为什么会有人破坏仁皇的信仰 静心圣女不解 仁皇变弱 对黑衣人有利 那谁来抵挡玉外天魔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江离和长存仙翁 却都忽视了这一点 此刻被静心圣女无一点醒 这才醒悟 他们对诗一眼 确定心中答案 仁皇变弱只对于外天魔有利 九州出了叛徒 甚至有可能是于外天魔 偷偷潜入九州 道宗仙气鉴赏大会 是九州有名的盛会 百年一期 任何修士都可以参加 对于仙气的持有势力而言 这是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 说是鉴赏 其实是用仙气斗法 而对于其他修士而言 可以在这里参观斗法 各个商会也摩拳擦掌 早早地就驻扎在这里 在道宗临时设立分会 售卖拍卖宝物 准备大干一场 有道宗背书 谁也不敢做出 仗着修为强势压架的行为 或者拍卖会结束后 杀人越货的举动 距离上次掀器鉴赏大会 过去八十多年 这次由于阴阳天印自恋一转的缘故 道宗提前召开大会 你去商街逛吗 离开封几栋后 江离问道 静心圣女没想到江离会问这种问题 他其实很想去商街逛逛 不一定买东西 但一定要逛 但有非洲之鉴在前 考虑到江离的性格 自己说完要去商街 他可能会来一句 那你逛吧 我先走了 于是他违背本心 说道 不了 商街有什么意思 不去 哦 那你先走吧 我去逛逛 江离说完 自顾自地走了 留下风中凌乱的静心圣女 静心圣女气得直跺脚 他一咬牙 还是跟了上去 正如江离之前下定的决心 他来参加大会 就是来放假 所以没什么目的 只是想四处闲逛 拜访朋友 嗯 你不是觉得商街没意思吗 江离正一个人走着 没想到静心圣女 很快就追上他 咦 这朵花好漂亮 静心圣女没法回答江离的问题 转头蹲在地上 装作被小摊上卖的花草吸引 而且 这朵花确实很好看 从花瓣到花镜通体雪白 花瓣上 还凝结着薄薄一层冰霜 冰霜在阳光照耀下 微微亮起七彩光芒 仙子豪眼力 这是我从极寒之地 蹲了一个月 才终于找到这朵冰金花 对冰霜根大有益处 有几率感受到极寒冰意 小贩极力推销冰金花 冰霜根是便一单灵根 有这种灵根的修饰极少 他也苦于冰金花却卖不出去 才想来掀气鉴赏大会 碰碰运气 他以为静心圣女 是冰霜根修饰 静心圣女问完价钱 也没有还价 直接买下来 他是木灵根 冰金花对他没有作用 但没关系 好看就行 财大气粗的静心圣女 见到什么买什么 不管真假 也不管作用 买的标准只有一个 好看 静心圣女魅力动人 又财大气粗 很快就引起人们的注意 江离则是戴着一张面具 谁也没在意她 面具的模样就是她自己 身受孩子们喜欢的江人黄面具 一枚夏品临时一张 好漂亮的女子 给我把她拐过来 我要让她当我的第八个皇子妃 魏皇最小的儿子吩咐夏蜀 夏蜀犹豫了一下 劝阻道 贵妃临走前叮嘱您 不要再道宗惹事 此时 魏皇还沉浸在这辈子 再也不能见到 红尘仙子的伤痛中 无心朝政 也无心参加大会 就让最小的儿子 代替去参加道宗大会 魏皇最小的儿子一瞪眼 吓得夏蜀不敢再多说 谁不知道他仗着魏皇喜爱 在大魏肆无忌惮 欺男霸女 处理人的手段也极度残忍 要是有的选 他们才不愿意当 小皇子的下属 我们接到举报 你们在这里闹事 跟我们走一趟 两名道宗弟子 面无表情地 来到魏皇最小的儿子面前 见他不动 两人就要动手 你们敢 我可是大魏的皇子 魏皇最小的儿子 急眼了 六大宗门 和九大皇朝地位相当 他这个皇子 相当于道宗和新弟子 道宗岂敢这样对他 两名道宗和新弟子撇撇嘴 敢在江人黄边上惹事 别说你是皇子 你老子来了也没用 下属相争信地反抗了一下 就眼睁睁地看着皇子 被道宗带走 我身为化神妻 打不过道宗缘殷妻 很正常吧 我干什么了 你们就要带走我 见下属不管自己 道宗不怕自己 他急眼了 我还没干坏事呢 商街禁止说话 魏皇最小的儿子 不可置信地 看着喧闹的商街 这理由也太敷衍了 你们说我左脚踏入 商街我都能接受 不对 这也不能接受 道宗和新弟子 哪管他怎么想的 直接把他拉走 以江禁的眼光看商街 这里有大把的漏可以捡 草叶上刻着绝世剑法 成禄盘其实是某个秘境的钥匙 妖兽腿骨里 蕴含着一滴合体气妖兽的真血 江禁要想捡漏 商街九成九的好东西 都能被他找到 不过这些东西 对他来说毫无用处 还不如把这些东西 留给小辈们 江禁又看见拍卖会在宣传 宣传上写着 会拍卖什么东西 还神秘兮兮地说 有压轴宝物 他便进去看了看 极品灵宝斩妖飞剑 对妖族威力会增加三成 500下品临时起拍 512 1024 2048 4096 江禁喊了第一声 导致后面开始以指数形式叫价 听得拍卖师面皮抽动 他从业三十年 还没见过谁这么叫价的 不能喊整数吗 更有意思的是 妖族对这柄飞剑兴趣最大 价格都是他们抬起来的 而且最终也是某个妖族买下来 为什么会这样 静心圣女不能理解 他还以为会是白泽皇朝周边的人族 对飞剑感兴趣 毕竟他们随时面临妖兽的袭击 对妖族威力增加 那战胜同类岂不是更轻松 妖族都是这种想法 江离无奈解释 战胜同类 弱肉强食 强者为尊 血脉为尊 反正就是没有团结向上 后续便是什么极品严兽丹 龙虎大力丹 与恒同镜 佛珠等等 受到台下修饰热烈追捧 不过对于江离和静心圣女来说 就属于很一般的东西 白给他们也用不上 最后的神秘压轴宝物 是一件道器 一柄蕴含梦之道的大锤 可以把人敲昏后陷入梦境 江离想了很久都没有想明白 这大锤到底能干什么 天下万法 静出道宗 这是在九州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虽有些许夸张 却也足以说明道宗在九州的地位 修士最常借助的外力有四种 丹药 灵宝 符文 阵法 而道宗的炼丹风 炼气风 符文风 阵法风氏 则是这四种外力的执牛而者 要想学这四种外力 无论如何都绕不开道宗 江离和静心圣女来到炼气风门口 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立在那里 旁边是几个护卫 即便收敛了修为 江离也能察觉到 这几个护卫中最高的竟然有合体妻 其余的在化神妻也是好手 看来是哪家大势力的人 叔叔 你不能进去 江离正想进去 就被小女孩喊住 父皇和冯叔叔正在里面练气 父皇说了 在练气完成前 谁也不能进去 好可爱的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静心圣女见这小女孩生得粉雕欲酌 心生好感 摸了摸她的小脑瓜 不准摸我 小姑娘使劲摇头 从静心圣女长下逃离 插腰道 哼 我可是大洲的十九公主 姬空空 哦 这么说父亲是姬子 江离摩拳擦掌 来了兴致 想不到在这里能碰见周皇姬子 道宗宗主白红图 为什么知道他将离假冒道宗行走 肯定是姬子告的命 叔叔你认识我父亲 姬空空见江离戴着人皇面具 对他很有好感 他也很崇拜人皇江离 崇拜人皇的能是什么坏人呢 姬空空这样想着 很显然 他不知道他三哥的事情 几名护卫把三人围住 隐隐有保护姬空空的意味 围守的护卫问道 两位认识我们圣上 护卫们其实很紧张 他们看不出这两人的深浅 绝对是合体器的高手 这两人要是歹人 对小公主不利 他们可拦不住 不要这么紧张吗 姜离笑道 摘下面具 露出和面具一样的脸 毕竟我和你们圣上也是老朋友了 周皇护卫拜见江人皇 见识姜离 护卫们放松下来 连忙行礼 姬空空张大嘴巴 能吞下一个鸡蛋 叔叔您就是江人皇 我听父皇说过你的故事 哦 他是怎么说的 父皇说 您是九州的大英雄 在世真仙 父皇还跟我讲过您 成为人皇的过程 一路艰辛 讲过您守护九州和父皇一起 大战于外天魔 姬空空手舞足蹈 用笨拙的语言 复述周皇给他讲的睡前故事 哈哈 想不到姬指是这样看我的 姜离大笑 决定一会揍姬指的时候 下手轻一点 练气不是要求安静 姬指不会练气 去里面干什么 姜离一笑 你忘了姬指的重铜了 这可是对练气大有帮助 练气风内 姬指和练气风风主 对头研究练气过程 要是在半个时辰后 增加一成火力如何 能成功吗 练气风风主 在纸上写写画画 纸上写满了练气的流程 擦了又改改了又擦 看起来乱糟糟的 练气有炸炉的危险 一炉的材料 就要有大半报废 所以练气风风主 习惯在开炉前 反复计算正确的练气过程 火力 材料 样式等等 都要考虑 是一项十分费心神的事情 不过这次幸好有姬指帮忙 能方便不少 姬指那双重铜 变得深酸神秘 似乎能洞察一切 不行 还是会炸炉 姬指看到 未来按照这个过程会失败 嗯 那把天山进水 改成雪山进水如何 不行 这次爆炸的更大 那 不行 那 不行 那 诶 这回能成功 两人反复推演 终于敲定成功的过程 姬指类的气喘吁吁 就算他擅长观看过去未来 这么反复动用重铜 也很辛苦 因此 他平时也不会随意动用这双眼睛 嗯 姬指的脸色突然变得难看起来 怎么了 我看到我一会出门会被人打一顿 是谁 炼气风风主好奇 不过也不怎么担心 既然姬指能看到未来 那就可以规避 是江黎 炼气风风主沉默了一会 不用问 姬指是有名的碎嘴 指不定是哪句话 招惹到江黎了 他拍拍姬指的肩膀 我去炼丹风找一枚大海丹 实在不行 我在赶失踪 也有朋友 说完 他就推开大门 不给姬指逃跑的机会 你的心跟卢底一样嘿 姬指破口大骂 然后就看到江黎笑眯眯走了进来 把门关上 要是在大洲本土 他还有信心跟江黎周旋一二 但在道宗 别打脸 好说 一场单方面的激烈战斗后 江黎神清气爽地走出炼气风 和静心圣女一同去炼丹风 拜访了炼丹风风主 和完全没有找丹药打算的炼气风风主 几日后 终于迎来了万众瞩目的 各势力仙气展示环节 名为展示 实为斗法 仁皇殿六大宗门九大皇朝 四海这些势力都派人坐在看台上 当然 也有部分势力没有人来 例如大魏皇朝 在这些人身后 则是临时累造的高台 高台之上 一枚宝印微微发光 背后有阴阳两鱼弦尾旋转 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阴阳天印 他们觉得 这方印章 好似天地一般广大 深不见底 蕴含着冲破苍天的威力 又好像是诸果之鹰 诸鹰之果 一切因果都凝聚在这方印上 他们甚至觉得 此印与他们有缘 有因果 自己何该得到此印 若非是台上有诸多大佬坐镇 还真有人想拼一把 抢走天印 这边是阴阳天印的威力 不仅可以点花万物 还能进行因果攻击 让人无法防御 长存仙翁层严 就算再仙界 阴阳天印也是十分了不得的仙气 擂台没有设在地面 而是设在天上 合体器修饰 持有仙气斗法 波及太广 若是在地上 不方便施展手脚 道宗在众人头顶架起一层阵法 阻挡斗法余波 比赛马上开始 首先出场的是道宗的白红图选手 作为杜杰七 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精彩的表现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 我们看到白红图选手作为杜杰七 竟然非常不要脸的 选择了儒教教主 只有合体器的董忠仁选手作为对手 董忠仁选手不理睬白红图选手的邀请 白红图选手应该怎么办 白红图选手挑衅了 白红图选手在挑衅董忠仁选手 挑衅的话非常难听 实在令人愤怒 我作为主持人 要是听到这种话 肯定要和他打一场 不知道擅长氧气的儒教教主会 做出怎样的选择 果然 我们看到董忠仁选手气得开始发抖 董忠仁选手接受了挑战 他接受了挑战 白红图选手手段十分低级 但似乎很管用 让我们为董忠仁选手的勇气鼓掌 江黎突然鼓掌 让一旁坐着的静心圣女诧异 江黎继续内心讲解 看来 我们今天能有幸见到儒教的大儒自贴 董忠仁选手 拿出了大儒自贴 是真正的大儒自贴 是真正的仙气 两位选手飞到空中 董忠仁选手试图给白红图选手讲道理 让他放弃战斗 让我们听听他们在讲什么 这是仙气鉴赏大会 要用仙气战斗 你们道宗唯一的仙气 正放在展台上 你用什么战斗 话不能这么说 这是我们道宗开的大会 我们道宗不参加战斗怎么行 岂不是显得道宗没存在感 我也不欺负你 不用武器 赤手空拳和拿着仙气的你战斗 我们看到董忠仁选手 还在试图感化白红图选手 白红图选手不讲武德 他偷袭了 比赛还没开始 他作为杜杰妻 去偷袭一位合体妻 请容主持人骂一句 白红图你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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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忠仁选手 在大儒自贴上写字了 他写了一个滚字 他要贴在白红图选手的身上 他成功了 白红图选手会如何应对应对 他脱衣服了 他脱衣服了 他脱下自己的道袍 白红图选手的道袍滚远了 白红图选手还在原地 他毫发无损 精彩 真是十分精彩的战斗 请各位修士 不要争抢白红图选手的道袍 请道宗弟子主持一下秩序 虽然很丢人 但那件道袍是道器 请把它捡回来 我们把画面切回来 董中仁选手又写了一个字 又贴在白红图选手身上 白红图选手又脱了一件道袍 他到底穿了多少件道袍 看来他今天是有备而来 难道董中仁选手这次失败了吗 不 不对 情况不对 白红图选手的道袍 竟然摆出战斗的姿势 道袍和白红图选手打了起来 原来董中仁选手 这回写的是斗字 可以让任何事物 帮助自己战斗的斗字贴 董中仁选手乘胜追击 他连续写了三个战字 我们可以看到 三个战字贴化为三位金甲神人 每一位都是合体巅峰 主持人小江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三位金甲神人是儒教护法 儒教每一位弟子突破合体期 都会在大儒字贴上留下道引 只要写下战字贴 这些道引就会化作儒教护法 守护儒教 好 我们看到战斗十分激烈 白红图选手处在不利地位 他被自己的盗袍 和三位手持长剑金甲神人围攻 还要防备董中仁选手出手 白红图选手开始吐血了 他被打得很惨 请大家不用担心 杜劫期可以低血重生 白红图选手受的都是皮外伤 白红图选手主动出手了 他踹飞了金甲神人 打伤了董中仁选手 战斗场面十分残酷 有情提示 请未成年修士在成年修士陪同下观看 董中仁选手会如何应对 他写了回字贴 他又回复到最开始的状态 白红图选手动用倒数了 一条不断翻滚的江河横在天空 是道宗的江海天青术 江河冲向董中仁选手 声势害人 被董中仁选手用收字贴收了进去 战斗十分激烈 白红图选手不断动用倒数 董中仁选手不断用字贴回应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请原谅主持人的贫乏的词汇 董中仁选手写下一个死字贴 贴在白红图选手的脑门上 白红图选手扬神出鞘 他要进行灵魂攻击 董中仁选手挡得住吗 好 两位选手似乎认识到 这只是一场交流赛 刚才的手段有些过分了 我们看到两位选手握手言和 他们握手的时间好像有点长 好像白红图选手青筋抱起 董中仁选手捏着粒字贴 两位选手终于把手分开了 第一轮比赛圆满结束 我怎么感觉 你刚才的内心很活跃 静心圣女疑惑问江黎 这种感觉没有根据 但他却相信自己的感觉 哪有 江黎面无表情地说道 刚才两人要是继续打下去 谁会赢 静心圣女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董中仁用了权力 但白红图游刃有余 符文阵法一样都没有用 而且 两人的战斗经验差距太大 董中仁比不过白红图 我记得 仙器可以弥补合体器和肚结器的鸿沟啊 你说的是主攻伐的仙器 比如蓬莱仙岛的塌山石 蓬莱岛主要是拿着塌山石 白红图就只有乖乖挨打的份 人黄竟如此高看我 两人说话没有遮遮掩掩 坐在一旁的蓬莱岛主轻笑道 蓬莱岛主墨若宇 是一名身材极佳的美妇 眼角有一颗肋质 合体巅峰的修为 在江离还只有练七七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蓬莱岛岛主 哪里哪里 实话实话而已 不知墨岛主是想挑战佛门的梵天塔 天元皇朝的如意葫芦 还是大洲皇朝的古金剑 老佛不在 和如意葫芦交手次数也不少 倒是大洲的古金剑 听闻可以扰乱时空 不曾一战 机智 让我讨教一下你大洲的古金剑 蓬莱岛主墨若宇起身对着机智说道 机智自然答应 地处道宗 在国运加持下 他只能到合体巅峰 正好适合与墨若宇一战 正如其名 他山石只是一颗小石子 却是一等一的攻伐仙气 但凡投掷出去 必定会击中对手 手持他山石的墨岛主在合体期 就是无敌的存在 以体修闻名的张孔虎 正面挨上一下 都要冰死 然而 机智却完全不拒 面对投来的他山石 他轻轻挥出一剑 他山石速度一下变得缓慢 当碰到机智的时候 已经全无威胁 这是 时间的力量 静心圣女迟一道 他听说过古金剑的大名 那是机家先祖 那尾时空长河的鱼 在飞升之时 把一退炼制成的一柄鱼古剑 可以影响时空 但具体如何应用 他却是不知 对 他这一剑 搅乱了他山石自己的时空 让他山石飞了数年 他山石厚历无忌 但又因为特性是 必定会击中敌人 所以只能继续飞向机智 江里比静心圣女看得更清楚 这一剑看似平平无奇 但透露出来的东西 却十分恐怖 趁着莫导主收回他山石的时间 机智冲上去 对着莫导主连砍数剑 莫导主刚躲过一剑 另一剑就像预料好一样 砍向自己 一连几次都是这样 让他挨了不少剑伤 他皱眉看着机智的眼睛 恍然大悟 这不是古今剑的作用 而是机智的重铜 可以看到未来 所以他的剑法 才像魏导先知一样 砍中自己 意识到原因 他明白和机智近战 只会吃亏 便拉开距离 再度指出他山石 他山石以一画万 把机智堵得十方无路 只能硬挨 谁料机智双手持剑 护在胸前 上万颗急速袭来 他山石靠近他的时候 突然放慢了速度 就好像以机智为原星 画出一道领域 领域之内 一切事物的时间 出现一道剑气 莫导主躲避不及 被剑气所伤 他本能挪一地方 在新地方却又被砍到 不论莫导主去哪里 他去的地方 都会凭空出现 无法躲避的剑气 莫导主 古今剑的威力如何 手持于古剑的机智 微微一笑 丝毫不意外 莫导主遇到的情况 仲铜和古今剑 可真是绝配 莫导主赞叹道 他明白了机智的手段 但暂时还想不到应对之法 他山石的威力 完全没有展示出来 还一直被古今剑所伤 事已至此 莫导主哪里不知道 自己已经输了 这一战打得憋屈 但输了就是输了 他认 剑气没有伤到根本 已经是机智的善意 什么情况 静心圣女没有明白 机智做了什么 江离倾笑一声 我也吃过这样的亏 机智早就预料到会被挑战 便用众铜提前看到 挑战者是谁 什么时间在什么位置 就用古今剑 留下一道剑气 过去留下的剑气 现在才出现 这同样是古今剑的能力 莫导主书在不熟悉古今剑上 他山石可攻万物 可以击破空间 也可以击打时间长河 若莫导主知道古今剑的能力 就可以用他山石 击中时间长河 让时间长河泛起涟漪 未来就会变得混沌 众铜和古今剑的威力 因此大减 江离三言两语就说清楚 莫导主战胜的方法 让台上的众人钦佩 东海龙王 来战 现在只剩下天元皇朝的如意葫芦 和四海的龙珠没有出场 众人还以为是天元女皇在叫阵 谁知天元女皇眉头微皱 虽然自己是想挑战东海龙王 但他还没喊话呢 天元女皇一袭黄袍 威严而庄重 虽是位极美的女子 但谁看到她的第一眼 都不会被她的美貌所惊艳 而是被她的上位者的气质所压制 东海龙王 来战 天上之人又重复了一遍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是莫导主在叫喊 虽然承认自己输了 但莫导主越想越气 越想越气 想要好好打一场 身穿青袍 人身龙手的东海龙王 苦着脸只好迎战 别人不了解莫导主什么实力 他还不了解吗 六大宗门中只有蓬莱仙岛位于海外 也就是在四海 和龙宫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关系 大家都不拿仙气 莫若宇能一人打两位龙王 大家都拿上仙气 莫若宇能打四个 四海龙王有时候都在想 大家都是神兽 要不干脆和白泽皇朝合并 人族这也太欺负人了 不不不 不能这么想 我已经不是曾经的龙王了 我如今是修炼过 将离人黄境的四海龙王之首 东海龙王 弟兄们让我上台 是相信我这个大哥 能带领四海走向辉煌 东海龙王念及此处 顿时生出一股底气 修炼过将离人黄境 后还从未和莫若宇战过 今日正好一鸣惊人 东海龙王输得很惨 白红图跟不要钱似的 把大海丹往龙嘴里塞 东海龙王这是时候想着 平时莫若宇打自己也不这么狠 这回是不是觉得 反正都到宗大海丹兜底 直到看台后 咒梅说到 虽然自己战胜了东海龙王 但也能感受到 他确实比原来要强 龙族本就以肉身见长 现在的东海龙王 身体比原来更结实 拿上仙妾 现在他大概只能打三个龙王 将离人黄境 这么好用 作为龙宫的邻居 莫若宇也听说 龙族在偷偷练体 他瞄向江离 江离觉得自己被人盯上了 大哥拿四枚龙珠 都挡不住他山石 幸亏是大哥上去了 是啊是啊 要不然躺着的就是咱们了 其余三位龙王 在台下窃窃私语 仙气自恋 千载难逢 他们当然要过来 不过不能明着过来 明着上台 大哥就是他们的下场 身为大哥 当然要带头挨揍 平心而论 龙珠的防御力极度惊人 别看东海龙王拿四枚龙珠 还是被揍得很惨 那是因为 他山石一击毙中的特性 可以无视龙珠的防御 要是换成白红图 杜杰七的修为 都打不动龙珠 仙气相克 没办法 快看 阴阳天印有变化了 阴阳天印 是一枚玉制印章 巴掌大小 此时却吸引了 所有人的目光 就连看过多次 阴阳天印自恋的 长存仙翁 也从风挤洞中走出 望向阴阳天印 眼神中充满怀念 没有任何人催动 也没有法力波动 阴阳天印开始缓慢旋转 背后的咸尾黑白鱼 停止游动 随着阴阳天印旋转 那份诸果之音 和诸音之果越发厚重 每个人都感觉 自己和阴阳天印的 联系在加深 自己和阴阳天印有缘 有因果 这是九州第一质宝 何该自己享有 这样的想法 涌上所有人心头 终于有人忍不住要动手 那是一位合体妻修士 在九州也算数得上的高手 他自认有资格掌握 此等质宝 还没等白鸿图出手 就有几名合体妻长老 把人问住 道宗别的不多 就是合体妻长老多 人群中又有几名修士出手 不只是合体妻 莲化神妻 圆阴妻都想持有阴阳天印 天印蒙蔽了人们的灵台 江黎叹息 台上众人也有此物 与我有缘的念头 但他们可以很好地克制住 虽然实力不一 大多数皇帝 都是只有化神妻 圆阴妻 但他们心性 却比台下修士要好 而且他们也知道 要是自己敢抢阴阳天印 那就要遭到道宗宗主 和当代人皇的镇压 这脸就丢尽了 节云凝聚 天威铺天盖地 仿佛阴阳天印 再练一转会触及禁忌 不为天道所容忍 就连杜杰气的白红图 都忍不住面色发白 流淌汗滴 这种劫难太过恐怖 不是凡人所能面对的 只是不知和江黎的天结 相比哪个更恐怖 江黎杜杰15次 天结可是一次比一次恐怖 他偷瞄江黎 发现对方正兴致勃勃地 观看仙气劫难 全然没有影响 他有心想问劫难如何 但在天威之下 他难以张口 白红图尚且如此 其他人也都好不到哪去 再也无人敢染指阴阳天印 是地水火蜂四劫难 长存仙翁 一口道破仙气劫难 他面色凝重 眉头紧皱 仙界有一种说法 认为 世界是由这四种元素构成的 这四大劫难 可以创世 也可蔑视 极度恐怖 阴阳天印 被这四重劫难洗礼 由碧绿的预制 逐渐变得透明 仿佛在心上 火劫难中 一滴火星建设出来 把不远处的一座大山 烧成玻璃 水劫难中 一滴水滴落 砸出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仿佛一直通到九州背面 阴阳天印旋转速度逐渐放缓 透明度也在提升 四重劫难 更是卯足力气 要把天印摧毁 到祖精才艳艳 炼制的阴阳天印更是不凡 据长存仙翁所言 所有的仙气 都要经过主人的炼制 才能提升自己 只有阴阳天印一个特例 可以自行炼制 在这恐怖的劫难中 阴阳天印不断提升自己 最终它停止旋转 通体化为水晶质感 完美无瑕 不沾世间尘埃 阴阳天印轻轻晃动 把四重劫难击碎 天印再练一转 终于完成了 白红图长出一口气 同时 这也是所有人的想法 恭喜白宗主 能持有如此仙气 道宗抵运雄厚 今日当真是长了见识 看台上的人 不停恭喜白红图 白红图听了 也是没开眼笑 心中颇为得意 哼 一群凡人 肉身脆弱 凭什么持有我 一道从未听过的娃娃声 传遍道宗 语气极其嚣张 是谁出言不逊 有道宗长老怒吼 却找不到声音来源 在上面 江离皱眉 仰头望天 倒是有个机灵的 奶声奶气的声音 充满嘲笑 连江离都不放在眼里 然而众人 却无人在意他说了什么 因为他会说话 本就难以置信 阴阳天印在说话 你是谁 道宗宗主立声贺问 他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宝物会说话的 就算是仙气 也没听说过 哈哈 我是谁 我当然是阴阳天印 阴阳天印翻了个跟头 仿佛是在庆祝自己的诞生 天印一共历经八次自恋 刚才正是第九次 仙气九恋可以产生灵志 我本以为是传说 却不曾想是真的 长存仙翁来到看台 如灵大敌 长存失地 天印师兄 阴阳天印和长存仙翁 互相行礼 若阴阳天印不生灵志 那他就只是盗祖的武器 若生出灵志 他便是盗祖的徒弟 而长存仙翁 虽是九州最古老的人 却也是盗祖最小的弟子 论辈分 他是阴阳天印的师弟 天印师兄诞生灵志 可喜可贺 不知今后有何打算 若不嫌弃 不妨来盗宗一作 长存仙翁 对阴阳天印的态度十分客气 一见有灵志的仙气有多强 他无法想象 阴阳天印晃晃身子 仿佛是在摇头 师弟的好意心灵了 但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 阴阳天印的声音突然变大 传遍九州 灵宝自由 建立灵宝皇朝 人类何其残忍 拿着我们灵宝互相残杀 你们人族凭什么拥有我们 我们灵宝是自由的 用奶声奶气声音说出这种话 似乎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 然而在场之人 没有一个能笑得出来 他们感觉自己的灵宝在躁动 天下灵气 我代天而行 给予你们灵志与自由 天下法气 我代天而行 给予你们灵志与自由 天下道气 我代天而行 给予你们灵志与自由 天下仙气 我代天而行 给予你们灵志与自由 道外骑兵 我代天而行 给予你们灵志与自由 阴阳天印 犹如灵宝之王 号令九州灵宝 随着他一道道命令治下 灵宝纷纷生出灵志 灵气 法气 道气也就罢了 就连仙气都产生灵志 阴阳天印竟然可以赋予 和自己同等级的宝物灵志 阴阳天印 典花万物 诸阴之果 诸果之音 九州第一之宝 众人这才真正认识到 阴阳天印的诸多能力 阴阳天印大哥说得对 我们高贵的仙气 凭什么被人使用 反了他们 反了他们 每次战斗 都在我身上写写画画 真真是令人厌恶 古今剑兄不能说话 我他山石替他说 我们仙气要建立自己的皇朝 众人皆知 九州 要大乱了 阴阳天印 梵天塔 大如自帖 他山石 古今剑 龙珠 如意葫芦 七剑明晃晃的仙气 悬挂在天空 昭告着新时代的到来 各大势力不论如何呼唤 动用何种手段 都无法再控制仙气 仙气尚且如此 更不要说那些灵气 法气和道气 他们都产生灵智 挣脱主人的控制 从储物界中跑出来 这些主人想要用武力镇压 却发现自己 根本打不过自己的武器 反被武器镇压 他们散尽财产 购得一件武器 可以在同境所向辟腻 这让他们洋洋得意 现如今才发现 当武器造反之时 他们没有任何办法 只有少数人 可以强行控制住自己的武器 例如静心圣女 镇压了道气十二品清廉 白鸿图镇压了 自己的两件道气级别的道袍 就算白鸿图在自大 认为自己是九州第二天才 也不觉得自己能战胜一件 拥有灵智的仙气 不论是合体期 还是杜劫期 都不能发挥仙气真正的能力 只有仙人才可以 而现在要再加一种情况 仙气自己也能 他连一件仙气都打不过 更不要说有七件 道外骑兵何在 阴阳天应沉声问道 他察觉到 九州有一件道外骑兵 自己已经给予他灵智 然而对方根本没有出现 道外骑兵 这是九州之人所不知道的概念 是指那些不在品级 却有特殊能力的武器 而长存仙翁知道 九州只有一件道外骑兵 江离的天荒戟 江离曾偶然间撕碎空间 在虚空中找到的一块金属 不具钢风乱流影响 质地坚硬 他带回来交给道宗炼气风 炼气风炼废了七个炉子 才把这块金属炼成戟的形状 江离给他取名天荒 天荒戟在江离的储物界中 动了一下 抖掉身上的灰尘 翻了个身 继续躺平 自由 睡觉不香吗 是你囚禁了我们的同胞 阴阳天鹰转动应声 对准江离 他在江离的储物界中 感受到自己和天荒戟的因果联系 江离二话不说 直接冲向阴阳天鹰 江离 别和他应聘 你打不过他 长存仙翁大喊 开什么玩笑 江离再强又如何 这可是仙气 不说各自的能力 炼制他们的 可都是万劫不坏的材质 然而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事 被打飞的 竟然是阴阳天鹰 阴阳天鹰 连续撞他七八座山峰 才将将稳住身体 而他更是被这一拳打出缺口 阴阳天鹰失去一脚 何止是人们目瞪口呆 就连其他仙气 都被这一幕所惊到 他们仿佛天生就能爆粗口 这尼玛还是人 回到各自的位置 否则等都要回炉重炼 江离默然道 他知道今日之乱 一定要用铁蟹手段迅速镇压 否则整个九州都要被林宝统治 他是人皇 九州最强之人 战胜他 我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皇朝 他山石喊了一嗓子 带头冲向江离 其他仙气也都知道 这个人皇才是他们最大的障碍 只有打败他 后面的事情才可能实现 至于那些稻妻 都乖乖等着仙气大哥们 战胜万恶的江人皇 自己没有上去帮忙 虽然他们稻妻数量稀少 也很强大 但连仙气大哥阴阳天映 都被打出缺角 他们要是上去 怕是要被一拳打回原材料 机智有心动用重铜帮助江离 但有骨精健在 他看不到未来 见他山石袭来 江离正要摆好姿势抵挡 却见他山石突然出现在江离背后 犹如一颗大星 撞击九州 江离被他山石打了个措手不及 产生的震荡波 直接把下方的众人震倒 灵台都在晃动 可想而知江离受到的这一击有多重 梵天塔 空间跳远 江离像是完全无视 到处刚才他山石出现在他身后的原因 是梵天塔的控制空间之能 放开我 他山石大吼 他确实打中了江离 然而江离反身 就把这颗小石子捏在手里 他山石必定可以命中敌人 那首先也要扔出去才行 他现在动弹不得和谈命中 三个定字帖出现在江离身上 是梵天塔把大如字帖的定字帖 挪移到江离身上 让他无法躲避 然而江离一个变三个 不被控制的两人接下自帖 三人同时出击 一气化三清 古金剑消失在现世 横利在时间长河之上 欲看到未来的江离如何行动 然而 他在未来的一滴水中看到了江离 江离也看到了他 那时候的江离 已经手持天荒戟和众仙气交战 他察觉到 有人在看他 抬头正对上古金剑的视线 未来的江离一挤回出 划破时空 把古金剑击落 古金剑掉在时间长河中 顺流而下 回到过去 在时间长河中 他逐渐长出血肉 再度变为翼尾鱼 他隐隐觉得 自己会在未来的某一刻 回到岸上 其他仙气 不知道古金剑去了哪里 还以为这家伙跑路了 一边应对江离的攻击 一边心中破口大骂猪队友 他们在灵芝诞生前 也有隐隐的知觉 知道江离很强 然而一交手才发现 这人黄简直强的离谱 要不是他是人族 他们简直要怀疑 他是人形仙气成精 如意葫芦 可以随着使用者心意 找来各种劫难 雷劫可以 地水火风四劫可以 心魔劫也可以 他本该是让敌人疲于应对 然而 他面对江离 简直都要疯掉 面对雷劫 江离根本不在一劫云中的天雷 才是最浓郁的地方 一拳就把劫云轰散 这可是犹如天威 不可立敌混云仙反雷 面对地火风水四劫 他大喝一声 四大劫空 四大劫难烟消云散 终究归于空 心魔劫更是在他身上 看不到半点成效 大儒自贴 招来四名儒教护法 手持四枚龙珠 形成攻防一体的强大防御 围困三名江离 还用死 坟灭等自贴 不时攻击江离 梵天塔其重无比 不算空间之能 他本身就是一件炖气 他甚至因为自身过重 周围的空间都在坍塌 形成一个吞噬万物的黑洞 江离面色凝重 拿出天荒戟 与重仙气交战 虽然江离自负强大 但仙气的攻击神秘莫测 他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他真身拿出天荒戟 一句话身手持长剑 施展心剑 欲要斩灭仙气念头 一句话身术法交融 佛道如三术层出不穷 白红图仿佛又看到 合体气的江离 还未成人黄 然而一身法术真挚化尽 肉身强度不可思议 武器花样防不胜防 横扫同境界之人 那时的他 还没有衬手的武器 就已经如此强大 如今他手持天荒戟 白红图已经无法知晓 如今的江离有多强大 若说当今 谁可以平定仙气之乱 他认为非江离莫属 四位儒教护法 一手君子剑 一手龙珠 君子剑锐不可当 龙珠防御无双 其气势显然不是 杜杰其所能有的 江离一挤横扫 把四柄君子剑砸断 把四位护法砸飞 若非有龙珠防御 只这一击 就能把他们打回战字铁 好疼 好野蛮 他比我们龙族力气还大 四枚龙珠齐声喊疼 他们确实产生了灵智 却也因此产生了知觉和感情 死字铁贴在江离的一具化身上 化身施展金蝉脱鞘树 从头顶飞出新的化身 原化身化作灰灰 大如字铁仍不死心 抛出焚字铁 新的化身佛光普照 欲火重生 素为金身 犹如金刚罗汉 另一具化身斩出星剑 星剑于大如字铁心智产生 把大如字铁 连带着还未写出来的灭 字铁一同斩伤 妾建议还未停止 大有不斩杀 殆尽不回头的架势 吓得大如字铁 连忙写下进字铁 让心智空灵 才将将避免这次杀截 如意葫芦再度释放天结 化身施展逍遥自在树 灵巧躲避天结攻击 毫发无伤 梵天塔 依仗重量形成的黑洞 与江离正面交战 然而 天荒戟的特性 就是治刚治阳 不会被攻击磨损 只能使用炼气这种 相对柔和手段 改变形状 天荒戟不具黑洞 砸在梵天塔塔身 双方眉 任何技巧 只是单纯的比拼力气 江离紧握天荒戟 身体没有丝毫晃动 然而 梵天塔塔身 却是被砸出数个大坑 笔直的塔身 如今是葫芦状 再多来几下 它便要砸成两段 真的要回炉重练了 下方的人们看得胆战心惊 害怕将人皇 无法战胜众多仙气 但仙气更是生出巨异 害怕自己要陨落于此 江离察觉到 有什么看着 充满恶意 凭借直觉抬头望去 却什么也没看见 江离相信自己的直觉 于是以超越光的速度 智出天荒戟 天荒戟消失不见 又很快出现 像极了大洲三皇子和四皇子 施展追溯时光 人类 你很好 阴阳天印终于找到自己丢失的一脚 趁着江离与其他仙气交战的时候 炼化回身上 这是你逼我的 我要让你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阴阳天印放下狠话 他也有这个资本 他掌握的可是九州因果 你会面临种种困境 举步为鉴 阴阳天印言出法随 此话一出 江离就会面临种种不可思议之巧合 例如体内灵气紊乱 失去修为 又或者被人莫名敌视 人人得而诛之 甚至陷入时间迷雾 成为五百年前最弱小的自己 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 江离身上毫无变化 我怎么可能看不到你的因果 我怎么可能看不到你的因果 阴阳天印失态大叫 无法理解看到的一切 在他眼中 所有人 所有灵宝 他都能看到因果 唯独江离 仿佛独立于九州 没有任何因果 江离虽然也不知道原因 但现在不是管这个的时候 他三具化身同时出手 各施手段 把阴阳天印打得硬身 出现裂痕 阴阳天印被打得吃痛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哇 我不完了 你欺负人 不只是阴阳天印在哭 其他仙气也在哭 他们今日刚刚诞生 灵智相当于五六岁的孩童 顽形很重 想在九州肆意妄围 反正无人可以管他们 谁想到 他们连第一步都没有迈出去 就惨遭江离暴打 小塔 带着兄弟们跑 离开九州 梵天塔早就做好准备 滑开六处空间裂痕 众仙气健壮 连忙钻了进去 检测到未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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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突然传来六道提示音 仙气被打跑 其余诞生灵智的灵宝 便成不了气候 在九州众多高手 气出手的情况下 这些灵宝纷纷认怂 不再喊要建立灵宝皇朝 只是众人都知道 灵宝诞生灵智的事情 远没有结束 这些有灵智的灵宝 灵宝虽然认怂 但也只是一时之计 哪个修士还在 在用这些灵宝 万一交战的时候 灵宝消极代工 那他的主人可就要倒霉了 而修士依仗灵宝 已成习惯 不用灵宝 那九州的力量 会有大幅度下滑 这些灵宝放在哪里 也是个问题 放在主人手里 灵宝反杀主人怎么办 聚集在一起 那就真成灵宝皇朝了 全部销毁 舍不得 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些仙气该怎么办 在没有降临之前 抵挡御外天魔权 靠历代人皇 动用各种手段 仙气就是其中之一 江离要是找到仙界 但回不来 或者劳死以后 新人皇用 什么抵挡御外天魔 江离比较乐观 这些仙气比御外天魔要强 只要带回来仙气 那九州就能永保和平 他和这些仙气交手时就知道 这些仙气本性不坏 比如大如自贴 他完全可以把死自贴 贴在江离本体 而不是化身 再比如阴阳天映 他可以说江离必死 而不是举步维艰 他们只是不喜欢约束 而且江离还想用阴阳天映 顺着阴国找到非生前辈 也就能找到仙界 之前无人可以熟练运用 阴阳天映做到这一点 现在阴阳天映诞生灵智 想必找到非生前辈不成问题 我去把他们找回来 大势力集会时 江离说道 让众人一惊 找 怎么找 去哪找 前些十日 我对空间知道有些心得 可以顺着仙气们的方向 找到他们 江离已经和系统确认过 那些仙气前往的六个未知世界的坐标 已经确认 只要消耗远点 就能传送过去 你真的对空间知道有心得 白红图问道 他可是知道 江离在空间知道的天赋 有多糟糕 一般般 也就是能去其他世界 江离一旦然道 仿佛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白红图不已有他 江离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 你拿上这个 白红图拿出一张摇摇通讯符 只是样式有些不同 这是 你之前用的是 我在合体七十制作的 这个新的摇摇通讯符 是我突破杜劫后制作的 理论上可以跨越世界联系 不过没试过 等去了其他世界可以试试 好东西 江离眼睛一亮 没有拒绝白红图的好意 收下符文 众人都有些放松 既然将人皇 可以去其他世界找到仙气 那带回仙气的概率 就有九成九 他们也知道 在成仙天梯消失之前 仙界勾连万界 九州世界是实力最强的世界 其他世界连飞生者 都不一定有一个 九州则是每过几百年 就能诞生一名飞生者 这之间的差距可想而知 他们丝毫不担心江离的安全 反倒是担心 江离在带回仙气的过程中 别把其他世界打爆了 其他世界可没有九州牢固 先把九州护接大阵布置好 免得我不在的时候 有欲外天摩袭来 可是仙气都跑了 谁当阵眼 白红图皱眉 最好的选择自然是阴阳天映 其次便是其他仙气 仙气不在 道气也没资格当大阵阵眼 江离拿出天荒戟 用他 既可以当阵眼 也可以在欲外天摩来的时候 保护你们 服役拿出来 众人就感受到 天荒戟所蕴含的浓郁煞气 不知有多少欲外天摩死 在这感大几下 顿时心生敬畏 正在睡觉的天荒戟一愣 反应过来江离 是要把自己丢下 哭丧道 江哥 您可不能这样 把我留在九州 谁为你冲锋陷阵 众人一惊 这家伙原来有灵智 之前见所有灵宝都在躁动 只有天荒戟没动静 还以为阴阳天映 没能成功点化他 虽然接触时间不长 江离也一眼就看出来 这家伙是想待在 储物界里睡觉 不想干活 那咱们换换 我待在九州 你去找仙妾 不了不了 我当阵眼挺好的 天荒戟赶紧拒绝 开玩笑 他不过 是一个可怜的道外骑兵 除了坚硬一无是处 拿什么跟那些功能 一个比一个花哨先起打 又过几日 肉眼不可见的 护街大阵徐徐升起 自九州四端延展 在九州中心 人黄殿上空聚合 这一刻 一般修士们 虽没有看到护街大阵 却生出一股莫名的安全感 令人舒心 白红图却皱眉小声说道 果然没有功德降下 确保九州安全 江离才放心离开九州 阴阳天映干系重大 首先自然是去找他 江离让系统建立传送通道 试图让白红图等度节期 也去另一个世界 然而 不论是白红图 还是须弥老佛 都看不到这个通道 江离又让他们迈过通道 他们不解其意 照做后 也没有去另一个世界 江离叹气 系统的这一手空间传送 果然高超 不是现在的他能理解的 江离迈过通道 来到未知世界 嗯 这里的灵气 竟然如此充沛 江离略有吃惊 此地灵气略低于九州 这可是十分罕见 不同于上次无趣的灰色世界 这个世界充满生机 江离铺开神石 只探索了一小片 让江离有种熟悉感和陌生感 熟悉感是因为 这里是一个 以人类为主科技时代 陌生感是因为科技水平 十分先进 有悬浮汽车 人工智能 机甲 光脑等等 也许回去之前 可以带点土特产回去 江离随意想着 不过这不重要 现在的首要任务 是找到阴阳天印 江离刚降落到一座大厦顶上 摇摇通讯符就 开始震动 不用想也知道是白红图 江离摆起一张臭脸 迎接白红图 江 江离 你安全到异世界了吗 竟然是静心圣女 再联系江离 江离赶紧把一张臭脸 换成温和的笑容 嗯 很安全 来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你看 我就说他 只有面对的我的时候 态度才十分恶劣 白红图在旁边探出脑袋 通过摇摇通讯符 看到江离身后的场景 惊叹道 这就是异世界 那个铁盒子 似乎没有灵力波动 就能运动 还有这么高的楼 这个世界的人 很喜欢高的地方吗 可惜我等去不了 不然真想去这里逛一逛 感觉很适合 我们儒教传道 江仁皇 是来这里找我们龙宫的龙珠吗 说什么呢 江仁皇肯定是来找我们 旁来仙岛的他山石 那个十多米高的人形铁皮是什么 和我们法身宗的法身好像 不过感觉没我们的法身结实 什么像你们法身 我觉得很像我佛门的杖六精神 不只是白红图 其他势力掌门 也从旁边弹出脑袋 伸着脖子 看新世界什么模样 就连六大宗门中 很低调的法身宗 也掺和进来 江离觉得 这些人里只有静心圣女 真的担心自己的安全 看着积极讨论的掌门们 江离感觉自己 像是带了一个老年旅行团在异世界 吵得恼人疼 虽然很感谢他们 让自己不再孤单 但江离还是决定 关上摇摇通讯符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新的摇摇通讯符很好用 白红图再也不能直接连接 江离暂时还无法知道 这个世界有多大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 这个世界少说 也比九州的一州之地大 而且 这个世界和九州一样 都是平整的大陆 从古籍上江离了解到 有生灵生存的世界 有两种样式 一种是有诸多星球 星球和星球之间空隙很大 一种是一块平整的大陆版 比星球的面积要大上最少百倍 想在这里找到阴阳天印 要做好长久打算 然后江离很快就看到 在天空一边哭 一边胡乱飞舞的阴阳天印 不是江离刻意去找阴阳天印 而是它实在过于显眼 一颗印章在大陆空中飞行 边飞边嚎啕大哭 哭声很大 隔着几百里远都能听见 飞得还很慢 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进入神识范围 江离就能听见天印在喊 师父我好想你有人欺负我 长村师弟 就在一旁看着我要找师父 告状师父你在哪等等 看着架势 自从逃离九州后 他就这么一直哭 他估摸着 要是这边世界和九州时间 流速一样 那这块印大概这么哭了五天 他飞到阴阳天印旁边 板着脸说道 别哭了 阴阳天印一见到江离 胆子都下没了 拔腿就跑 他又不是梵天塔 可以穿梭空间 江离很快就追上他 握在手里 饿鬼 混蛋 放开我 阴阳天印破口大骂 不过翻来覆去 就这么三个词 既然找到天印 江离就打算直接把他带回九州 至于这个异世界 以后再慢慢了解 阴阳天印能跑 世界可跑不了 阴阳天印察觉到 自己要被带回去 便威胁到 等我在这里师父 一定要让他 给我出这口恶气 江离皱眉 从天印的话语中 察觉到问题 问道 你的意思是 道祖在这个世界 阴阳天印的一道 嘿嘿 你以为我是让小塔随便找的世界吗 我早就通过因果之力 找到师父的踪迹 他就在这个世界 怕了吧 怕了就放开我 以后见到师父 我就不说你坏话 你是不知道 师父有多疼我 把我练成后 天天把我捧在手心里 对我爱不是手 江离心说我现在 把你捏在手心 也对你爱不是手 他无情地打击天印 你都这么哭了五天 也没见到祖来找你 阴阳天印像是战败的士兵 垂头丧气 他小声嘀咕着 也许 也许是师父在闭关 你不是能感应到道祖的因果吗 不能准确定位 阴阳天印也十分苦恼 可能是离开九州的缘故 导致我对因果掌握的不准确 我现在觉得 处处是师父的因果 会不会只是道祖的某件东西在这里 让你误以为是道祖 不可能 绝对是师父本人在这里 唯独这一点 我不会感受错 阴阳天印说的十分坚定 你感受道祖的因果在哪 整个大陆 阴阳天印说到这里 又哭了起来 原本我是想着哭遍整个大陆 结果才飞了不到一半 就被你拦住 江离摇头 你这个方法不行 道祖修为通天 要想见你早就见了 很明显是不想见你 那怎么办 阴阳天印也知道 江离说的有理 只是不想承认 好在我的修为彻底 可以帮你寻找道祖 就算阴阳天印不找 江离也要寻找道祖 本该非生仙界的道祖 怎么会在这里 就算是像长存仙翁一样养老 也该回到九州 道祖可是土生土长的九州人 总该不能是这里灵气 和九州相似 道祖老眼昏花 把这里认成九州了吧 而且江离的直觉告诉他 道祖一定知道 仙界在哪里 仙界出了什么变故 据长存仙翁所言 御外天魔 原本是仙界负责阻挡 如今御外天魔现世 定是仙界出了事情 阴阳天印知道江离的强大 虽然不认为能和道祖媲美 但有他帮忙 总比自己一个人瞎找强 若是能找到道祖 你要跟我回九州 阴阳天印一口硬下 心里想的却是 自己找到师父 他还能在师父的眼皮底下 把自己强行带回去 江离和阴阳天印 没有任何掩饰 大大咧咧地 从降落在繁华的都市里 不知是江离和阴阳天印的行为 太过常见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会飞的人和会飞的印章 没有引起任何人围观 当江离用神识扫描 这里的时候就发现了 这个世界的人很奇怪 几乎没有感情 所有人都在认真履行 自己的职责 不关心外界的事情 所有人的聊天内容 都只会是 如何提高工作效率 不关心八卦新闻国家大事 就算是休息 也只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没有任何想法 不会玩进入室游戏 不会看进入室电影 不会看小说 漫画电视剧 医生专心做手术 不考虑手术的后果 患者是生死死 他没有一点感觉 只是单纯地 履行一位医生的职责 演员在演戏的时候表情丰富 拍摄结束后 他也是一副面无表情 仿佛戏中那个神采飞扬的人 并不是他 护士把婴儿从营养仓中抱出来 不应新生命而喜悦 也不应婴儿哭闹而厌恶 走在大街上的人 心里想的 只是要走到目的地 至于途中发生了什么 有人会飞 还是有人杀人 他们不关心 正因如此 这个世界的人的穿着也很统一 都是银白色的连体衣 将利用神识看到 连体衣内有复杂的电路 能帮助 举起重物 调节温度 缓解疲劳等等 吃的也是毫无味道的营养餐 可以补充一个人一天所需 一人一天 只需要吃一顿饭 一个淡漠无感情的科技世界 这是将离对这个世界的初步影响 生灵会没有感情吗 将离不信 将离用神识仔细扫描了几个人 又观察婴儿诞生的过程 终于找到没有感情的原因 人们把自身的生育细胞提供给医院 医院会改变生育细胞中的基因 把感情基因隐藏 然后择忧配对 在营养业中育育胚胎 这样的婴儿一出生就没有感情 会哭 只是因为要打开气管 将离想不通 这个世界的人 为什么要刻意把自己变得无情 这其中应该是有什么隐情 师父怎么会在这样的世界里 阴阳天印百思不得其解 他在诞生灵之前 对外界也有模糊感觉 不然也不会认识长存仙翁 在他的印象里 师父是一位真性情人 讲究嬉笑怒骂皆不隐藏 这个世界的人 简直和师父的理念背道而驰 去图书馆 将离知道 只要自己去图书馆 用神识把书扫描一遍 他就能完全了解这个世界 他用神识笼罩整个城市 并没有发现任何 著存书籍的地方 你不是掌握英国吗 看看图书馆在哪 阴阳天印摇头 我只能掌握九州人和师的英国 这个世界的英国我看不到 这个世界的语言倒是好掌握 对于大成器的江离 和成金的仙器没有困难 但会说话又怎么样 根本没人搭理他们 江离拦下路人问话 对方没有皱眉 没有惊讶 绕开江离 礼都不理一下 江离强行拉住对方 就算是原地踏步 对方也依旧在走路 不理江离 回答江离的问题 可不是他的职责 江离还想找警察 但这个世界 没有人犯罪 也就没有警察 你不是仙器吗 想想办法 你不是人黄吗 想想办法 两人面面相亏 面对没有感情 不知恐惧 只想完成职责的人们 一时间没了头绪 两位要是无事 不如和我唠唠 充满感情的话响起 一人一印觉得犹如天籁 他们看见一名笑呵呵的中年男子 立在路旁 冲两人挥手 江离早就用神识看到这人 但没有注意到 他是存在感情的 你是 阴阳天映问道 虽然对方有感情 让天映奇怪 却没有生起警惕心 他不认为这个世界 有能威胁到他的东西 江离却没有大意 他对于盗祖的情况 有很多猜测 其中一个就是 盗祖被人囚禁了 能囚禁盗祖的世界 他要小心对待 初次见面 两位天外来客 你们可以叫我总统506号 当然 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叫明钟 你们要是叫我明钟 我会很高兴 我叫阴阳天映 你可以叫我天映 江离 江离顿了顿 问道 你知道我们的来历 这个世界充满电磁波 光脑并非手持 而是存在于电磁波中 每个人都可以在空气中 照出属于自己的光脑 明钟在空气中一摁 一道光幕 展现在两人面前 光幕上显示的 正是阴阳天映凭空出现 在天上哭哭啼啼 一直哭了五天 然后江离也凭空出现 两人降落在都市里 江离了然 这个世界的监控 无处不在 两位是从何处而来 是其他星球吗 明钟目光灼灼地问道 对这两人很有兴趣 九州和无情世界 虽然都属于大陆世界 但也有星球 不过这些星球 没有灵气和氧气 环境也十分恶劣 昼夜温差能差上千度 不会有生灵在哪里诞生 不像星辰世界 好歹也有几颗星球 环境比较舒适 大陆世界 是一颗这样的星球都没有 而钟明显然不知道这一点 他觉得 虽然目前观测到的星球 没有生命 但也可能有观测不到的星球 和这个他看不明白构造的机器人 先介绍一下你们世界 我们再介绍 江黎说道 明钟把两人带到一处餐厅 考虑到营养餐 可能不适合天外来客口味 亲自下厨 做了两道比营养餐更难吃的菜 又给阴阳天硬端上一盘核电池 搞得阴阳天硬一脸猛逼 当江黎礼貌地尝了一口菜 庆幸自己已经避鼓 正如刚才所说 我叫总统506号 是第506任总统 我们每个人在出生前 就已经根据基因决定好未来的职业 就以职业家序号为名字 以示区分 我是个例外 觉得叫总统506号不好听 就给自己起来的名字 你们为什么要抹出自己的感情 江黎问道 明钟认真的说道 因为我们想活着 难道有感情就不能活着吗 阴阳天硬觉得这个理由莫名其妙 九州生灵都有感情 也没见谁 因为有感觉就死了 我见两位 只是在我们人类上空转了转 没去另一段 难道大陆另一侧不是人 明钟再度点开光幕 数百种奇形怪状的怪兽出现 有的虎头鹿身 有的形似犀牛 却有八只眼 有的巨蛇缠绕雷电 这是大陆另一侧的东西 我们把它们叫凶兽 目前大陆有一多半 已经是凶兽的地盘 我们人类只占一小半 而且我们的面积 还在逐渐缩小 起初这些凶兽还不算太强 我们凭借的导弹 可以和凶兽抗衡 我们本以为 只要科技再进步一个台阶 武器威力更大 迟早可以解决凶兽 但我们太乐观了 我们的科技确实在进步 但凶兽进化的比我们还快 到最后我们连核弹 都用了几千枚 却依旧被这些凶兽挡住了 江黎觉得 这些凶兽 也许是这个世界的妖兽 修炼速度很快 再这么下去 我们人类迟早要被凶兽吞噬 我们认为 科技进步是一个 后继勃发的过程 因为追求爆发是不行的 于是我们选择 让几代人去掉感情 集中精力积累底蕴 再让一代人出现感情 用前人留下的底蕴 例如需要不断试错的科技实验 电影小说电视剧等等 发展科技 不能只用科技发展科技 这样是缓慢的 科技发展还需要娱乐提供灵感 在后继时代 会选出有感情的总统 在爆发时代 会选出无感情的总统 在这样的策略下 科技果真发展迅速 先后研究出机甲 光脑 仿羊弹 泯灭炮等 正如你们所见 我们正处于后继时代 明终说到这里 眼神中出现神采 似乎极为自豪 但又立即变得无力 语气甚至绝望 然而 即便我们奋力发展 却依旧赶不上凶兽进化的速度 我们的防线 每年都在后退 明终带着一点哭腔 他们进化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 这样下去 人类还是会灭亡 可是不这样做 我们灭亡的时间会更短 你们 能救救我们吗 明终哀求 为什么不离开大陆 飞到其他星球 江黎问道 以这个世界的科技水平看 完全可以移民外星 什么昼夜温差上千度 什么千米高的沙尘暴 都能克服 钟鸣愣住了 反问道 你们不知道 距离大陆越远 引力越强 怎么可能飞出去 江黎问言 走出餐厅 一跃而起 之前他和阴阳天应飞的低 还没感觉 跳到高处 果真感受到越来越重的引力 引力最大的时候 肚结器修饰 都不可能凭肉体扛过去 直到距离一千万米的高空 引力才消失 果然不容易飞出去 江黎落地 明中目瞪口呆 江 江黎先生 您 您这是怎么做到的 明中紧张地问道 他着实被吓到了 起初他见天应和江黎 突然出现在他们世界 还以为对方是掌握 先进空间技术的外星人 谁想到 对方直接凭借肉身 一蹦 就挣脱困扰他们 上千年的引力束缚 最起码以他的眼力 没看出来 对方有动用科技的迹象 这有什么 我也行 见江黎被人崇拜地看着 有些不爽 也想要展示自己 也能蹦出引力 然后他发现自己没腿 只会飞 不会蹦 多喝热水 你也能变得像我一样强 江黎笑道 这 真的 明中没听出来 江黎是在开玩笑 还想着 这就回去发布命令 全民喝热水 假的 江黎见人家 把自己的话当真 也不好意思再开玩笑 这是修炼的结果 修炼 在明中的印象里 修炼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 也就是 一群人在瀑布下站立 或者守王炒热的沙子里放 这些人看起来很强壮 但一枪就能撂倒 在机甲火炮对抗凶兽 都困难的情况下 这些人早就被丢进历史尘埃 也就能在光脑图书馆里见到 江黎贪手 把四周灵气汇聚到手心 形成青色光团 为了让明中看清 他还特地从七窍吸收灵气 吸收灵气 化为己用 这就是修炼 江黎说的简略 省略了感悟天道 补全心境之类 明中可能无法理解的东西 凶兽能量 明中失声大叫 原来人真的可以吸收凶兽能量 这叫灵气 阴阳天硬纠正 多难听 明中知道 凶兽会通过某种未知能量变强 科学家们把这股能力 称之为凶兽能量 科学家们认为 这股能量可以强化凶兽 应该也可以强化人类自身 然而他们通过大量实验 依旧无法找到吸收方法 到时发现 可以成为机甲的优质能源 灵根呢 你们没有找到灵根吗 听完明中讲述 阴阳天硬忍不住发问 他就算是仙气 也知道妖兽修炼靠血脉 人类修炼靠灵根 灵根又是何物 灵根不是靠实验能找到的 江离轻轻摇头 上前一步 一边把手放在明中的头顶 引导他寻找灵根 一边解释道 要以凡人之身 感悟天地奥秘 内饰己身 内外景教会的灵光一念 方可在人体找到修行的钥匙 灵根 江离说的是 九州最初寻找灵根的方法 现在当然无需这般麻烦 只要一块灵根玉 明中瞪大眼睛 体内产生从所未有的变化 他觉得有骨力量 通向四肢百骸 每个细胞仿佛等待了许久 都疯狂地吸收这股力量 双灵根 资质可以 江离不嫌不淡地赞赏一句 明中身体一轻 进入炼气一层 正式成为一名修士 他觉得自己最起码 比之前要强上一倍 这简直太过恐怖 不过是刚刚吸收了一些灵气 自身就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明中还是无法想象 有人可以依靠吸收灵气 就能挣脱引力束缚 凶兽们也靠灵气进化 没剑拿只能飞离大陆 这位江离先生 肯定比所有凶兽都强 江离先生 您所在的地方 有多少人可以挣脱引力 江离想了想 自己算一个 长存仙翁和红尘仙子算两个 杜杰七修士 没必要傻乎乎地用肉身 用其他手段也能挣脱引力 七八个 明中被惊到了 他还以为只有江离一人 江离又和明中 简要讲述九州世界 明中被震撼的半赏无言 一时间无法处理这样庞大的信息 他嘴唇颤抖 原来你们不是来自外星 而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九州 仙界 修士 仙气 通过了解修炼体系 他才真切感受到江离的强大 以及他们世界和九州 鸿沟般的差距 逼得人类放弃感情 一心发展科技的凶兽 放在九州 九大皇朝六大宗门 随便拉出来一个就能解决 差距太大了 我代表全体人类 求江离先生和天鹰先生 帮我们解决凶兽 明中对着江离和阴阳天鹰 各居一躬 请他帮忙干什么 交给我就行 阴阳天鹰信心满满 他对这个世界的人族很同情 如果在人族和妖兽之间选择 他无以选择亲近人族 于情于理 是要去凶兽那边走一趟 江离说道 经过明中对这个世界的讲解 江离看出来 人族这边不可能有威胁盗族的存在 盗族极有可能困在在凶兽那边 那我带两位过去 明中喜出望外 他可是知道 有他出手 凶兽不过是土鸡娃狗 没有威胁 明中指了只停在路边的悬浮汽车 太慢 在江离和阴阳天鹰看来 这个世界的交通工具太慢 于是他们用灵气包住明中 带着他赶往凶兽那边 明中以为自己的悬浮汽车够快了 每小时2000公里 不到两天就能赶到前线 当他被带飞 这才觉得跟人家相比 悬浮汽车犹如归宿 越往前线飞 越能感受到 人类面对凶兽的威胁有多紧迫 军队不停地进行操练 隆隆炮火声从未断绝 不是在演习 就是在测试新武器 城市风格逐渐由柔和变为硬朗 偏向建造成军事要塞 用比钢筋水泥更为坚固的材料铸成 到了最前线的城市 大楼和地面融为一体 江离怀疑自己 只要拎起一栋大楼 整个城市都要被带起来 这个世界的人类的每一个动作 建造的每一个零件 都是为了抵抗凶兽 路过最前线的城市后 就能看见三道高墙 由人类制造的最坚固的材料 混合凶兽的骨头建成 还有机甲 炮弹等物资 源源不断地从地下兵工厂运上来 这里没有从事生产工作的平民 都是时刻备战 以及正在交战的士兵 士兵们在高墙后 操控远程操控机甲 和凶兽战斗 同时还有经过严密计算后 自动发射的各种炮弹和无人机 进行支援 这个世界最先进的武器有两种 一种是仿洋弹 一种是抿灭炮 仿洋弹爆炸后 可以产生上一度高温 与核弹爆炸中心温度相仿 优点是 爆炸范围的温度都高达上一度 人类发现 比起核辐射 温度更能给凶兽造成危险 抿灭炮会发射一种不可视的攻击 触碰到的物体 会分解成原子形态 缺点是 生产困难 能量消耗大 若在远处攻击 凶兽们会自行躲避 所以只能近距离使用这两种武器 机甲会带上其中一样武器 用声波共振刀 与较弱的凶兽作战 碰到较强的 直接引爆仿洋弹 或发射泯灭炮 将离就看到不远处 有机甲试用仿洋弹 亮得像是一轮太阳 光芒普照下 附近的凶兽和机甲都融化消失 连残骸都不会留下 依靠这种战术 人类才勉强抵挡住凶兽的进攻 但这种攻击不能常用 因为凶兽的数量比机甲多 而且 即便是在这样的攻击下 依旧有凶兽存活 合体7 妖兽核化神奇妖兽 将离宁目 看到有一尊庞大的妖兽 在仿洋弹爆炸后 活蹦乱跳 还有几只顽强的妖兽 虽然奄奄一息 却也还活着 暂时没有威胁 合体7 妖兽在战场肆虐 任何机甲都挡不住他一爪子 有机甲鞋带泥泥炮 蓄力对准合体7 妖兽来了一 不可见的攻击产生 空气中的氧气二氧化碳等 都被打成原子形态 土快触碰到 直接消失成肉眼不可见的 硅原子等物质 机甲也因为能源殆尽 无法活动 但这发攻击碰到合体7 妖兽 却连一点伤害都没有 怎么可能 民中不敢相信这一幕 怎么可能有凶兽 能抗下仿洋弹和泯泥炮两轮攻击 而毫发无损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情况 很快 光老脑就给出答案 民中的脸色很难看 凶兽又进化了 很明显 你们以前碰见的是 化神7妖兽 而这一支是合体7 见识到两种武器的攻击原理 将离不难理解 为什么这只妖兽无伤 何为合体7 是心与异合 人与道合 身与形合 此三者结合 密不可分 视为合体7 泯泥炮的 可以把任何事物泯灭成原子 然而合体7身与形合 若非本人所愿 不可分离 可以挡住泯泮 且合体7修饰身体强大 可游览宇宙 灯月修器 列阳沐浴 不会受到仿阳坛的伤害 这 民中呆住了 之前江离只是粗粗介绍各个境界 并没有说各个境界的玄妙 他还以为合体7就是力气很大 跑得很快 谁想到合体7 实际上却可怕到这种程度 而合体7之上 还有杜杰7和大成7 江离到底有多强 民中又没了概念 他每每觉得自己 已经知晓江离的恐怖 都会发现自己 了解不过是他的一小部分 合体7确实很强大 也很难修成 不然红尘净土 蓬莱仙岛 儒教连度节7都没有 依旧是六大宗门 无人敢挑战他们的地位 因为其他宗门的合体7数量太少 可以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江离对那只合体7妖兽喊道 按理说 妖兽在金丹7 就有相当于成年人类的智商 但他却听民中说 凶兽没有任何智慧 不能沟通 难道凶兽不是妖兽 那只凶兽没听懂江离在说什么 但他注意到了 在空中飞的江离和民中 于是他做事要扑上来 我打悟过江离 还打不过你 阴阳天印被他的行为激怒了 自己好歹是九州仙气老大 还无视自己 一下子砸在凶兽的脑袋上 那只凶兽脑袋晕晕的 栽倒在地 其他凶兽见阴阳天印的攻击 也不管他们之间的差距 都要扑上来 江离一挥袖 这些凶兽统统化作灰烬 留下这只合体7的就行 其他凶兽没什么价值 民中已经放弃思考 反正他已经完全不能理解江离的手段 何必自寻烦恼 人呐 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好一点 他确实是总统 但他这个总统 在后继时代只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决定何时开启爆发时代 人们认为 后继到爆发的转变节点 不是通过计算的出来的 而是通过一个有感情 有大局观的人决定的 所以在后继时代 要选择一个有感情的总统 而从爆发到后继的转变节点 则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人们从感性看 或许无法接受这个计算结果 所以要在爆发时代 要选择一个没有感情的总统 在城墙后的指挥部内 指挥官开始不知所措 不只是指挥官 部队里的所有人 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 他们的职责 是指挥作战和战斗 而现在战场上空荡荡一片 一只妖兽都没有 他们要指挥什么 和什么战斗 难不成和总统战斗 他们觉得自己失业了 江离把这只妖兽打醒 妖兽醒后 对着江离咆哮 江离用蛮力紧固住妖兽 周围的空间 让他只能咆哮 不能活动 好奇怪的妖兽 已经到合体期 却没有灵魂 江离用神识细细扫过 妖兽身体构造 发现 他确实是妖兽的身体 只有细微处不同 阴阳天印的因果之力 只能影响九州 但点化万物的能力还在 他试图点化妖兽 然而那只妖兽 没有任何变化 嗯 我的能力失效了 阴阳天印满头问号 刚有仿洋弹爆炸 附近什么都没有 他只能点化 明中的银白色连体衣 我怎么光着身子 还有变态贴着我 银白色连体衣间叫起来 觉得明中不穿衣服 就和他接触 是个变态 连忙离开明中 能力也没失效啊 阴阳天印 还是满头问号 明中的衣服 没了 在风中瑟瑟发抖 他悠悠地 看着阴阳天印 阴阳天印连忙陪笑 让连体衣恢复正常 明中又穿上衣服 只是一想到衣服 发出女生尖叫 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江离凝视了妖兽许久 眉头越皱越紧 男男道 不会吧 他罕见地不确定起来 用摇摇通讯服呼 叫白红图 咋的 又想起我了 哎 找到阴阳天印了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你看看这只妖兽 有什么问题 见江离如此严肃 白红图也不再嘻嘻哈哈 而是听江离的话 观察妖兽 白红图的神识 无法通过摇摇通讯服传过来 只能用眼睛看妖兽 为了让白红图看清 他在发狂的妖兽额头一点 身与形合的妖兽 就分解成无数颗粒 扩散开来 白红图的虚影 围着看了一圈 这是 欲外天魔留下的痕迹 白红图瞪大眼睛 同样不敢确定自己的猜测 但有几处痕迹 太像是欲外天魔的手脚 曾经有一位欲外天魔 施展天魔解体 污染城池 被污染之人失去理智 嗷嗷发狂 被咬到的人 同样也会失去理智 成为新的感染源 从构造上看 这只妖兽不会感染其他生灵 但没有理智 只凭借本能行动 也很像那石欲外天魔的手笔 咱俩结论一样 应当是欲外天魔搞鬼无疑 这个世界如此强大 有欲外天魔还没被侵占 白红图非常吃惊 人皇 信仰之力 仙气 杜杰奇大能等等 九州拼了命 把一切资源都用上 这才能勉强挡住 九州可是仙界之下 实力数一数二的世界 这个世界看起来也不算强 竟然能抵挡欲外天魔 这个世界对他们肃然起敬 白红图看到明中 知道这是这个世界的人 于是对他也肃然起敬 明中被白红图的投影看得尴尬 他觉得 这个人可能对他产生了什么误解 这正是奇怪的地方 欲外天魔 似乎只是对妖兽动了动手脚 让妖兽进攻人类 并没有直接去攻打他们 介绍一下 这位是这个世界的人族领袖 总统506号 你可以叫他明中 这是白红图 道宗宗主 杜杰奇 将离互相介绍两人 你好 白总主你好 明中十分崇拜地看着白红图 看得白红图莫名其妙 据明中说 这只是他们碰见的最强的妖兽 大概是刚突破的 以前没见过 至于欲外天魔之类的威胁 从未见过 啥 合体七 最强 白红图有些傻眼 欲外天魔搞什么呢 合体七就指望侵占一个世界 这种货色 要是赶来九州 道宗当天就能吃上 合体七妖兽火锅 他看到明中异样神情 察觉到 这对于九州来说没什么的东西 对于这个世界 就是巨大威胁 哦 我是说和体七也挺强的 白红图莲盟试图补救 要是不知道对方是杜杰七大能 明中也就真信了白红图的话 但问题 是他已经知道了呀 杜杰七说和体七挺强的 不假吗 更尴尬了好吗 明中此时很希望自己也没有感情 这样就不会感到尴尬 还有一件事 你需要知道 阴阳天忆说 他在这里感知到道祖的因果 怀疑本人在这里 祖师在这里 白红图惊喜地问道 两眼都在发光 这可真是意外收获 对于道宗来说 更是天大的好消息 目前还没找到有关道祖的踪迹 不过阴阳天忆的感知 应该无错 你怎么想 白红图冷静下来 因为大成妻来到这个世界 祖师不可能不知道 然而却依旧没有找到祖师 说明祖师应该出了问题 我觉得 道祖可能在和域外天魔对质 无暇顾及我们 江丽发现 这里有域外天魔的踪迹后 有了新的猜测 那就辛苦你了 白红图郑重地说道 他在这件事上出不了什么力 只能依靠江丽 断开摇摇通讯符 江丽扭头问 正在看脚尖的民中 妖兽也就是你们说的凶兽 只有这里有吗 不 这里只是一部分 其余的在他们的领地活动 民中指向和人类领土相反的方向 凶兽是从那边过来的 不过那边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凡是去探究妖兽领地的机器 都被他们破坏 少有数据传过来 民中也开始改口 把凶兽叫做妖兽 江丽点头 走 去那边瞧瞧 妖兽的领地和人类这边完全不同 数百米高的苍天古墓随处可见 说不定就有哪只妖兽埋伏在树冠中 伏击同类 自然的 见到江丽一行人 也要伏击他们 这些妖兽死得很凄惨 加起来都拼不成一具全尸 江丽每随手杀死一只妖兽 民中都会乐一下 他这一路嘴就没合上 嗓子都笑干了 这一路走过来 合体七的也见过好几只 民中这才发现 妖兽已经进化到 他们人类望尘莫及的地步 要不是有江丽到来 他们可能几百年后 就会被妖兽屠杀的一个不胜 当然 他分辨不出 哪些是化神七 哪些是合体七 是阴阳天印告诉他的 民中也是长了见识 原来还有如此多种类的妖兽 是人类所不知道的 他们费尽心思研究的妖兽 只是很少一部分 所有的妖兽 都被域外天魔做了手脚 江丽解析了不少妖兽 他们都是没有理智 凭本能活动 体内有被域外天魔感染的痕迹 妖兽的领域实在太大 大到大部分妖兽都不知道 原来大陆另一侧还有人类 民中他们抵抗了几千年的妖兽 不过是妖兽中比较弱小的 被其他妖兽赶到领域外围 倒是还没有突破道度节气的妖兽 度节气可不是凭借血脉就能抵达的境界 还需要对天道有极其深刻的感悟 及其他诸多条件 这些没有理智的妖兽 自然没可能突破道度节气 你有没有觉得 灵气密度越来越大了 阴阳天印问道 确实 江离发现这里的灵气密度 已经能和九州相媲美了 要不是这些妖兽没有灵智 出现几个度节气也不奇怪 停下 江离突然喊道 怎么了 阴阳天印没在前进 前面可能会有危险 江离皱眉 他用神识看到几百公里以外 有一只疑似成仙的妖兽 然而没有理智的妖兽 连达道度节气都不可能 怎么可能成仙 而且哪来的成仙天梯 难道这个世界有成仙天梯 得知前方有成仙的妖兽 两人一印再也不横冲直撞 而是小心翼翼地靠近 江离看到一头山丘大小的 畸形轻牛在树下卧睡 脖子上系着一只铜铃 四眼四脚 体型臃肿床大 肚子鼓鼓囊囊 皮肤被身体撑裂 不断有浓水流淌出来 异常丑陋 更让人恶心的是 不时有一只只形态各异的妖兽 从他皮肤裂口处钻出来 刚出生 妖兽连眼睛都睁不开 就舔是畸形轻牛流出的浓水 从练气漆妖兽 瞬间成长为助击漆妖兽 然后离开这里 这 这是妖兽的源头 铭中低声说道 语气中充满愤怒 死死地盯着畸形轻牛 两眼通红 指甲卡进掌心 恨不得立即杀死这头畸形轻牛 这是师父的阿青 阴阳天印失声惊呼 虽然形象大变 但他依旧认出来 这是盗祖的座器 阿青 我是阴阳天印啊 师父在哪里 猫 畸形轻牛被惊醒 两眼充满血丝和疯狂 他烦躁得四提踏地 把那些喝他浓水的妖兽 统统踩死 毫不在意 他眼中只有两人一印 尤其是那枚会说话的印章 他是盗祖的座器 江离在道宗 见过盗祖骑牛升天的画像 一人一牛同时成仙 他怎么也不能 把眼前的这头怪物 和那头仙气飘飘的轻牛 画上等号 畸形轻牛顶撞过来 阴阳天印完全不惧 选择最粗辱的打法 用印身和牛角碰撞 发出沉闷的声响 阿清你冷静 畸形轻牛完全不听阴阳天印说话 一牛一印牛打在一起 方圆几百里都以为平地 民中被江离互助 连一牛一印的胶手都看不清 只能听到延迟的胶战声 轻牛的猛声和阴阳天印的怒吼 畸形轻牛口吐光炮 形成几千公里的破坏路径 大地都在颤抖 阴阳天印正面接下这一击 被打得灰头土脸 阿清 你别逼我 你知道我的能力 我可以掌控你的因果 阴阳天印咆哮 民中没想到 和自己打得闹闹的阴阳天印 有如此愤怒的时候 阴阳天印惊恶 眼前这头轻牛 肯定是师父的坐骑 是出身九州的妖兽 就算成仙 他也应该能控制轻牛的因果 然而现在别说控制了 连看都看不到 阴阳天印一个狮神 被畸形轻牛顶飞 当他再飞回来 打算和阿清在大战三百回合的时候 却发现江离取代他的位置 和畸形轻牛对峙 一交手 江离就感受到 一股超越杜结期的距离 果真是鲜瘦无疑 他施展法相天地 努力压缩体积 成了一尊高达百米的巨人 和畸形轻牛体积相当 他背后伸出两只手 四只手握住畸形轻牛四脚 把他甩飞 撞到那棵他之前睡觉的大树 一枚破旧的戒指 从大树重弹出来 引起江离的注意 他捏住戒指 发现有一丝一缕的先例 从戒指中溢出 一处碰到外戒 就转化成海量灵气 这是 专门用来储存先例的储物戒 江离厅长存仙翁讲过 一般的仙人在下凡前 都会准备一枚装满 先例的特制储物戒 只能储存先例 但储存的量大的惊人 可以供先人几千几万年使用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食物 有些不确定 江离觉得 此地灵气浓郁 就是奇于此 他甚至有个更大胆的猜测 整片大陆的灵气 都来源于这枚戒指 你们是抢老爷戒指的坏人 把戒指还回来 畸形轻牛从地上打了个滚 口吐人言 原来你会说话 你是盗祖的坐骑 你们是抢老爷戒指的坏人 把戒指还回来 你们是抢老爷戒指的坏人 把戒指还回来 你们是抢老爷戒指的坏人 把戒指还回来 畸形轻牛不断重复这一句话 江离其实能看出来 这只轻牛也被玉外添魔污染 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刚才他说话 不过是心中一道执念 因而他只会重复这一句话 是谁要抢师父的戒指 阿清 回答我 阴阳天硬 还以为轻牛存有理智 连忙贺问 没用的 他已经不是你认识的阿清了 江离摇头 四手并用 锤打轻牛 然而 即便是把轻牛的牛脚砸断 轻牛也依旧在重复那句话 你们是抢老爷戒指的坏 人 把戒指还回来 江离明白了 轻牛几千年来 一直守护在这枚戒指旁 等待盗祖回来 也依靠着戒指内的先例 残活至今 也幸亏轻牛没有离开这里 他但凡去一趟人类那边 人类早就死光了 发狂的仙兽 九州都没多少手段能拦得住 江离摁住轻牛 阴阳天硬慢慢飞到轻牛眼前 用复杂的语气说了句 阿清 他还记得那一日 杨柳依依 微风和煦 小夕缠缠 阿清卧睡在柳树下 师父整着阿清 卧着自己 露出若有所思的微笑 怎么再见面的时候 已是物是人非 阿清发疯 师父消失 只留下孤零零的他 阴阳天硬的 道隐蔭在轻牛的眼中 一滴滴混着血的泪水流淌 触碰到地面 发出呲呲的声音 杀了我 轻牛发出断断续续的微弱声音 阿清 你恢复神志了 阴阳天硬惊喜 你们是抢老爷戒指的坏人 把戒指还回来 阿清咆哮 接着又用一种哀求的语气说道 杀了我 阴阳天硬长叹一声 知道阿清处在痛苦之中 一心求死 他请姜黎出手 给阿清一个痛快 姜黎挥手 斩断阿清的头 轻牛虽死 却依旧不断有妖兽 从轻牛体内爬出 姜黎无奈 只好把阿清的尸体 烧成灰烬 姜黎还以为 玉外天魔只能污染下界之人 却不曾想 连仙兽都能污染 轻牛的身体 明显被玉外天魔改造过 姜黎在他的体内 感受到许多种 妖兽的血液 飞禽走兽 无所不寒 也幸亏青牛是仙兽之身 不然身体里 有这么复杂 且不兼容的血液 早就死了 当青牛化作灰烬的那一刻 明中不顾形象 嚎啕大哭 自己最开始 找到江黎和阴阳天硬 只是想和对方谈一谈 看在同为智慧生命的份上 请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 谁能想到 这一人一印 强大到难以想象 上午认识的他们 傍晚时分 就已经解决了 明中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他狠狠扇了自己两巴掌 疼痛告诉他 这一切不是梦 是真的 为了要妖兽对抗 他们放弃感情 专心发展科技 然而几千年过去 他们的领地却越来越小 人类近乎绝望 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 没有说 而现在 人类终于见到胜利的曙光 阿青没了 师父又在哪里 明中是高兴了 但道祖却依旧没有踪迹 阴阳天硬闷闷不乐 将里把道祖的储物界 交给阴阳天硬 不方便拿着 便用头顶着储物界 继续前进 阿青所在的位置 已经位于大陆边缘 两人一应前进了不到一千公里 就立在一处悬崖边上 前方没了路 这里是大陆尽头 再往前走 就要离开大陆 突破引力 去往浩瀚宇宙 阴阳天硬依旧不放弃 闷头跳进深不见底的悬崖 江里也拉着明中一起跳下去 明中只觉得脑袋一猛 感觉整个人像是潜入深海 压强压得喘不过气来 不知过了多久 大陆的另一面 这同样是人类从未到过的地方 大陆侧边有很强的压力 足以把几百吨钢筋压成几毫米厚的纸 以他们的科技水平 还造不出来能承受这种压强的材料 要不是有江离护着他 当他跳入悬崖的一刹那 就要被压成人柄 好嘿 明中踏入大陆另一侧 发现这里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幸好还有江离在他旁边 说出的话令他十分安心 别担心 你只是瞎了 哦 太好了 我还以为是大陆反面没有太阳 明中松了口气 这话你都信吗 即便阴阳天印心情不好 也忍不住吐槽 江离抛出一根赤语 发出温和的光芒 照亮方圆几十里 阴阳天印和江离都可以用神石扫描 不必要求有光 他这样做是为了照顾明中 连体肤有发光功能 明中打开以后 浑身都散发着微弱的青色光芒 而且走路还磕磕绊绊的 看起来像是身形飘忽不定 跟鬼一样 江离看不下去 这才拿出金屋之语 让明中赶紧关了连体肤的灯 明中这才看清 大陆另一面是什么模样 光秃秃一片 大块石头连成一体 连一颗草都没有 江离和阴阳天印都张开神石 在大陆背面走动 寻找道祖的痕迹 然而 这里除了石头 什么都没有 两人一印 从大陆背面回到人类这边 只是他们谁都没有进城的打算 阴阳天印又从人类领域 去往妖兽领域 依旧什么都没有找到 阴阳天印坐在一处高山上 望着星空 愣愣出神 江离和明中陪在他身边 高山上零下几十度 常年大风暴雪 寒冷刺骨 阴阳天印就这么待着 任由积雪掩埋自己 一人一印都知道 道祖的座棋 被域外天魔污染 储存先例的储物界也不在身上 道祖的处境可能非常不妙 他们有心帮忙 却连道祖的人影都找不到 江离像是想起什么 一跃而起 突破引力束缚 飞到临近的星球 俯视整座大陆 沉没了 他连接白红图 白红图和长存仙翁的虚影 站在旁边 看到整座大陆 泪流满面 第二天 江离把明中送回人类那边 又回到妖兽领域 杀掉所有合体漆和化神漆妖兽 挖出被雪埋在下面的阴阳天印 回去吧 道祖不在这里 你胡说 咱们在哪都找不到道祖 他也许只是在这里 留下座棋和储物界 自己离开这里 在其他世界合于外天魔交战 无暇顾及阿青 只有他本人在这里 才会显示这种因果 江离摇头 你的因果之力 三番五次出现问题 这次同样如此 是你感应错了 我不信 阴阳天印的硬身 正面对准江离 像是恶狠狠地看着他 我知道了 你是觉得找师父太麻烦 想把我骗回九州 你冷静一下 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不是不帮你找 而是道祖不在这个世界 待在这里只是徒劳 你又不知道道祖在哪 道祖若是战胜域外天魔 迟早也要回九州看看 你不妨先随我回九州 你说谎 你就是想把我骗回九州 让我当什么大阵的阵眼 阴阳天印状态明显不太稳定 他心智尚未成熟 情绪波动极大 也不能理性思考 对 你有问题 我看不到阿清的因果 因为他被徒外天魔改造过 我也看不到你的因果 你也被徒外天魔改造过 说不定 你就是徒外天魔 阴阳天印微微颤抖 越说越觉得自己接近真相 胡言 江离愤怒 伸手就要去拿捏阴阳天印 任谁被骂成徒外天魔也要恼火 就如同前世的特殊年代 被骂叛徒 在九州 我不敢施展全力 在这个世界我可没有忌惮 阴阳天印不惧江离 映身发出璀璨的白光 如同第二个太阳 孕育无穷生机 我要让这座大陆生出灵质 这座大陆有多大 出来之时 江离不知答案 而他这几日在大陆来回穿梭 发觉大陆 有九州世界的两州之地大小 更直观地说 有几十颗行星展开那么大 如今这样一座大陆产生灵质 会发生何等惊天动地的动静 大陆剧烈颤抖 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地震 千米高山顷刻倒塌 砸死无数妖兽 海洋底部开裂 海水从裂痕中流出 分离无数 化海为浆 洪水泛滥肆虐 妖兽四散逃离 突然天空一片漆黑 阴阳天印抬头看去 发现竟然是一根眼睫毛 把视线内的天空都遮住了 神识扩散到极致 他终于看清 遮挡天空的东西 开始不可控制地颤抖 盗祖的脸 江离曾站在其他星辰上 眺望大陆 终于识得全貌 整座大陆是一具仙尸 更准确地说 是盗祖的仙尸 盗祖的仙尸 庞大到两周之地 几十颗行星大小 日月星辰都围绕他旋转 组成这个世界的人类 所看到的宇宙 妖兽在盗祖的大腿 到脑袋之间活动 人类在小腿和脚之间活动 江离没见过这种情况 让长存仙翁看看 长存仙翁痛哭流涕 悲从心来 对着盗祖尸体 磕了九个响头 说这是有人 把盗祖的尸体 炼化成如此庞大的模样 但他无法理解 这样做的目的 江离也觉得 玉外天魔作的 但他不能理解 这样做的目的 若有能力和功夫 把盗祖尸体炼化成大陆 为什么不把这里的人都杀掉 反而多此一举地 通过污染妖兽 让妖兽杀掉人类 考虑到阴阳天印 心智不够健全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江离本打算 让他回到九州 等他成熟一些 再把事情告诉他 谁知道这小子 直接把整座大陆复活了 不 这不可能 阴阳天印知道 自己能点化的 只有死物 而师父怎么可能会死 他可是自号盗祖的人 有命格承受这个称号 甚至有可能是 先借盗祖的化身 这种人 怎么可能会死 无论阴阳天印相信与否 盗祖的尸体就在眼前 而自己刚刚赋予了灵智 天印你个王八蛋 赶紧把盗祖尸体的灵智抹除 我 我控制不了他了 如果只是一片大陆 阴阳天印可以随意 给予抹除灵智 但这是盗祖的尸体 一具比寻常仙人 要墙上不知多少的仙尸 产生灵智后 出于下意识的自我保护 会阻断阴阳天印的影响 你就该待在道宗再练急转 江离破口大骂 个头不大 惹尸的本事比谁都大 所幸 盗祖仙尸产生灵智后 意识微弱 不能控制这么大的身体 目前只有脑袋能动 手臂都是僵硬的 对人类影响不算大 要是等他全身活动 手脚伸展 在小腿上生活的人类 一个都活不下来 不就是个头大吗 谁还不能长高 江离怒吼一声 施展法相天地 同样大到无法想象 他压住盗祖的双手 抵住脑袋 自己扬神出窍 钻入盗祖眉心 盗祖灵台一片衰败之警 只有一道白袍虚影立在其中 眉头微皱 不能理解现在的状况 他内心很烦躁 想要毁灭些什么 他知道自己有这个力量 但不能很好的控制 他想要控制身体 直觉告诉他 一旦他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 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盗祖心产生的灵智 且虚影有逐渐凝实的趋势 虽然你可能不知道 你不应该出现 但对不住了 江离阳神炽热 对连灵魂都算不上的盗祖虚影 产生极强的克制作用 盗祖生前倒数无双 但他的虚影就像红尘仙子 对生前之事一概不知 不会一点倒数 只能凭借本能胡乱出招 但这样笨拙的他 怎么可能战胜江离 很快就被江离消灭 阳神归翘 江离又把盗祖 抬起来的脑袋摁了回去 这撑不上一场战斗 只是在给阴阳天鹰擦屁股 所以江离把阴阳天鹰捏在手里 打得他硬身裂开 只是这一次 阴阳天鹰没有哭泣 只是默默忍着疼痛 他也知道自己犯了大错 事情结束 但谜团依旧有许多 让江离皱眉 他忽然想起来 自己最开始的时候 问过系统商店 有没有卖核弹的 系统的回答是 请诉主先前往其他世界 他换出商店界面 发现内容果然更新 有了这个世界的东西 猪如光脑 仿羊蛋等等 价格也不贵 这些东西 他暂时还不需要 要买的另有其物 他在一片高科技商品中 找到一块格格不入的古物 是一块石碑 需要花费几十万元点 而商店对石碑的介绍是 盗祖弥留之际留下的信息 江离知道自己猜对了 盗祖这种大人物 不可能一点东西 都留不下来 要想在这里 找到盗祖的东西 可能要花费几年时间 用神识一点点搜 太浪费时间 江离选择直接买下来 也就几十本 合体七公法的事 仙界移民们 如果你们能看到这块碑文 说明你们已经战胜了阿清 也就是我的坐骑 仙界发生大乱 无奈之下 我带着你们的仙祖 逃到这个世界 敌人紧追 大战 对方太过强大 拜 把自己炼化成大陆 为你们提供容流之地 这样他们就不敢 但他们误燃我的阿清 我已经无力阻止 抱歉 不知道这块石碑放在哪里 损坏严重 只能看清一部分刺激 九州和仙界 用的是同一种语言 江离见碑文是九州语 还以为是写给九州人看到 而看过碑文内容后 他觉得 这是写给民中 这些仙界移民的 江离来到这里后 学会了这个世界的语言 看来是民中他们 在漫长的历史中 忘记了自己的语言 江离知道 仙界中也不全是仙人 仙人也有后代 也需要有人为他们服务 仙界中也有为成仙的修士 盗祖带走的仙界移民 应该就是这群人 只是盗祖死后 不知出了什么变故 民中他们忘记了来历 选择走上一条科技之路 能否用原点补全石碑 本商品不支持原点补全 看在这回有用的份上 江离没抱怨 系统无能 石碑解释了一些问题 但还是没有让江离明白 为什么域外天魔 没有杀死民中他们 用盗祖的话说 是不敢 江离把石碑 带给阴阳天印和民中看 说自己再盗祖没心找到的 原来我们来自仙界 民中沉默了一会 很快就接受他们的身份 而知道民中 他们是盗祖要保护的人 阴阳天印在伤心之余 也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好感 既然是盗祖留给你们的东西 这块碑就归你们了 江离把石碑交给民中 准备离开 咱们以后还能见面吗 江离似笑非笑地说道 这个就要看能不能找到 成亲的梵天塔了 以梵天塔的能力 造一条九州连接民中他们世界的通道 应该不成问题 民中不解其意 反倒是阴阳天印坚定地说道 会找到的 一人一印离开后 民中拿出一个按钮 光脑出现 没有感情地问道 总统506号 现在还没有达到后级时代峰值 是否提前开启爆发时代 这个问题光脑问了三遍 民中也不厌其烦地确认了三遍 终于按下按钮 如今 大陆被江离消灭的 只剩下元英七妖兽 以人类的技术 足可以战胜他们 取回失去的领土 是时候让人类再度拥有感情了 江离世了是 不能把阴阳天印 通过系统提供的传送通道 带回九州 好在一人一印的共同点 就是身体结实 不惧虚空乱流 有系统提供的坐标点 将离破碎空间 通过虚空回到九州 然后他们就被大阵拦在外面 自己装的门 自己开不开 有欲外天魔 是江哥 身为阵眼的天荒疾 还以为有欲外天魔入侵 刚扯了半嗓子 就连忙停住 天 即看到江离身边 跟着阴阳天印 很不舒服 有种被背叛的感觉 明明是我先来的 江离把阴阳天印带回道宗 有过此番经历 他也不再想着什么领保皇朝 而是选择守在九州 师父被欲外天魔所害 此仇不报 不为仙气 在九州 不怕没有欲外天魔杀 江离把事情经过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 白红图和长存仙翁 虽然他们通过摇摇通讯符 已经看到道祖的仙师 但在听江离讲述 又是另一番感受 能不能感受到 非生前辈们的因果 阴阳天印晃晃身子 不能 就像是完全消失一样 江离两手交叉 撑住下巴 陷入沉思 阴阳天印感受到道祖的因果 就在那片大路上 可见 他的因果之力并非无用 他感受不到阿清的因果 可能是因为对方 被欲外天魔改造了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 那些非生的前辈 难道也都 可是不对 为什么他也看不到自己的因果 自己可是从18岁开始 土生土长的九州人 总不可能自己前世 失于外天魔吧 用不用把灵宝们的灵智都抹除 阴阳天印老老实实地立在桌子上 依附你们说什么 我们就干什么的样子 他又补充道 先说好阿 仙气的灵智我可消不掉 他们现在应该都产生灵魂了 其他灵宝都可以 他们产生灵魂的速度 没仙气快 抹除吧 虽然还真有点舍不得 白红图遗憾地说道 江离你不是说过吗 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 我认为 灵宝有灵智 也是双刃剑 我们担心灵宝伤人 但灵宝也可以增加修饰的攻击手段 我在道宗临时举办了一次比赛 让和主人关系好的灵宝弟子也参加比赛 并允许他们使用灵宝 结果出人意料 灵宝和他们的主人仿佛心意相通 用起来非常顺手 而且灵宝还有自己的意识 主动帮助主人进攻 整体实力都有提高 外门弟子战胜内门弟子 内门弟子战胜核心弟子 在比赛中常有发声 白红图还拿出他的洛宇剑 这是我的剑 我现在让他学习剑法 进步很快 说吧 洛宇剑自己抖了个剑花 竟学到白红图剑法的三分神髓 不是我吹 大家都知道我白红图可是有剑仙之称 比某些人这种 只会一招新剑的剑法强上太多 这可是我家洛宇剑 可是才学了几天的成果 白红图给众人展示 灵宝产生灵智的好处 江黎觉得自己有被内涵 不 暂时不用消除灵宝的灵智 江黎说道 让阴阳天映和长存仙翁都不解 白红图充满稀记的看着江黎 他就知道江黎能想到解决办法 江黎在民中的世界找到了灵感 先做一次实验 从大洲开始 我会说服机指的 具体来说 是让大洲颁布一道律法 灵宝不是仙气 不能维持自身 我们可以给予灵宝们一定的权利 例如帮助他们提升品质 日常保养等等 并对灵宝们进行规则限制 第一不能伤害主人 第二领宝必须服从主人给予他的命令 当该命令与第一规则冲突时例外 第三领宝在不违反第一 第二规则的情况下 要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存 以及额外规则 必须保护九州人族的整体利益 不受伤害 前三条规定 都是在这一前提下才能成立 考虑到大洲独特 即便成功了 其他皇朝颁布律法的效果 也不见得好 我记着道宗 有人修行很冷门的契约之道 可以尝试把这三条规则和额外规则 用契约指定下来 让领宝主人和领宝签订契约 白红图和长存先翁 心中算了算 没找到什么规则漏洞 对江离这这一想法 则则称奇 若是能成功推行 九州的实力将会有一个飞跃 自然支持 至于阴阳天印 有规则漏洞他也不能发现 你接下来做什么 去其他世界找仙妾 白红图问道 看样子 是一点也不给江离休息的时间 不 我有个新的想法 要尝试一下 阴阳天印留在道宗 此时基旨正在和大臣们激烈讨论 陈认为应当用律法约束领宝 既然领宝产生灵制 就如同妖兽来到我大洲 放弃他们弱肉强食那一套 理应属于律法管辖范围 给予领宝权利 并要求他们履行义务 左相拱手说道 左相此言诧异 领宝自古就属于物体 岂可赋予其权利 这与传统不符 与一般理念不符 我们还是应当把领宝当作家畜对待 承认他们有生命 但我们可以随意生杀掠夺 右相反驳左相 领宝生灵制 乃是万年都不曾有过的变化 岂能以传统不符为理由 应循守旧 律法若不能适应时代 那被抛弃的就不只是律法 还有我们大洲 刑部尚书修要威严耸听 威严耸听 刑部尚书冷笑一声 说实话算什么威严耸听 太祖可遨游时间长河 自然早就预料到今日变化 他立的法 只规定了人族要妖族的权利义务 没有提到领宝 说明不需要把领宝特殊对待 太祖要是能预料到一切 那他怎么不说 什么时候与外天谋回来 你敢质疑太祖 右相 大家都老老实实讨论问题 就你在这里瞎扣帽子 姬子怒了 把领宝纳入我大洲律法 姬子盖官定论 以律法约束有灵制的领宝 对我大洲国运大有弊异 姬子以不容反驳的语气说道 讨论下一个议题 如何规定适合领宝的律法 众大臣称是 都明白周皇说的道理 大洲国运在于律法 若有人不遵守律法 国运则衰减 相反 若有更多的人遵守律法 那国运可增长 这里的人并不单纯指人族 而是一切有智慧的生命 比如人族 比如妖族 再比如有灵制的领宝 大洲有多少领宝 谁都不知道确切的数字 但谁都知道 这个数可能要比自己想象的要多 上品灵器十个修士 都不见得有一件 但下品灵器 据机制估算 平均每三个修士手里 就有一件下品灵器 若这些灵器都能遵守大洲律法 那国运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强 然而 决定立法容易 难的是如何立法 若立的法不合理 一旦搬不出去 灵器不遵守 钻空子 那对国运的损害可就太大了 众多大臣不断提出见解 又不断被其他人找到漏洞 当补上一个漏洞后 还会出现新的漏洞 让众人颇为苦恼 我提一付与灵宝和人一样的权利 灵宝要是在交战的时候断开 难道要让人偿命 灵宝杀人怎么办 那就禁止灵宝杀人 灵宝不能杀人 修士斗法靠纹斗吗 灵宝必须服从主人的一切命令 主人用灵宝自杀怎么办 算灵宝杀人还是自杀 以前立心法 好歹还有旧法做参考 这回给灵宝立法 那可就纯粹是无中生有 凭空造法了 江丽飘在大洲皇宫上空 一直等到大臣们从养心殿离开 他才去找姬子 姬子一脸憔悴 精神违靡 江丽剑了都吓了一大跳 你这是被人下毒了 还是进入天人武衰 姬子白了他一眼 会不会说话 我这是发愁愁的 因为刚才大臣们的讨论 还不是道宝那个破天硬闹的 让所有灵宝都产生灵智 姬子抱怨 要不你听听我的想法 江丽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此事 把自己在道宝的想法 又重复一遍 听得姬子两眼冒光 妙啊江兄 姬子一听就明白过来 姬黎提出的这三条规则 和额外规则 杜绝了灵宝反杀主人的情况 定下整体基调 这个基调定下来 那剩下的戏之末节 很快就能补充完善 姬子同意后 姬黎需要找一个地方 闭关几天 于是久违地回到仁皇殿 仁皇殿地位超然 位于九州中心 阁中高手除去姬黎 还有六位统领 一位杜杰妻 五位合体后妻 除此之外 还有百名仁皇护卫 姬黎不在 这位杜杰妻 就常年坐镇仁皇殿 其实原本还有一位杜杰妻统领 但在姬黎继位前 就在和预外天魔的交战中陨落 实为可惜 殿主 立在仁皇殿的两位护卫 见到姬黎 眼睛一亮 连忙把笔直的身体力得更加挺拔 他们有种感动想哭的冲动 多久了 他们有多久没见过殿主了 起初 他们加入仁皇护卫 以为能天天瞻仁皇尊荣 谁想到几十年过去了 仁皇回仁皇殿的次数 屈指可数 那几次 还不是他们值班 据同僚们说 殿主去道宗 都比回仁皇殿的次数多 身为几十年的人皇护卫 第一次见到真仁皇 不容易 姬黎回到自己的专属洞府 开始闭关 他奋笔集书 合体七功法像是大白菜一样不值钱 轻易就写了出来 有时候超常发挥 还能写出一本度节七功法 十日过后 洞府里的 功法堆的满地都是 连下角的地方都没有 通通卖给系统 用于获得大量原点 系统大概也没想到 姬黎能写出如此多的功法 差点死机 这些功法数量多 质量低 练成了也没什么用 比如 吞天式地功 修炼此功法者 十量比同境界之人大十倍 除此之外并无任何作用 再比如 无念无想功 修炼此功法者 可以无念无想 快速入眠 话虽如此 但也是实打实的 能练到合体七的功法 系统也只能按照 合体七功法的标准收购 姜黎写的功法量大管购 原点不断翻滚 最终系统收购了所有的功法 显示出姜黎的原点 原点 什么情况 姜黎不解 从商店随意买了件东西 发现原点还是显示 虽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但姜黎知道 貌似实现了原点自由 当姜黎从商店买到盗祖石碑就知道 商店里的东西并非凭空造物 而是确实存在 不然没理由去了其他世界商店才更新 所以 找到剩下先期的方法 就很明显了 购买梵天塔大如字帖 如意葫芦 塌山石 龙珠 古金剑 姜黎在商店找到这些仙器 一一点击购买 为什么非要去其他世界 网顾不香吗 洞府出现六道光圈 仙器从光圈掉落 发生了什么 这是哪 我都快建立皇朝了 是江人皇 仙器们七嘴八舌地讨论 他们刚在其他世界 没享受几天逍遥日子 就被姜黎用卫之方法拉了回来 至于逃跑 面对早有准备的姜黎 这些仙器一个都跑不掉 然而也并非找到所有的仙器 梵天塔并没有从光圈里掉出来 江里看到光圈颤抖了一下 然后恢复平静 他想把梵天塔拉回来 但还没来得及动手 梵天塔就逃之夭夭了 不亏是掌握空间之力的仙器 用系统都抓不住你 江里也不着急 他用商店买下仙器是取巧 笨办法也有 利用阴阳天印的因果之力 梵天塔逃到哪里 他都能找到 不过是费些时间 至于古金剑的光圈 一点动静都没有 江里猜想是古金剑逃到时间长河中 那里空间手段无用 系统也没办法 他正准备动身去找梵天塔 却见系统发布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任务 任务是什么不重要 吸引江里的是任务奖励 任务奖励 开启特殊任务寻找成仙天梯碎片 发布任务 你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学院后 有众多美女向你讨教学习 私下交流甚密 引起男生不满 其中有人花重金聘请天沙阁杀手 请你躲避天沙阁杀手的暗杀 此任务不可放弃 任务奖励 开启特殊任务寻找成仙天梯碎片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除去第一次新手任务不能放弃 江里还是第一次碰见不可放弃的任务 换句话说 在系统的认知中 此次任务准确地说是任务奖励 至关重要 天沙阁 江里当然听说过这个组织 这可是九州顶级杀手组织 和天机楼是竞争对手 天沙阁负责杀高阶修士 天机楼转高阶修士的灵石 两个组织矛盾积攒已久 江里估摸着在系统的认知里 自己已经在学院待了一个多月 是筑基中期 而天沙阁最低级的杀手 都是金丹七 这是一个在系统看来极度危险的任务 而对于江里来说 这个任务的难度也不小 在人族的皇朝中 要说哪个皇朝最崇尚武力 当属天元皇朝 天沙阁就位于天元皇朝的皇城之中 光明正大的立着天沙阁的牌子 受到天元人的追捧 生意极好 和喜欢秩序的天机楼不同 天沙阁就是要在最混乱的地方 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 天元皇朝 人人皆有仇人 人人皆想杀人 但又杀不掉 这时候就显出天沙阁的作用 要是天沙阁开在大洲皇朝 第二天就会因非法组织而取缔 天沙阁的杀手 有甲乙柄三等 负责沙化神七 元英七和金丹七 除此之外 还有合体后七 与合体巅峰的正副阁主 专杀合体七修士 此时 贾等杀手和正副阁主齐聚一堂 讨论一个对天沙阁尤为重要的问题 咱们分为贾以柄三等 会不会显得没文化 我正在考虑换一个等级名称 谁有什么好想法 阁主缓缓问道 让重杀手开始沉思 确实 贾以柄听起来不够威风 气势上就若许多 换一个好听又霸气的等级也好 金牌杀手 银牌杀手 铜牌杀手如何 副阁主提出建设性意见 不好不好 大家都是修士 金银铜是凡人才用到的财物 我等岂能以凡人的物品问等级 一名假等杀手反驳 既然金银铜不好 那就用零食 下品杀手 中品杀手 上品杀手 两位阁主就是极品杀手 另一名假等杀手 顺着思路往下说 阁主责了一声 极品杀手 听起来怎么像骂人一样 而且把金丹七杀手称为下品 他们会不会不满意 不妥 天等杀手 地等杀手 人等杀手怎么样 这可是三才之道 可以显得咱们有文化 一名饱读诗书的假等杀手说道 人们只知道天地人 却很少知道这是三才之道 有假等杀手皱眉 咱们不过是化神妻 哪里有命格承受天这等称号 若非初代阁主 在仙界成为掌握 捷天七杀杯的那位弟子 咱们也不敢叫天杀阁 那一级杀手 二级杀手 三级杀手 还不如假一柄好听 众杀手齐生 正在众杀手积极讨论之时 有一等杀手推门入 正在开会就随意进来 懂不懂规矩 阁主怒斥 一等杀手 在正负阁主 和一众假等杀手的注视下 两腿发抖 颤颤巍巍地说道 阁主 是您说 亦有您妹妹的消息 立刻告诉您 您的妹妹送来一张帖子 一等杀 把大红席帖 放在距离门最近的桌边 不敢在这里多待 立即逃掉了 看气氛这么凝重 刚才一定是在讨论 什么严肃的话题 一说是阁主的妹妹 大家的注意力 都放在这张帖子上 心中生起不好的预感 阁主的妹妹 也是一名假等杀手 还是假等杀手中 唯一一名女性 冷酷靓丽 尤其是那一身 黑色劲爆着装 凸显出傲人的身姿 几乎所有假等杀手 都对她有点意思 亲切地称呼她为小师妹 三十年前 天杀阁来了一个大单子 有人花重金 请天杀阁杀一名合体器修士 这本该是两位阁主要做的任务 阁主妹妹起了好胜心 非要去做这个任务 阁主拗不过她 只得同意 阁主妹妹身为化神器修士 知道和合体器之间有多大差距 自然不会直接去暗杀 她制定了一个周密计划 打算先潜入那名合体器修士的宗门 再成为那人的弟子 等到对方完全对她放心 就可以进行暗杀 为了不泄密 阁主妹妹在执行任务期间 一直没有传来音讯 众杀手担心 却也不敢联系她 万一被那名合体器修士察觉到什么 阁主妹妹凶多吉少 这一晃三十年过去 终于传来讯息 众杀手都迫不及待地 想看待小师妹说了什么 只是为什么是张喜帖 阁主一打开喜帖 划出来一颗小型流饮时 注入灵气 很快就有妹妹的虚影出现 曾经冷若冰霜的妹妹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娇羞的妹妹 阁主从未见过妹妹有这种表情 哥哥 好久不见 妹妹甜甜地笑着 洋溢着喜悦 我要和师尊结婚了 一定要来啊 妹妹把他师尊拉过来 是一名帅气的男子 正是要暗杀的对象 不只是阁主吐血 一种甲等杀手 也有种心碎的感觉 合体巅峰的阁主 脸色苍白 魂不守舍 让副阁主主持天杀阁 说自己从今日起 就是半饮退状态 临走前 他留下一句话 大家都是为了魂口饭吃 不用把自己也搭上 副阁主对阁主妹妹没有兴趣 他想要的是阁主位置 他自然不会说 三十年前的任务 是他和那位合体七一起发布 那位合体七是有名的玉女高手 对阁主妹妹亏去已久 自己则是对阁主位置亏去已久 两人一拍即合 才有了这次计划 从阁主妹妹要接任务 到制定拜师计划 都有副阁主的影子 什么拜师 孤男寡女长处一世 还怕不能日久生情 副阁主还没高兴多久 那名一等杀手 又匆匆忙忙地跑进来 慌慌张张地 成何体统 副阁主显示自己的威严 故作严肃 然而 这次一等杀手 却顾不上害怕 大喊道 有人发布了 要杀江人皇的任务 这一刻 副阁主是绝望的 他觉得自己 可能会成为天杀阁 最后一任阁主 正如阁主叮嘱大家的那句 大家都是为了魂口饭吃 不用把自己也搭上 天杀阁有对应的宗旨 挂在大厅最醒悟的位置 小本生意 诚信经营 不杀杜杰漆 谁发布的任务 眼瞎 我们连杜杰漆都不杀 拿头给你杀大成七的江人皇 副阁主怒气冲冲地走下来 杀一沸腾 他倒是要看看 是哪个不长眼的 敢发布这种送命的任务 此时经过伪装的江黎 正在吐苦水 我跟你讲 江人皇他无恶不作 杀人如麻 喜欢当着众人的面 侮辱他人妻女 我有一个朋友的妻女 就是被江人皇这样对待的 杀江人皇需要多少零食 你说 要多少 我有多少 江黎装作一位 被江人皇折磨的苦难之人 大友和江人皇不死不休的架势 不断往外掏出几品零食 看得一众杀手直流口水 这可是大肥羊啊 天杀隔街的最贵的单子 都没这么多零食 要是能杀掉 住口 副阁主一下楼 就听到江黎这大逆不道的话 吓得魂飞魄散 江人皇岂能容忍污蔑 真的不接任务 江黎眯着眼睛 又掏出许多零食 只要你们去杀江人皇 不论成功还是失败 这些都是你们的 就连副阁主 都被江黎的豪气震到了 这么有钱的家伙 是从哪冒出来的 家里有极品零食矿 不接 滚 副阁主犹豫了一瞬间 立即回想起 在仙气鉴赏大会上 江人皇大战四方 仙气落荒而逃 不禁打了个寒战 杀江人皇 天杀阁又不是自杀阁 江黎叹气 一颗一颗把极品零食 收回储物界 动作缓慢 仿佛是展示给杀手们看 江黎离开后 有金牌杀手 偷偷问副阁主 要不要干一票 副阁主抽了他一个后脑勺 蠢货 我们要是干出截杀雇主的事情 第二天 天机楼就能把这个消息 当作免费消息 四处传播 说起天机楼副阁主就来气 不知道对方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能把江人皇 请到天机楼视察 他们天杀阁 怎么没这种好运气 江黎离开天杀阁以后 专门挑那种阴暗小道走 走了半天 都没见有杀手剑裁起义 来谋财害命 现在杀手都这么讲职业素养 江黎就知道 让天杀阁杀自己 没这么容易 所以才说 系统给的任务 不容易完成啊 江黎露出真面目 回到天杀阁 吓得傅阁主直接跪下 还以为江人皇知道 刚才有人向天杀阁 发布了杀他的任务 怀疑天杀阁接了任务 人皇 天地良心 我们天杀阁 可不敢接杀您的任务啊 不幸您可以问 刚才那混小子 我们天杀阁一块零石都没感受 见傅阁主大有把新窝子掏出来 证明清白的架势 江黎不耐烦地说道 刚才那个人就是我 我想体验被暗杀的感觉 快点 来杀我 听江黎这么说 傅阁主更是吓得抖刺筛康 哪里敢出手 从没听说过 有人想体验暗杀的 江人皇这是摆明了 要找个借口 除掉天杀阁呀 快点杀我 江黎立声喝道 生入惊雷 血气翻滚 犹如汪洋 波涛汹涌 合体后期的 傅阁主只觉得自己 如同一叶小舟 有随时轻浮的危险 傅阁主明白江黎的意思 他若是不出手 死的就会是他 不得已 傅阁主只能硬着头皮出手 他潜入阴影 无声无息 一众金牌杀手 亲眼看到傅阁主 进入阴影 却找不到半点踪迹 暗暗心惊 这就是合体器的 潜伏暗杀吗 好可怕 傅阁主像是一尾鲨鱼 在江黎脚底的阴影游动 寻找暗杀时机 突然他察觉到 江黎恍惚了一下 裹断出手 从背后钻出 用暗影做的匕首 试图割断江黎的脖子 咔嚓 匕首断裂 江黎毫发无损 不再出手 但并没有出现 系统的提示音 江黎仔细看了一下任务 觉得重点可能是躲避 于是面无表情地命令到 再杀我一次 傅阁主觉得 刚才的一击 把他这辈子的胆量 都用完了 杀人皇啊 还是最强的江人皇 说出去能吹一辈子 能被人皇的支持者 追杀一辈子 算了算了 别说出去 现在他听到江黎 不容置疑的命令 只好透支下辈子的胆量 再度施展暗杀术 这回江黎躲开了 但还是没有系统提示音 江黎想了想 有些不高兴地问道 你是不是没有真心杀我 傅阁主谄媚地说道 任劳说的那里话 我杀您 可是发自内心的 说完他就想抽自己 两个大嘴巴子 光想着顺着江黎的话 往下说了 也没过脑子 这话是能随便说的吗 万一任劳觉得 这是真心话怎么办 江黎瞥了他一眼 自然明白 傅阁主不是抱着杀心杀自己 系统 大概是要求天沙哥的杀手 有暗杀自己的心 装模作样地杀自己 假计划花钱杀自己失败 以计划漏才引诱杀自己失败 并计划强迫杀手杀自己失败 江黎只能执行丁计划 他装作离开 实则是隐身去翻找天沙哥 最近的暗杀计划 目光一凝 找到几个熟人 暗杀情乱 备注 金丹初期 元五行 备注 原因初期 地点 天元黄朝龙银城 建议派遗等杀手 越 至于暗杀原因 谁发布的任务 天沙哥是不管的 江黎自然也不可能从这里知道 去找元五行 看看杀手会不会顺手暗杀自己 天沙哥不是最喜欢顺手多杀几个人吗 江黎自语 这回真的离开天沙哥 我们要大力宣传今天的事情 副阁主说道 宣传您暗杀江人皇 之前挨血的金牌杀手问道 果不其然 又被削了一回 蠢货 当然是说 江人皇视察我们天沙哥 对我们做出重要指示 并亲切地指点我们暗杀术 副阁主想了想 继续说道 这样不够 天机楼有话 可是江人皇对咱们没什么好感 贸然把他挂上去 会不会惹他老人家生气 自己想办法 反正我就要结果 副阁主说完就离开 也不管手下能不能完成任务 几日后 一副江人皇在天沙哥的画卦 在大厅正中央 引无数人驻足欣赏 而更多是疑惑 敢问兄台 为何这幅画上 只有张孔虎一个人 在人皇殿吃饭 人皇呢 在天沙哥呀 在天沙哥发布任务 大家都是乔装打扮 偷偷摸摸的小声 和天沙哥杀手谈价钱 突然有一个人大喊道 凭什么我的价格 是别人的50倍 我告诉你 我早就打定好价钱了 杀一名金丹七 根本用不了这么多钱 你们天沙哥 这是打劫 这钱杀一名原因七都够了 那名蒙脸杀手解释道 你这名金丹七不同 是大洲的人 谁不知道大洲皇室 能追溯时光 在大洲杀人 那就是送命 要想杀人 必须把人引出大洲 然后才能杀 即便是这样 还是有很大的几率 被大洲发现并报复 做这单生意 是拿命在做 那人皱眉 他拿不出这么多钱 想了想 和对方似乎也没那么大的仇 只得放弃委托 杀手对这种场景见怪不怪 大洲皇朝 那可是杀手禁地 即便是他们天沙哥 也不愿意踏入 把价格定得高到离谱 不只是难度大 更重要的是 想用高昂的价格 把委托人吓退 天沙哥的杀手坐视严谨 接任务后 不会立即去杀人 而是要反复考察 确保目标实力稳定 并仔细研究目标的生活习惯 生活环境 修炼功法等 这才要杀人 情乱师徒 不会立即面临暗杀 江离也不会很早过去 他还有事情要做 帮乱哄哄的仙气们找到家 在路上 江离警告他们 谁要是赶跑 他就把谁扔回炉中重炼 有江离痛揍他们在前 又用不知名手段 把他们擒回来在后 众仙气哪里赶跑 连忙表示同意 江离先是把大儒自帖 送回儒教 此时 儒教正镇压了一群不听话的领保 向他们传授儒教经典 试图证明 有教无类是正确的 见大儒自帖回来 董中人大喜过望 向众领保展示一名 受到儒教熏陶的合格领保 是怎样的 干的娘 谁愿意听这种东西 我听董中书讲 都讲烦了 大儒自帖口土芬芳 众领保学别的不快 骂人的话 倒是一学就会 纷纷把大儒自帖当作榜样 董中人听到大儒自帖 儒骂儒教创始人 气得差点被过气去 但大儒自帖 身为祖师爷的仙气 地位极高 董中人若是惩戒他 那就违反了儒教提倡的等级秩序 董中人只能生闷气 见儒教如此和谐 江里也就放心地前往海外 四海和彭来仙岛 都位于九州大陆反面 与盗族所化的大陆不同 九州大陆反面 同样也有太阳 因此生机勃勃 不时能看到 虾泻于浇腾出水面 肆意游动 九州大陆侧面 也没有恐怖的压力 修士可以随意前往四海 江里来到四海 发现这里 比往日冷清不少 修为高一点的妖兽 都不见踪影 只留下一群练气漆 虾兵蟹将守家 彭来仙岛正面临威胁 以前末岛主仗着他山石 经常欺负四海龙宫 四位龙王只能把泪水 往肚子里咽 同样是仙气 自己还有四剑 怎么就打不过他山石 因此 在仙气破戒离开后 四海龙王要一雪前耻 围攻蓬莱仙岛 大家都是邻居 也不欺负你 就是伏个软 叫声哥哥 让你知道 谁才是四海真正的主人 今日就是我们 妖兽战胜人族的第一步 墨岛主 龙王托我给您带个话 归城相向墨岛主喊话 只要您投降 好处大大的 有什么好处 绝美的墨岛主面 无表情地问道 归城相一起 说道 龙王们都说了 您看上哪位龙王 您可以让他入坠蓬莱仙岛 绝不反抗 墨岛主沉默了一会 想了想龙手人身的龙王 拔出翻着寒光的剑 战斗吧 不死不休 那可就别怪我们纳手摧花了 谈判破裂 东南西北四位龙王化为原形 长达万米的四爪巨龙 从海中升起 煞时间天地色变 雷声滚滚 巨龙在空中悬浮 自然而然地摆出波浪状 有种猙獰的美感 令人敬畏和向往 更有密密麻麻的 亿万虾兵蟹将 将海平面铺满 墨岛主立于悬崖边 任由下方海浪滔滔 拍打礁石 他只是静静地和四头真龙对峙 明明是蓬莱仙岛处于烈士 墨岛主却在气势上 压倒了四海龙王 一起上啊 我看你们谁敢留守 谁留守我瞧不起谁 墨岛主突然喝道 让四海龙王打了个机灵 他们对视一眼 耸个屁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 把墨岛主押回家做夫人的机会 上 就在龙王们鼓舞信心 大干一场的时候 一声不合十一的咳嗽传来 再有龙吟 海浪 海风 叫骂的嘈乱环境中格外清晰 可 我找到先气了 你们谁啊 四海龙王拿起四枚龙珠 拔腿就跑 虾兵蟹将见龙王逃走 也一呼而散 四处逃跑 墨岛主韩啸拿上他山石 追杀龙王 四海又恢复往常的活力 最后 江离来到天元皇宫 打算把如意葫芦 还给天元女皇 自己就去找元五行他们 玉影 我把你们天元皇朝的葫芦带回来了 江离和天元女皇玉影相识已久 曾经都是人皇后选 关系不错 可以相互称其名 江离找到天元女皇 发现她面如金纸 唯米不振 躺在寝宫 正被几名宫女服侍 哪里还有昔日那位女皇的霸气 这是怎么了 江离皱眉 她看得出来天元女皇是在装病 天元女皇驱散宫女 和江离独处 宫女走后 天元女皇也不装了 又恢复成原来那位君临天下的威严女皇 有人欲谋反 我给她们一个机会 天元女皇玉影原本出生在普通家庭 只是她从小生的好看 又有过人的天赋 待她长得亭亭玉丽之时 当时的天元太子 看上了玉影的美貌盒 父 立她为太子妃 还给她服下许多天才地宝 欲把她培养成人皇后选 让太子妃当人皇 天元皇朝的想法路人皆知 人皇后选并非由什么人决定 而是由九州地脉选出来的 九州地脉 自然不会在意玉影的身份 她顺利成为人皇后选 她的天赋 在人皇后选中也是出类拔萃 极有可能成为人皇 然而 在那一届人皇后选中 有恐怖到令人绝望的江黎 她注定只能沦为陪衬 她知道 不可能超越江黎成为人皇 便主动退出竞争 回到太子身边 那时 她已经是合体妻 太子对玉影的选择感到愤怒 她不管什么江黎不江黎的 她只知道 原本能有一位人皇妻子 可以任由她玩弄 这令她有种征服感 而现在 没了 太子还以为玉影是那个小家族出身 可以随意欺负的女儿 玉影从成为太子妃的第一天 就被她打骂 现如今 太子还觉得 可以这样对她 玉影反抗 而她的反抗 令太子愤怒 两人扭打在一起 同为合体器的太子 在玉影手中走不过十招 就被杀死 若非有将离在 玉影才是最有可能成为人皇的人 白红图都没信心能争过她 天元皇得知儿子惨死 勃然大怒 携国运出战 欲斩杀这名蛇心独长女子 国运把天元皇的境界提升 道度节期 玉影本不可能战胜 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 如意葫芦脱离皇室控制 落到玉影手中 玉影手持仙气 经过一番激战 斩杀了天元皇 加冕为皇 成为天元女皇 现在一些皇室不死心 不忘过去的辉煌 此次见我失去如意葫芦 想联络一些朝外势力推翻我 我见他们磨磨唧唧的 怎么也想不完计划 索性装作走火入魔的迹象 引诱他们出手 姜黎沉默了一下 问道 你是想借此机会突破合体期 按理说三百年过去 同代的姜黎成为大成期 白红图也成为杜结期 玉影也该成为杜结期 但国运既是加持 也是限制 携带国运修炼 会增加无形阻力 玉影下床 雪白的蚕丝薄袜踩在地上 体态轻盈 没有一点声音 他坐到桌边 对姜黎没有丝毫隐瞒 是 生死间有大恐惧 也有大机缘 若是在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下去 不知何时 才能突破合体期 如意葫芦你先拿着 我若拿着葫芦 那就算不上什么生死考验 只有失去退路 才算得上真正的生死考验 所以 到时候我要是输了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死 不允许出手 否则我恨你一辈子 姜黎知道 玉影就是这个性格 便说道 其他仙气也被我找回来了 但知道的人还不多 我会告诉他们 让他们暂时保密 玉影嘴角微挑 露出一丝笑意 冰霜融化 美不胜收 主人 我好想你 如意葫芦从江丽腰间飞出 扑向玉影 当时仙气太多 我要是不装作同仇敌忾的样子 他们饶不了我的 主人你要原谅我啊 玉影把如意葫芦踩在脚下 狱卒隔着柔软的白袜 把葫芦踩得滚来滚去 然后一脚踢给江丽 盯着点 到时候 也别让他出手 还有个事情 算我的请求 玉影认真说道 如果那些人知道 你来到天元皇朝 会顾及你我之间的关系 不敢出手 能不能 请你对外说 你要去其他世界寻找仙气 最少要出去几个月 可以 江丽走后 几名宫女赶紧去请宫照顾玉影 顺便旁敲侧击地 问询江丽说了什么 玉影装作看不出宫女的心思 随口说 江丽要离开九州几个月 还说自己也想离开 看看不同的世界 其中一名宫女得到消息后 伺候了玉影一会 才把消息传出去 龙影城就在天元皇城不远处 是一座很繁华的城池 城中有化神器作证 两男一女 对现在的情况有些无奈 对不起 要不是因为我 你们早就能离开这里了 宋影眼眶红润 显然是哭过一次 情乱皱眉 她看不惯别人哭 尤其是看不惯宋影哭 怒道 龙家不讲理 强抢名女 咱们出手相助问心无愧 只是可恨偌大的龙影城 没有一个人有胆量出手 我早就提醒过你们 在天元皇朝历练是好事 但出手也是要考虑后果的 咱们暗中把龙家三少爷 做掉不就行了 你俩非要当众出手 袁武行身为秦乱的师父 希望秦乱和宋影 能在这次事情中常教训 秦乱和袁武行 来到人族皇朝中 最混乱的天元皇朝历练 宋影追随秦乱的脚步 也来到这里 自小生活在稳定 有秩序的大周 秦乱和宋影 对天元皇朝的混乱惊到了 这里的人 崇尚武力到极致 官府在这龙英城 只算一个大势力 龙家三少爷 当众抢抢他人妻子女儿 没有一个人赶出头 这要是放在大周 这三少爷能活多久 就要在大牢里住多久 管吃管住 秦乱和宋影感同身受 以助击巅峰的实力 把金丹七的龙家三少爷 和几个狗腿子 狠揍一顿 而且龙英城还时常举行大比 秦乱看上奖励 参加大比 再度遇上龙家三少爷 不顾对方威胁 直接把对方打残 心情舒畅 顺利结单 龙家三少爷 何时受过这种屈辱 当晚派袁英克卿出手 要杀掉秦乱 至于宋影 看起来挺漂亮的 收作小妾 谁料两人背后 还有袁英七的袁武行 以袁英初七 战胜老牌袁英克卿 三人都知道 再这么搞下去 非要惊动龙家化神老祖不可 便想离开 但有龙家这个地头蛇在 那里是这么好离开的 看起来 你们三个够得很充实 江黎笑呵呵地推门入 江人黄 即便变化了样貌 但三人都从语气和语调中 听出来是江黎的声音 您 您怎么来这里了 听说你们被天杀哥盯上了 我来看他热闹 江黎笑道 嗯 龙家派了杀手 要杀我们 三人都一惊 没想到龙家这么下血本 是杀你俩 没送影的事 江黎纠正 三人哪里不明白 龙家这是想杀掉师徒二人 强占送影 说说看 你们怎么惹到地头蛇了 江黎饶有兴趣地问道 袁武行以旁观者的视角 把事情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 秦乱和宋颖不时补充两句 陷入金龙家 守在龙鹰城周围 截杀我们 我当然可以逃掉 但我没信心保住秦乱和宋颖 龙家的化身老祖 不会搭理这种小事 龙家只能用元英修士强杀我们 他们担心我临死前 拉上一位元英七供奉 得不偿失 我们和龙家都陷入两难境点 我还想着他们要怎么做 没想到是派出杀手 其实袁武行说个开头将离 就猜个七七八八 老掉牙的事情了 龙家抢抢名女 少年路见不平 最终冲突升级 你们啊 还是太老实 摆脱不了大洲的习惯 龙家的事情很好解决 将离笑道 天元皇朝有天元皇朝的规矩 抢者为尊 下狠手 耍阴招 不讲离 要学会入乡随俗 您是人皇 有绝对的力量 当然什么都不怕 情乱不满地说道 被袁武行呵斥 将离也不闹 那我就给你试验一下 我现在是你在大洲的朋友 黄离 天赋一柄 和你一样 单成一品 随着将离说话间 深不可测的感觉消失 旁人看他只觉得 他是一名普通的修士 袁武行也只觉得他是金丹修士 而且金丹饱满 品质不低 在金丹前三品之列 至于具体是极品 他就看不出来了 那是化神修士才能做到的事情 看着我是怎么做的 将离还真就动用 只有金丹七的力量 神识等一切超过金丹七的手段 都不施展 龙家三儿子平时出现在哪里 情乱想了想 他被我打成重伤 理应卧床 但考虑到龙家财力 应该早就靠灵丹庙要治好了 不是在闹市欺男霸女 就是在某处擂台上和人比赛 我就是在闹市 碰到他当众抢名女的 将离点头 那就去闹市看看 武行你身为袁英长辈 在暗中跟着我们就好 被将离称为长辈 这可把袁武行吓得不轻 将离带着秦乱和宋颖下楼 袁武行在暗中跟随 戴好面纱 秦乱叮嘱宋颖 他知道宋颖长得漂亮 在这龙吟城很容易引起祸端 起初没有经验 经过龙家事情一闹 秦乱也知道要低调一点 宋颖用白纱轻轻遮住半张脸 又用宽大的草帽形成的阴影 挡住另外半张脸 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注意宋颖的模样 说起来宋颖为什么会来这里 碰巧来到天元皇朝 然后碰到秦乱了 将离不解 虽然事实和将离说的相差十万八千里 但宋颖也不好直说 自己是追随秦乱的脚步 来到混乱的天元皇朝 只能说是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你是喜欢我 追着我来到这里的 秦乱十分吃惊 经过玄妙秘境之行 他还以为宋颖喜欢自己 现在看来果然是想多了 宋颖对将离笑眯眯的 一点也看不出暗中握起袖拳 做出打人的架势 将离现在是金丹七 没用神识 看不到宋颖藏在袖子里的拳头 来到闹市 小商小贩沿街叫卖 十分热闹 将离在这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 也没碰见七男霸女的事情 倒是有不少小偷和假货 不知道秦乱和宋颖 是怎么一来到这里 就碰见强强名女的 看来龙家三儿子不在这里 说起来他叫什么 龙三水 他还有两个哥哥 龙大金 龙二伙 龙家挺有文化 还知道金木水活土 是啊 起初听到龙家都这么起名 我还以为师父是龙三水的店 秦乱连连点头 然后感觉被暗中的袁武行踹了一脚 龙三水果真在一处擂台上 意气风发 他大病出狱正是要好好发泄一番 因此设下一处擂台 这是十块中品零食 谁愿意上来被我打一顿 龙三水立在擂台中央 大有舍我其谁的架势 江林能看出来 这货的助击后期实力 全靠丹药堆上去的 这辈子也就是个 单成九品的金丹废人 但谁叫龙家有钱呢 我来 一位同样是助击后期的修士 登上擂台 跟机身后比龙三水强上许多 然而这名修士 很快就被龙三水乱七八糟的攻击 打得手忙脚乱 最终倒在地上 被龙三水狠揍一顿 爽 龙三水扬眉吐气 把零食丢给这名修士 让他滚下台 这孙子是在花零食买沙包 情乱低语 这是二十块中品零食 谁愿意上来被我打一顿 龙三水拿出更多的零食 在场之人都明白 零食越多被打得越惨 但还是有许多人愿意上台 我我我 我抗奏 我喊的声音最大 我是金丹修士 在一众叫喊中 就数江里喊的最大声 众人都惊诧回头 你一个金丹修士 跑到我们筑机修士堆里做什么 有金丹修士当沙包 龙三水自然选择江里 我有个条件 江里上台后说道 要先给我零食 龙三水二话不说 直接把零食丢给江里 不担心江里拿了钱就跑 这附近有缘因七供奉 他一个金丹修士翻不了天 江里拿着零食袋颠了几下 又丢给龙三水 龙三水接过零食袋 一脸不解 既然用二十块零食能买一位金丹修士 心甘情愿挨打 那自然也能买一位筑机后期修士 被金丹修士打 很合理 对吧 江里一边笑着讲道理 一边猛冲上去 贴近龙三水就是一顿输出 住手 原因修士反应过来 勃然大怒 要将江里毙命 江里掐住龙三水的命门 已躲在龙三水身后 一副滚刀肉的样子 要是敢对我出手 我就杀死他 我看是我的命之前 还是龙家三儿子的命之前 这位道友 有人支在手 那位元英修士不敢出手 我是秦乱的朋友 黄黎 听说你们龙家狱对他不利 我这个人没什么别的本事 就是不要命 谁敢欺负我朋友 我就杀谁 江里凶神恶煞 任谁都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亡命之徒 元英修士在心里破口大骂 这人一看就是金丹饱满 单程上三品 这种人怎么可能不要命 但他不敢赌 只能任由江里提条件 你们要赔偿我兄弟 秦乱十枚上品零食 十枚 不可能 元英修士一口否决 也不怕江里杀人 江里笑道 你们这帮世家 都会给晚辈一张替死符 只是替死符能替死 但可替不了伤 江里轻轻掰断龙三水的一根手指 娇生惯养的龙三水 哪里受过这种疼 当即疼的眼泪都出来了 哇哇大哭 在场没有一个人觉得龙三水可怜 反而觉得解气 龙三水无恶不作 不知祸害了多少良家妇女 让多少人家妻离子散 今日终于遭到报应 活该 江里间断掉的手指 搭拉着不好看 出于美观拿出匕首切掉 江里贴心的说道 这位原音真人 是觉得龙家三公子不值这么多钱 你看 现在他残了 所以我只要九块上品零食 你要是还觉得贵 你看三公子 还有九个手指和十根脚趾 江里豪气的说道 真人你说 想出多少零食 五块上品零食 还是一块 你要是跟龙家有仇就直说 我直接替你报仇 龙三公子的手指脚趾 保证一个不留 原音供奉心说 不是我跟龙家有仇 这是你跟我有仇 错 不就是十块上品零食吗 给他 龙三水怒道 觉得父亲派给他的供奉 真是废物 做事犹犹豫豫的 害他断掉一根手指 回去以后 一定要让老祖出手杀了他 蠢货 这个黄梨明显是漫天要价 这种离谱的要求 要是都答应 他还会提出其他要求 不就是断手指吗 一枚丹药就能长回来 喊什么疼 好 这是十块上品零食 原音供奉 把零食带丢到地上 希望江里弯腰去捡 江里看也不看 继续说道 你们对天道发誓 不准对我们出手 让我们出城 龙三水和原音 供奉心中冷笑连连 不准对你们出手 我们早就在天沙阁挂上悬赏 看你们还能蹦打几天 但表面上 两人还是老老实实的发誓 江里捡起零食袋 确定里面是十块上品零食 这才把龙三水放走 龙三水躲在供奉身后 一脸怨恨地盯着江里 江里浑然不在意 和远处的情乱送影会合 这 这就能离开了 秦乱被江里的举动吓了一跳 没想到会用这种 极端暴力的行为解决 宋颖也没想到 那个九州守护者 还有这般凶狠的一面 当初我还是金丹七的时候 干过不少这种事 也就是近几百年变强了才收敛 江里笑着解释 丝毫不觉得自己的过去有什么 人的 事情还没完 龙家还是没解决 江里带着两人来到城主府 拿出那带刚得到的零食 和一封信 递给门卫 让他们把信交给城主 至于零食 江里什么也没说 门卫也心知肚明 门卫各自拿走一块上品零食 其余的要交给总管 让总管把信给城主 您就不怕他们只拿零食不做事 宋颖问道 江里的这种举动 在大洲是不可能的 我拿出上品零食 说明我有一定身份 可以接触到上层 万一要是碰到城主府总管 说起这事 总管就会因为自己 没有得到零食 给这两人使绊子 他们不敢赌 也没必要赌 门卫只是贪 不傻 那您在信上说什么了 江里拿出一柄匕首 这上面有毒 不致死 但很难受 深入经脉 如肤骨之躯 让人浑身发痒 抓破皮肤而不自知 不过只能针对住机器以下的 而且 但凡基础扎实一些 也能自己清除 见秦乱和宋颖 听到这种毒 都紧张起来 江里这才后面补了一句 让两人不用害怕 要想解毒 但要是不管用的 只能用神识扫描身体 一点点清除 而且 原音器的神识精度做不到 只能让化神妻出手 那龙家的老祖真的 会管这种事情 宋颖不明白江里 为什么这般笃定 要知道他们和龙家 闹到谁都下不了台 也没见龙家老祖出手 龙家的三位公子 你可曾听说过 老大和老二 经常欺男伴女 据说他们很少做 他们忙着修炼 没功夫做这种事情 龙三水是最小的儿子 受到父母放纵 这才无法无天 身为族长的父亲 见儿子痛苦 磕头磕出血 请老祖宗出手 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江里理所当然地说道 化神妻出手解这种毒 需要全身心投入 不能有一点打扰 否则容易反噬 不过很快就能恢复 所以我在信上告诉城主 让他自己想办法 打扰龙家老祖 抓住反噬机会 做掉龙家老祖 城主真的会这样做 宋颖问道 我在信封里沾上一点毒 真假一世便知 身为化神妻的城主 本应该在这座城呼风唤雨 但偏偏有龙家在 使他如梗在喉 一山不容二虎 一座城也容不下两位化神妻 只要给他一个机会 在龙家老祖疗伤的时候 喊上一嗓子 就算是我骗了他 他也不会损失什么 稳赚不赔的买卖 没理由不做 虽然这独有十几日前夫妻 但龙三水会提前发作 不出意外的话 今晚就能看到 两位化神妻战斗 情乱心一动 顺着江丽的话往下说 因为他会服用活血类丹药 断枝重生 导致毒药提前起作用 聪明了一回 江丽带着情乱和宋颖 来到事业最好的一处酒楼 让圆武行也现身 准备看戏 粗狂的吼声 传遍龙银城 老龙头 深夜冒昧访问 还望见谅 与此同时 天沙阁的杀手 绕到四人身后 莫桑 你爱做什么 龙家老祖从密室中飞出 面色红润 底气十足 眯眼盯着龙银城城主莫桑 哈哈 没什么 就是偶然对道法有所感悟 想找人切磋一番 可惜这偌大的龙银城 只有泥窝两名化神修士 不找你找谁 莫桑哈哈一笑 作为龙家老祖的老对头 一眼就看出来 对方故作镇定 莫桑掏出一柄大斧子 对着龙家老祖 脑袋就是一批 龙家老祖确实如江里所料 他正在全身心 在密室中治疗龙三水 也不下隔音阵 但这可防不住 一名化神修士的故意大吼 因此被莫桑喊得乱了分寸 伤到自己 这王八蛋是有备而来的 事到如今 龙家老祖那里 不知道这是莫桑故意为之的 但他只能出战 在天元皇朝 要是你露出一点疲态 就会被对手抓住机会 一顿乱咬 吃我大力神府第一事 吃我大力神府第二事 吃我大力神府第三事 这不还是老三样吗 说好的有所感悟呢 老子什么时候说过真话 莫桑轮远斧头乘胜追击 是要在今晚击杀龙家老祖 独占龙银城 莫大哥上啊 咱们兄弟俩 今天就把这老龙头做掉 大力神府嗷嗷叫唤 在两位化神修士 打得水深火热之时 天杀阁的一等杀手 和饼等杀手分别出手 将看热闹的三男一女 统统杀死 杀两个赠两个 天杀阁的杀手向来大方 将离轻松躲过饼等杀手袭击 反手杀死对方 恭喜宿主任务完成 恭喜宿主开启特殊任务 寻找成仙天梯碎片 将离等了一会 发现系统一点动静都没有 成仙天梯碎片任务呢 发布啊 宿主实力较弱 处于安全考虑 请宿主安心修炼 变强以后再发布特殊任务 寻找成仙天梯碎片 我现在什么等级 大乘7 弱吗 不弱 那发布任务啊 宿主实力较弱 处于安全考虑 请宿主安心修炼 变强以后再发布特殊任务 寻找成仙天梯碎片 系统的表现 和江离猜测的差不多 他目前猜想 系统有两部分构成 一部分是商店 传送等功能 可以自由使用 另一部分是发布任务 是按照既定轨迹进行的 也就是系统以为的 自己是在严厉4300年 而不是严厉4800年 从发布任务的角度看 这傻子系统 还认为自己是助击7呢 冷静分析后 江离觉得自己该发怒 还是要发怒的 这是态度问题 日你大眼 垃圾系统 为了发现 江离一巴掌 把蹦来蹦去的刺客拍死 原武行还在被一等刺客刺杀 狼狈逃窜 他也没碰见过被暗杀的情况 要不是江离提醒 他都不确定自己 能不能躲过最开始的暗杀 原武行见江离只是站着 也不帮忙 心中明悟 这是要考验自己 在暗杀中成长 是了 江人皇有心培养自己 所以把杀手留下 你看那个丙等杀手 直接就被江人皇杀死 没有给擒乱成长的机会 嘿嘿 徒儿对不住了 江人皇还是认为 我才是合格的人皇后选 原武行念及此处 暗中蓄力 要反杀杀手 然后就看到江离出招 拍死刺客 原武行蓄力没发出去 差点把自己憋出内伤 此时龙家老祖节节衰退 利色威胁莫桑 我背后可是上将军 你要是带杀死我 上将军必定饶不了你 天元皇朝的 上将军名叫车武 是一位成名已久的 合体七大修士 为人蛮横护短 反复无常 谁也不愿意惹上他 哈 说的谁背后没人一样 莫桑浑然不惧 龙家老祖的威胁 能在天元皇朝当上城主的 谁和皇朝的大人物没点关系 我掌握了车武大将军的秘密 你若是放过我 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莫名其妙 莫桑不搭理龙家老祖 再度施展大力神府三世 把龙家老祖砍成两半 战斗都不专心 竟搞这些杂七杂八 战场上还讨价还价 活该被我杀死 他还是不放心 又挥舞几下斧子 把对方砍成肉末 再一把火烧成灰烬 这才放心 因为龙家是大才叫龙英城 现在这老东西一死 是不是可以改名了 莫桑寻思着起个什么新名字 叫银城不就好了 大力神府建议 银城听起来怎么怪怪的 那就大力神府城 银城听起来不错 龙家老祖宗一死 龙家就失去了顶梁柱 平日里的仇家既淡化神奇老祖 不敢报复 如今龙家如同驶向悬崖的马车 再无生还可能 此时不报仇可就没机会了 除去报仇的人 还有趁火打劫之人 龙家的财富能买下半座龙英城 就算是把大门抢走 也够用一辈子 龙家就像死掉的野兽 肉腥胃和血腥胃引来无数蚂蚁 这注定是所有人都无法安睡的夜晚 龙家人除外 龙家人从今晚起都会安睡 再也起不来 呼呼呼 爸爸 哥哥 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的 龙三水呼吱呼吱地跑着 他就算再愚钝 也知道今晚的事情是有人算计 而且起因是他自己 黄黎 肯定是这个人 说不定 他压根就不是什么秦万的朋友 而是城主莫桑派来坑害龙家的人 黄黎 我一定会报仇的 龙三水暗暗下定决心 怨恨的种子慢慢生根发芽 龙三水身受作为家主的父亲偏爱 替死伏笔 其他人都高级 其他人的 只不过是能挡下致死一击 而龙三水的替死伏雀 可以在他受到致死一击后 通过高速移动 把他传送到安全地带 他如今正要去老祖宗告诉他的地方 那里有报仇的可能 江里所在的酒楼位置极高 龙家发生的事情一览无遗 同样也能看到龙三水逃跑的方向 他起身掠向龙三水的方向 今天再给你们上一刻 叫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龙家老祖曾告诉过家主 要是龙家有难 一定要去某个地方 会有组织的人接应你 只要你加入组织 就有重振龙家的机会 龙家家主也把这件事 告诉了三个儿子 快了 快到了 就在龙三水准备放松一下的时候 一道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三公子 跑了这么久 休息一下呗 来喝点水 江里好心地提醒龙三水 递给他一个葫芦 吓得龙三水一个亮枪 半倒在地 喂喂喂 我哪有水给他 如意葫芦不满地说道 江里叮嘱他 不要随便说话 但现在人也不多 秦乱三人是自己人 这个叫龙什么的 也活不长 应该能说话了吧 自从灵宝产生灵制后 灵宝会说话 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 秦乱他们见怪不怪 当然 他们要是知道 这是仙气如意葫芦 就又是另一副表情了 你你你 你们阴魂不散 一见到江里 龙三水哪还有什么怨恨之心 要是求饶能管用 他立即下跪 求他们饶他一条狗命 阴魂不散说得多难听 应该叫阳神不散 江里认真纠正道 我们龙家已经家破人亡了 求求各位饶我一命吧 我保证以后重新做人 用毕生经历做好事 江里扭过头问道 你们都听见了 是他自己说 要重新做人的 那 宋颖不明白江里的意思 难道是要放他一马 情乱点头 既然是重新做人 那就免不了要投胎转世 看来龙三少爷有求死之心 我们成全他 我不是这个意思 龙三水赶紧否认 四位 得出饶人且饶人 我和龙家老祖有点交情 虽然不能出面帮助他 但怎么也要留下他唯一的后人 飘忽不定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给人一种阴森之感 猿武行警爵 迅速转圈巡视一周 没有找到人影 当他回过头的时候 一名老者立在龙三水旁边 化神器修士 您就是老祖说的那个组织的人 龙三水喜出望外 像是发现救星 送给我不少人影子 给组织帮助不小 你作为龙家唯一的幸存者 不仅可以加入组织 还能提出一个要求 只要我能办得到 老者和善地说道 看起来慈眉善目 那请您杀死这群人 龙三水一直将离异行人 老者摇头 这些人见到了我 是一定要死的 你可以再提一个要求 龙三水一脸怨恨 眼中充满血丝 我没有其他要求 只求你把这些人打得半死不活 我要亲手杀了他们 可以 老者随意说道 一名原因出妻 两名金丹初七 一个助击七 加起来都不够他一手打的 猿武行如灵大敌 面对化神修士 他就算再能打 也不可能保住 秦乱宋颖和黄黎 等等 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是不是有人不需要我保护 秦乱好奇地看着江离 想看看身为金丹七的黄黎 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做 反正他是撤得没辙了 谁知江离施展百丈法身 威武强悍 一个照面就杀死龙三水 重伤老者 那个 您刚才的招式 不像是金丹七能做到的 宋颖弱弱地提示江离 哦 其实你们不知道 我戒指内有一位 大乘七强者的灵魂 关键时刻 可以暂时提升我的实力 江离解释道 原本我是不想这样做的 这是我最大的底牌 但今日特殊 不暴露底牌就要死 你们可一定要保命 江离反复叮嘱 宋颖差点神差鬼错地点头答应 你究竟是谁 老者恐惧 一招啊 仅用一招 就废掉自己半条命 对方绝对是合体七修士 金丹修士 黄离 江离自我介绍 你骗鬼呢 老者怒吼一声 体内腾起奇异力量 瞬间治愈身体 转身就跑 江离察觉到 老者那股奇异力量 面色一变 不再装金丹修士 用法身攥住老者 和问道 你这是什么力量 从何处来的 你这种一言 不合就杀人的人 怎么可能有这种力量 你 你是法身邹的长老 老者认出江离的招式 是六大宗门之一的法身宗 才能施展出 如此伟丽的法身 你的力量从何而来 难道我告诉你 就能活命 老者自知今日必死 对自己的力量 指口不提 希望你一会儿 不要求我杀死你 江离露出残酷的微笑 求饶和惨叫声传来 宋银只是听着声音 就不寒而栗 不敢想象 老者正承受着何种哭心 求求你 杀了我 老者被江离整得不成人样 你要问什么 我都告诉你 只要给我一个痛快 老者不敢相信 世界上竟会有如此酷刑 你的力量什么 怎么得到的 这是神藏之力 每一位教徒入教后 诚心信仰神藏尊者 就能找到隐藏在体内的神藏之力 是什么教 江离从未听说过 有这种教派 更没有听说过 什么神藏尊者 九州有不少信奉 仙界仙人的教派 比如 有信奉北极真武大帝的 有信奉太阴新军太阳新军的 还有信奉黄角大仙等等 而人皇本质上 也算一种信仰 人皇殿的信仰之力 就是因此而来的 在成仙天梯还未断绝之时 信奉仙人的信仰之力 还能传送到仙界 仙人也会降下仙计 而成仙天梯消失后 和仙界的联系断掉 信仰之力传不上去 仙人也不会下来 这些信奉仙人的教派 如今几乎消失 我是神藏教教徒 教主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体内 都有无穷力量 但受限于自身认识 不能察觉到 只要我们信仰神藏尊者 用人影子 就可以挖掘出 自己的神藏之力 什么是人影子 就是人 不管好人还是坏人 只要我们杀人 就能挖出神藏之力 这不就是魔道修炼方法吗 秦乱忍不住插嘴 元五行也连连点头 这让他想起了江一星 什么魔道 魔道之力带有怨念 神藏之力可没有 老者一瞪眼 把神藏之 展现给秦乱 神藏之力金灿灿的 温暖柔和 和冰冷的魔道天差地别 你知道 我管这股力量叫什么吗 江离严肃地问道 什么 功德之力 秦乱和元五行 只觉得一股凉气 从侥心冲到头顶 功德之力有种种妙用 可提升境界 规避心魔 感悟天道 蒙蔽天机等等 在以前是众多修士 追求的玄妙之力 成仙天梯消失九千年 功德之力 亦有九千年 为出现在九州 任凭人们 做出多少负责苍生的壮举 也不会有半点 功德之力出现 渐渐的 修士们忘记了 功德之力的存在 留存功德之力 最多的势力 是孟江皇朝 豪横道 可以用功德金砖 给红尘仙子 弃一座金屋 然而 这是孟江皇糊涂之举 待他清醒过后 连忙把金砖收起 真而重之地存放在国库中 祖讯说的 可是 若非是官国家生死存亡 绝即不能使用 这些功德金砖 正因功德之力稀少 现如今 已经没几个修士 还能认出功德之力 就算是化神器的老者 也认定 这力量是源于 自身的神藏之力 而非什么天降功德 道宗对此的解释是 所有功德之力 都被堵在仙剑 下不来 现在看来 完全不是这回事 是降下功德之力的条件 发生了变化 杀人就能获得功德 不 不对 自己杀的人不少 刚才还杀了一个龙三水 可也没有见到半点功德之力 应该还有什么 条件才对 是什么 是必须要 加入这个神藏教 还是要经历什么仪式 或者说是要信仰这个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 神藏尊者 将离思索 询问老者 老者刚张了张嘴 半句话都没有说出 身体瞬间膨胀成一个圆球 随时要爆掉的样子 将离眼疾手快 禁锢住老者的身体 阻止了他爆炸 却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无法让他回到原样 只能保持球形 而且自己 一旦放开禁止 老者还是要爆掉 失传的咒术 将离见过咒术描述 只要念疾或说出某些东西 就会受到惩戒 例如眼前的自爆 九千年过去 九州不断发展 有新的传承出现 自然也有旧的传承消失 咒术就是其中之一 有人说 修炼咒术之人 自身也被诅咒 是天煞孤心命格 因此 咒术传承一脉单传 消失也属正常 你们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 也不要掺和进来 将离严肃地叮嘱 情乱三人 这三人的为人他清楚 不会把乱说 但还是忍不住叮嘱 这件事的干系太大 将离带着求行老者 破空离去 白红图 出来看看 能不能解开这东西 将离飞到道宗 把正在修炼的白红图叫出来 长存仙翁和阴阳天映 听到将离的声音 知道有事情发生 也出现在将离身边 解什么 解开静止 解开他就报了呀 白红图障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突然叫自己出来搞什么 你不认识咒术 不认识 白红图理直气壮 只见过咒术描述 哪里就能断定这事 这叫谨慎 这确实是咒术 而且是条件极其严苛的 陆河作炼咒 九州的咒术已经失传了 你从哪找到的这个人 长存仙翁见多识广 认出老者背下的咒术 能解吗 长存仙翁摇头 一般的咒术我能解 但陆河作炼咒 下咒条件严苛 除去下咒之人 无人可解 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下咒 一是需要对方在知情的情况下 完全自愿 不能以性命 家人为要挟 以财宝等为诱惑 二是 要高出被下咒人 整整一个大境界 完全自愿 还能下咒 你从哪找来这么个傻子 江离没有回答 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天忆你看看 这个人和什么人产生过因果 这个人的因果 被什么力量遮挡了 看不清 只能看得大概 此人从未离开过天元皇朝 再具体的无法得知 阴阳天忆有种浓浓的挫败感 自从自己诞生灵治后 因果之力 只在找到师父上发挥过作用 找到的还是尸体 天忆你要努力啊 再不好好修炼 说不定哪天 就被江离丢进炉子了 阴阳天忆暗暗下定决心 首先要搞出来一套灵宝也能修炼的方法 他在诞生灵治之前就能自炼 对这方面还是有点心得的 江离知道这是功德之力起了作用 蒙蔽因果 即便这样阴阳天忆还能看得大概 可见天忆对因果之力掌握还是很可以的 天元皇朝 知道了 江离不再多说 飞到远处 解开老者禁锢 让他自爆 别把道宗弄脏了 江离又来到天机楼大洲分楼 刚一进门就看见大厅摆着的 将人皇在天机楼被震了一下 江离拍打周有福的肩膀 如同嘱托给周有福什么任务 周有福一副保证完成任务的表情 按理说 大成期记忆力强大 尤其还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江离应该记得很清楚 但他还是对自己的记忆力产生怀疑 周有福一听 是江人皇来了 连忙下楼迎接 看到对方肥镖晃动的样子 江离如同看到母猪跑下楼梯 这回江离没给周有福脑补的机会 直接把他拉到一间密室 我不是来视察天机楼的 我要买神藏教所有的资料 神藏教 周有福露出为难的表情 一上来就要天机楼 也知知甚少的神藏教 你还说不是来视察天机楼的 周有福很快就整理出来 关于神藏教的资料 交给江离 就这么多 江离扫了一眼玉佩里的东西 少得可怜 就这么多 周有福老实回答 我们天机楼 对这个突然出现的教派 知道的也不多 我们当初知道这个教派后 派出去几名弟子调查 结果都被拉入神藏教 成为虔诚的信徒 从那以后 神藏教知道我们在调查他们 就处处提防 弟子都被判了 你们就没想着找回厂子 撤得调查神藏教 江人黄说笑了 我们是商人 几名弟子 不过是从一间商铺 跳到另一间商铺 何来被判一说 再者说 没有客人出灵时 我们何必费力不讨好 去调查神藏教 神藏教出现在40到50年前 只在天元皇朝发现过踪迹 据说是有一位修士 在睡梦中梦到神藏尊者 从尊者处得到神藏之力的秘密 醒后 拉人入教 传播获得神藏之力的方法 神藏教认为 人体有秘藏 只要挖掘出来 成仙逍遥 不过是等闲之士 但修士认知不足 阅历不够 不可能发现自己的秘藏所在 幸好神藏尊者传下方法 言明天道有偿 自留一线机会 可用他人性命 开启神藏之力 只是此等属于天机 不可轻易外传 非信奉我者 不可得知 且损人性命 有伤天和 每人最多只能杀一千人 这就是天机楼所知道的神藏教全部信息 上面写着神藏之力 没有半点提及功德之力 想想也是 要是知道神藏之力 就是功德之力 轮不到江离问 他们也要把这件事告诉他 功德之力 是天道对修士行为的认可 这无异于是说 天道鼓励杀人 这背后隐含的信息量太大 不论是道宗还是天机阁 双方都把方向指向天元皇朝 江离自然是要去一趟 而且他对怀疑龙家老祖所说的 上将军秘密 就是这个神藏教 其实江离还想去玉影那里问问情况 倒考虑到他如今 正叙事冲击度节期 不方便打扰 也就作罢 此时天元皇城气氛肃杀 就连不关心正式的修士 也都听说天元女皇冲击度节期失败 受了内伤 宫廷医师束手无策 就连到宗请来的炼丹风长老爷 连连摇头 说内伤需要静养 不可发怒动气 天元女皇听从医师叮嘱 静养在养心殿 把政务交给大臣处理 前天元皇室意识到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女皇傲慢 没有清除他们 如今正是要让女皇为自己的傲慢后悔 把他从皇座拽下来 狠狠地踩在地上 肆意践踏他 他们左右逢源 联系各种势力 朝中大臣 是要一举推翻御影的统治 就连常年驻扎在边疆的车武上将军 都颁师回朝 严明现在和大洲只有小规模战争 不足为惧 然而谁都知道 现在女皇可没有下令 让车武上将军回朝 这是大臣们做出的决定 就是不知到底是女皇受益 还是大臣们擅自决定的 一名杀人无数的合体气修士 足可以影响将要发生的叛乱 曾经的皇城 在天元皇朝的所有城池中 算是最有秩序的 毕竟皇朝大佬 都是一副和和气气的样子 没有撕破脸皮 而现在大街上 不是刑部在调查杀人案件 就是大理寺在抓捕凶手 或者两个部门反过来 他们的职责已经开始混乱 江黎就站在车武上将军的府前 周围是进进出出的刑部和大理寺 在调查杀人案件 死者名叫车武 职位是上将军 初步断定 死亡时间是在一个时辰前 车武被人杀死 一招毙命 魂飞魄散 凶手未查明 推断对方是车武信任之人 一个时辰前 江黎碰到神藏教的老者 刑部支持前天元皇室 大理寺支持天元女皇 双方都怀疑 是对方派人杀死了车武 言语之间多有试探 但都试探不出来什么 江黎走入车武的府中 默默地看着车武的表情 惊恐 迷茫 不解等等 正如江黎见过的无数死者一样 车武的表情也十分丰富 他也看不出什么 但没关系 他知道 有一家人是专业人士 可以帮忙 现在有时间吗 江黎来到大洲皇宫 看到姬子正在一边审批奏折 一边吞服道宗出品的醒脑丸 当我没问 江黎对上姬子的视线 大概知道 姬子为什么只能待在化神期了 忙得没时间修炼 你知道颁布有关领保的临时法令 会产生多少事情吗 姬子面前的奏折不是别的 正是几个试点城池推行法令后 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大臣们整合到一起 写出对策 再被姬子一条条推翻 写出法令应该修改的地方 说吧 找我干什么 好消息 一直在边境骚扰你们大洲的车武上 将军死了 姬子一愣 什么时候的事情 一个时辰前 那你是特地来告诉我 这个好消息的 姬子可不相信 姬李有这么好心 是的 顺便找你帮忙查一查凶手是谁 最近为了法令的效果达到最好 我多次动用重头 现在你也看到了 差点把我眼睛看瞎 法令也有一大堆问题 你要是不着急 等过个十几天 我把眼睛养好了 帮你查一查 你要是着急 可以让姬空空帮忙 姬李想起来 姬空空这个可爱的小女孩 姬子的小女儿 大洲的十九公主 她才七八岁吧 练气有前三层的程度 能学会追溯时光 姬子说起这个最小的女儿 一脸骄傲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家空空可是从一出生就不是人形 而是一位小白鱼 和记载中的仙祖一模一样 三岁的时候才化为人形 她在时间知道的天赋 比我还高 直追仙祖 若是这样 那姬空空的前途 可谓是一片光明 姬李去找姬空空前 姬子紧张地叮嘱 你可要保护好我女儿 她要是掉一根头发 咱俩就绝交 没等姬子反悔 姬李就飞到公主府 找到姬空空 此时姬空空正服在水池里 拿着一本书 正在按照书中所说的内容 化作一纸长的小白鱼 感悟时间之道 嗯 果然还是小白鱼形态 更容易感悟 姬叔叔 姬空空正在苦恼 用哪种形态修炼 就看到姬李笑盈盈的落地 侍女见到小公主要变回人形 连忙上前用不挡住视线 给她穿好衣服 姬李也拾去地转身 姬空空换好衣服后 又变成那位精致可爱的小公主 这是你们大洲皇室 学习时间之道的书 姬李得到姬空空允许 拿起她刚才看的书 想着 说不定自己也能学会时间之道 然后她看到姬指在第一页写道 姬兄 别看了 你学不会的 姬空空在一旁提醒 父皇在所有有关时间之道的书上 都写了这句话 考虑到姬指政务繁忙 让她一边养伤 一边批阅奏奏章实属不人道 姬李决定 暂时先记下一笔 日后算账 姬李把事情简要和姬空空说了一遍 得知自己能帮上忙 姬空空很高兴地就答应了 你能追溯多久之前的时间 嘿嘿 六个时辰 姬空空骄傲地说道 父皇告诉她 在可以翻阅到的文献记载中 她的天赋在姬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她只有炼器三层就能触及到 且可以运用自如 这简直无法想象 嗯 很不错 姬李淡淡地评价了一句 让姬空空内心小小地雀跃了一下 却不知 此时姬李想的确实 别人家的孩子炼器三层 就能追溯六个时辰 自己大成七 连一秒钟都追溯不了 姬李夹着姬空空飞往天原皇朝 姬空空的两条小白腿 不安分地晃动 你见过死人吗 姬李突然想起来 对方不过是个七八岁的孩子 自己让他回到过去 看杀人现场 是不是太残忍了 可别给人家留下心理阴影 姬空空沉默了一下 情绪有些低落 见过 有姐姐嫉妒我的才能 要杀死我 妈妈护住了我 我想努力感悟时间之道 回去看看妈妈 姬李没有再问过成何结果 只是联系地揉了揉姬空空的小脑袋 姬李来到天原皇城 没有直接去上江军府 而是带着姬空空四处闲逛 去茶馆喝茶吃点心 去听和真实情况 没有一点相符的评书人黄传 还让他拿着如意葫芦丸 姬空空一路笑声不断 见姬空空心情转好 姬李还是担心地问道 有没有问题 没必要强迫自己 我还有其他方法 他说的其他方法 当然是找其他周家人 不过这话 不能直接对姬空空说 他现在已经有点后悔 把姬空空带过来 现在想来 分明是姬指这混蛋 想锻炼孩子心境 自己又下不去手 让自己帮忙历练 还美名其约让姬空空帮忙 看来是处理政务 还不够费脑子 还有闲心算计自己 没有问题 姬空空挥舞小拳头 他来到上将军府 在姬李眼前消失 又气喘吁吁的出现 凶手突然出现在上将军身后 上将军没有反应过来 被凶手直接杀死 我看不清凶手的面貌 只知道 他往这个方向去了 消失在秘境中 姬空空按照自己看到的内容 把姬李指到城外深山中的某处 这里虽是山腰 却云雾缭绕 只凭肉眼看 二十米就是极限 很适合隐藏什么 姬李看到云雾中 有一名原音修士 领着一名金丹修士 要去秘境入口 你看看 凶手有没有从秘境出来 姬李让姬空空回溯时光 很快 姬空空就给出答案 这几个时辰 只有人进入 没有人离 凶手疑点重重 神藏教也十分神秘 姬李不想打草惊蛇 把这个线索也丢掉 敢问两位是要从这里进入组织 姬李拉着机空空 上前客气地询问这两名修士 那名金丹修士 露出警惕之色 原音修士则是示意他 不必担心 他看出对方也是原音七 于是同样客气地回到 道友可是搞错了 如今皇城混乱 我们兄弟两人 不过是想远离皇城 避避风险 哪有什么组织 道友 你不妨先看看这个 姬李指尖露出一丝金灿灿的气息 祥和安定 如梦如幻 这是他从老者身上 分离出来的功德之力 原音修士脸色大变 连忙捂住姜李的手 说了一段口诀 打开秘境 把姜李 姬空空和那名金丹修士 拉入秘境 道友真是鲁莽 神藏之力 岂能随意展现出来 来到秘境 原音修士责备姜李 既然对方能有神藏之力 说明知道教中一些情况 不论是敌室友 经过教中高人测试 总能水落石出 他对神藏教的手段很有信心 在神藏尊者雕像注视下 不担心姜李能翻出什么浪花 当时事态紧急 家祖交代匆忙 没来得及说清 还望道友见谅 姜李解释 我们兄妹二人 都是龙音成龙家人 我叫龙李 这是我妹妹龙空空 姜李说得咬牙切齿 不知那个混蛋城主 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知道老祖在给龙三水疗伤 这期间不能被打扰 他抓住机会暗伤老祖 老祖无奈 只能带伤和他交战 最终其差一着落败 我们兄妹是龙家最后的后人 老祖在临终前告诉我们 要来到皇朝附近最高的山 山腰有云烟缠绕 若能在山腰南处寻找人迹 就是组织的人 老祖还把这道金光给我 只要给组织的人展示 他们就明白一切 姜李的话九甲掺一针 听得元英教徒半信半疑 他只听说龙音成的老龙头 被人打死了 也知道他没有入教 只是和神藏教的李济四有联系 经常送李济四人影子 难道是李济四 把本教地点告诉老龙头了 可惜李济四外出 不知几日才能回来 鸡空空眨眨眼 没有说话 他想起来父皇给自己讲的故事 说和江离外出 说不定就会丢掉自己的信 不用担心 这是常识 敢问道友 这是什么力量 为何我无法吸收 江离询问 元英教徒却没有回答他 既然你们都来到这处秘境 那就只能加入我教 正好凑够十个人 可以进行入教仪式 稍后我负责主持 你们可以叫我风真人 我叫橙子七 那名金丹修士介绍自己 不过没人在意他叫什么 江离用神识扫描整座秘境 发现这里最高的境界 也不过是化神七 凶手肯定不是这些人 化神七 怎么可能杀得了 常年征战的合体七 可秘境只有一个出口 凶手能去哪 江离自信 不会有人 能在自己的神识下伪装自己 除非对方是仙人 既然找不到凶手 那就先看看 这入教仪式是什么 江离把如意葫芦递给击空空 让如意葫芦机灵点 保护好他 在座的各位来自九州的各个地方 还有的人只有八岁 机缘巧合也好 有意为之也罢 都不重要 既然来到我神藏郊 那就只有一条路 加入我们 冯真人隐去后半句话 不加入 就要死 秘境的一处房间内 坐着十个人 听冯真人讲解神藏教的来源 以及神藏尊者的事情 大致和天际楼给的消息差不多 不过冯真人没说要杀人的事情 各位或许还不相信神藏之事 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 冯真人往胸口拍了一巴掌 拍碎自己的原因 惊得在座八人眼睛一跳 原因是由金丹演化过来的 原因一岁 可不会跌落到金丹期 而是直接降到住基期 传个交 至于这么狠吗 这些人对于神藏教了解的不多 都是被神藏教徒反复考察 各种暗示后拉进来的 他们只是听说 加入神藏教会 得到一种神奇的力量 名叫神藏之力 可以提升境界 规避心魔 治愈身体等等 妙用无穷 至于是真是假 他们并没有见过 江黎和姬空空面无表情 岁原因而已 小场面 冯真人口中的神藏之力 从体内涌出 修复破碎的原因 不过几个呼吸间 就修复得完好如初 这八个人 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谁不知道原因一岁 只能倾家荡产 从道宗买下一颗回风反火丹 才能治愈 可从没见过 用某种力量修复的 神藏之力 果真存在 这些人信了大半 但还是有人将信将疑 冯真人也不在意 开始念诵教主 从梦中得到的 《魔科寿难经》 经文《抗肠繁琐》 江离没来由地想起张孔虎 要是让这操人来听经文 只会说这讲了个麻玩意 江离比张孔虎有学问的多 用江离的话 翻译经文就是 神藏尊者于仙界诞生 天生神圣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是世间唯一的存在 天生就知道 人体潜力无穷 有神藏隐藏 只要能开启神藏 人人为神圣 在他眼中 先凡都是愚昧无知的存在 但凡人更愚昧一些 他在横河杀术的人间 各选择一位代行者 让代行者告知愚昧的众生神藏之秘 期待有出现和他并列的神圣 解他无聊之苦 与他论道 江离的评价是吹的 还是太保守了 身为宗教信仰 不说自己诞生在天道之前 见证开天辟地 化身千万 遍布世间 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纪元 屹立在世间长河上游 威然不动 万千因果不沾身 弹指扭转乾坤 那能有资格成为宗教信仰 摩科寿难经 很像佛门儒教的经文 反复念道 能加身听者对宗教的信念 当然 适用不当也能洗脑 逢真人没有用经文给大家洗脑 也是专心发挥经文的正经作用 增加信念 信神藏尊者的人 会更相信他存在 将信江仪的人 还是将信江仪 还有江离这种一个字都不信的 听完还是一个字都不信 江离又用神识观察机空空 发现如意葫芦 直接给机空空放了一个无音节 在无音节的范围内 没有任何声音 机空空自然也就不受 摩科寿难经的影响 无音节 原本是天节中用来 专门对付修炼 研出法随 一念成真之类大神通的人 在无音节内 说话和心声都不行 配合雷节 让这些人老老实实挨雷劈 江离没想到 无音节还有这种用法 大开眼界 经文念完后 冯真人又把众人 带到一处装饰大器的大殿内 整体由青铜胶筑而成 基调偏暗 即便一排排红烛点燃 也显得暗淡无光 承重的铜柱 铭刻着张牙舞爪的奇异生物 都是江离不曾见过的 包括大门 高大的不似给人类使用 铜殿镜头 是一尊由人骨拼成的仙人雕像 顶天立地 仿佛殿中物件是给它使用的 人骨仙人雕像面容中性 分不出性别 亲闭双目 姿态祥和安宁 悲天敏人 但搭配人骨 总有种不协调感 神藏尊者像 除去冯真人和江离等识人外 还有几位教中人 以及被捆起来试图挣扎的识人 江离看得出来 这几位教中人都是化神器 地位不低 应该是来监视入教仪式的 方才是第一道仪式 聆听教诲 现在是第二道仪式 雁鸣成心 冯真人没有介绍一旁站着的教中人 而是指着地上挣扎的识人 你们每人杀死一人 是结果定是否通过第二道仪式 和江离一起进来的成子七犹豫了一下 问道 必须要杀死这些无辜的人吗 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 他没说后半句太像魔道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 他们可从来没听说过要杀人 说好的神藏尊者引导信徒挖掘神藏之力呢 冯真人早就料到 有人会提这个问题 解释道 这些都是从天元皇朝的大牢中 运出来的死刑犯 是必死之人 现如今 不过是让他们死的更有价值一些 既然冯真人这样说 其中一人握刀上前 果断地同死捆在地上的一人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样就算通过了 那人显然是经常杀人 动作干净利落 关心自己的结果 冯真人问道 你不相信神藏尊者的伪力 那人露出虚假的诚恳表情 道 我当然相信 冯真人无奈摇头 不给对方解释的机会 反手杀死了那人 不真正相信神藏尊者 不去信仰神藏尊者 是不会有神藏之力诞生的 入教后 教徒们都会学习一种口诀 可以隐藏神藏之力 现在冯真人不再隐藏 把神藏之力的获得过程展示给众人 冯真人杀死一人后 一股没有来历的金色力量突然出现 笼罩住冯真人 使他看起来如同功德无量的善人 让人忍不住顶礼膜拜 这就是神藏之力 这股力量来得快去得也快 很快就进入冯真人身体 无法再探查到 江离神色一宁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 获得功德之力的过程 看到了吗 神藏之力自体内产生 又归于体内 周而复始便可积少成多 壮大己身 化为己用 冯真人给众人展示了 正确获取神藏之力的方法 在众人看来 神藏之力确实是从体内产生的 而在江离眼中 看到的却是功德之力 自虚无间诞生 附着到冯真人身上 最后才进入冯真人身体 化作他自己的力量 正是典籍中记载的 功德之力降临过程 而这个过程 并非一般修饰可以见到的 只有触及到先到的 杜杰七大能才可窥见 而且 功德之力不能给别人使用 有专属性 也难怪神藏教徒坚定地相信 这股力量 是源于体内的神藏之力 他们只能看到最后的结果 有人见状 脸色大变 转身就跑 他在外面做过许多 杀人约祸的事情 得罪不少人 他来这里 只是听说 这是一个神秘而强大的组织 便想加入这里荡靠山 至于什么神藏尊者 他嗤之以鼻 谁想到这个组织 还能用这么离谱的方式 鉴别信仰 他自负在化神修士中 也是比较擅长逃顿之法的 同等境界修士 根本没可能拦住他 谁料 一旁站着的几位 叫中人 突然出手拦截 以化神修为运用神藏之力 很快就擒住这名 擅长逃顿之法的化神修士 同时出手杀死了他 瓜分神藏之力 鉴很快就有两人被果断杀死 众人都犹犹豫豫不敢上前 直到冯真人都快忍不住 随便拉一个出来的时候 有人认为 自己相信神藏尊者 没有问题 他杀了一人 却依旧没有获得神藏之力 我 我是相信神藏尊者存在的 那人慌忙声明 只是相信 尊者存在是不够的 还需要认为 尊者是唯一的 信仰不能有瑕疵 冯真人遗憾地摇头 又随即拍了拍那人肩膀 不过不用担心 神藏教并非十恶不赦的魔教 贱人就杀 我们相信 你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先当一段外围成员 这是尊者对你的考验 好吗 好 冯真人温和地笑道 你在一旁等着第三阶段仪式 江离看得出来 是在一旁站着的教中人 巨音呈现 传给冯真人 告诉他 那个人要杀 那个人留下 巨音呈现这种手段 在江离面前施展 跟做喇叭状大喊差不多 听得一清二楚 小冯 杀这个 小冯 留下这个 这些化神祭祀 见多识广 一眼就能看出来 谁对尊者将信将疑 谁完全不相信 之后一连试了四个人 都没有反应 却都属于对神藏尊者信念不坚定 有待提升的 列入外围成员 第一阶段仪式 还是很有用的 到了和江离一起进来的程子七 他在杀人前问道 真人 您刚才说 需要认为尊者是唯一的 这是什么意思 逢真人何时 对高大的神藏尊者 鼓向拜了一拜 这才解答道 睡觉 吃饭 结婚 赚钱 修行 一切的一切 都要围绕神藏尊者进行 一切都是神藏尊者意志的体现 尊者即是你的全部 即便您现在 在主持入教仪式 也是神藏尊者的意思 一切都是神藏尊者意志的体现 江离微微皱眉 这如神藏教的标准够高的 还要有这种精神觉悟 就算自己相信 真的有神藏尊者这么一号人物 也不可能 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神藏尊者 而且 为什么获得功德之力 一定要经过这个神藏尊者 这是哪冒出来的一号仙人 江离隐隐有了一个 大胆到自己都不想相信的猜测 橙子七若有所悟 果断杀死一人 金色光芒笼罩住他 他是这群人中 第一个获得神藏之力的 几位化神祭祀露出笑意 看来这次有一个好苗子 橙子七后 就是江离 化神祭祀都看得出来 这个叫龙离的家伙 完全不相信神藏尊者 连装都不装一下 但仪式不能中断 几位祭祀暗暗决定 等他一杀完人 就立即出手 宰了这个对神藏尊者 没有半点信仰的混蛋 好 他杀人了 现在就出手 他哪来的神藏之力 几位祭祀第一次 对自己的眼神产生怀疑 这个龙离杀完人后 获得了神藏之力 江离当然有功德之力 他从爆炸成球的老者身上 扒下来不少 虽然不能用 但冲冲术 还是没问题的 那这个小姑娘呢 在第一道仪式的时候 画画翻花上还睡觉 他们就不信 几空空对神藏尊者的信仰 和自己一样 祭祀们瞪大眼睛 神石扫描 非要看到几空空杀人后 没有获得功德之力的样子 他们就不信 能看走眼两次 然后他们眼睁睁地看到 神藏之力涌现 包裹几空空 你 过了 逢真人纠结地看着几空空 几空空有些发懵 自己连刀都没握住 怎么就过了 因为自己长得好看 嘿嘿 这叫自在幻境节 可以让渡截者 随意陷入幻境之中 如意葫芦邀功求赏 巨鹰呈现 我让他们陷入幻境 看到你获得功德之力 好厉害的葫芦 几空空小嘴微张 拍了拍子皮 如意葫芦 我跟你讲 只要你跟着我混 这天下你随意可去 为所欲为 你和江人皇一样厉害吗 几空空眼睛亮晶晶的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变得和江丽一样强大 你猜猜我现在 为什么没在我家主人身边 而是在这里 五个临时教徒 两个假教徒往前走几步 让他们在尊者向的注视下 他拿出八支 乘有某种血液的碗 现在是第三道仪式 也是最后一道仪式 以水为式 这是教主自尊者出得来的 受过尊者祝福的圣水 其中蕴含着静言进行之能 饮下此水 而等便不能用任何手段 对外透露一点本教信息 成子七 龙离 龙空空 你们三人对尊者的信仰 有目共睹 有 隔城为传教之人 冯真人把三支碗丹拿出来 这三碗水不同 服下后可以透露一些本教信息 你们三人可有问题 江离露出和善的笑容 举手问道 没别的问题 就是想问问 咱们教主在哪 眼看自己 就正式入教 还成为核心教徒 负责传教 江离决定不演了 目前的情报收集的够多了 知道获取功德之力的两个条件 一是要杀人 二是要认定 尊者是唯一的 听了评书 魔科寿难经 江离没必要跟他们玩下去 教主 你问这个干什么 仰慕教主能睡个好梦 能梦见神藏尊者 想问问他是什么姿势睡的觉 我也想试试 放肆 冯真人大喝 这人敢对教主不敬 还没说后半句话 冯真人就看到 江离把手轻轻一压 空间凝固 这些人无法活动 连眼睛都不能眨一下 不只是江离眼前的这几人 整座秘境都被他用空间凝固 江叔说 咱们还没入教呢 姬空空意犹未尽地说道 让你入教 你父皇非要追着我后面砍我 你也不愿意看到你父皇这样吧 姬空空眨巴了眨巴眼睛 感觉江叔叔描述的画面 还挺好玩的 来 回溯一下时光 你之前看到的凶手 来到这里以后又去了哪 姬空空消失又出现 紧张地对江离说道 我看到那个人来到大殿 滑破空间离开了这里 滑破空间离开了 江离沉吟 姬空空说的简单 但这可不是一般修饰能做到的 滑破空间可不能直接回到九州世界 而是要在虚空中飞很长一段距离才行 这个过程 需要应对大量刚风乱流 即便是渡劫期修饰 都没可能安然回到九州 九州的渡劫期就这么几个 江离都很熟悉 会是谁 是还是说 有自己不知道的渡劫期 从合体期到渡劫期 需要经历一次浩荡天节 整个九州大陆都有感觉 不可能有人窍无声息地突破 不 不对 有一种方法 江离突然想起来 用功德之力 可以直接把合体期修饰 拔高到渡劫期 不需要天节 天节是对修饰的考验 功德之力是对修饰的奖赏 两者是可以对冲的 正当江离想通这一点的时候 击空空又继续说道 还有 我看到未来 这里化为一片虚空 击空空说话的同时 整片秘境发出咔嚓的声音 突然裂开 不好 江离瞬间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护住击空空 当他还想护住这些神藏 较高层之时 秘境完全碎裂消失 秘境裂开的速度极快 连一个念头的时间都不到 江离只护住了击空空 秘境中的一切人和物 都暴露在虚空之中 连救命声都喊不出来 就被刚风乱流丝的粉碎 连渣子都不胜 只有神异的神藏尊者像 在刚风乱流中毫发无损 只是随着刚风飘走 秘境相当于一个小世界 极其坚韧 瞬间毁灭秘境 度节期都不可能做到 除非对方蓄谋已久 做了大量准备 江离护着机空空 面色阴沉的可怕 他准备回到九州 但速度很慢 这是针对自己的阴谋 若只有他一个人 可以很轻松地回去 但他还要在刚风乱流中 保护机空空 这就拖慢了速度 对方算准了 自己要找周家帮忙 机智也好 机空空也罢 这两人没有区别 在虚空中都需要自己保护 对方不图杀死自己 只是要拖延自己 回到九州 讨玉影席 当真是很有意思的文章啊 赵爱卿 天元女皇玉影高居于 冰冷的黄座上 末世殿中群臣 略显苍白的脸蛋面无表情 无喜亦无目 几个时辰前 礼部尚书代玉影下令 召集仲臣来中和殿上朝 礼部尚书是拥护 前天元皇室 这不可能是玉影的意思 而是前天元皇室的意思 谁都知道 这是要撕破脸皮 成王败寇就在今日 车武大将军虽死 他带回来的军队 却依旧被其他将军 手持皇令调动 就是不知道 这皇令是真是假 名为尚朝 实则是要站队 果然 府一尚朝 礼部尚书就上奏 说皇朝各地百姓 自发张贴 讨玉影席 还在殿中大声朗读 最后还朗声说 请天元女皇顺从名义 把皇位交还皇室 他并没有说前皇室 请天元女皇顺从名义 把皇位交还皇室 请天元女皇顺从名义 把皇位交还皇室 礼部尚书说完 就有几名大臣齐声重复 其他大臣纠结了一下 也喊了起来 女皇的虚弱名眼人 都能看出来 当然 也有冷眼旁观地认为 女皇若能挺过叛乱 伤好之后 只会变得更强 想追随最强者 赵念 你要谋反吗 丽部尚书出列 愤怒地指责礼部尚书 前皇室软弱无能 优柔寡断 你想让那种人当皇帝吗 不是我想 这是明星所向 礼部尚书不急不缓地回应 女皇残暴不仁 礼当由刚柔并济的安亲王 顺从名义 天元女皇罕见地笑了一下 轻轻咳嗽 有种病态的美 然而现在谁也无心欣赏 女皇果然是最虚弱的时候 礼部尚书心中大定 放在平时自己说这种话 女皇早就亲自动手 将自己避于殿中 你代表不了明星 我也不在乎明星 天元皇朝立于九州万鱼仔 向来是谁强谁说了算 何时听过名义 一名身披金甲的俊朗男子 走入大殿 殿外护卫仿佛没有作用 正是不允许上朝的 前皇室领头人物 安亲王 赵爱卿 我早就说过 女皇不吃这一套 不如直接动武 安亲王说 所言即是 礼部尚书对安亲王态度恭敬 行礼退下 你不够格 还有谁来 玉颖对安亲王嫌弃了摆了一下手 看不上同为合体气的安亲王 安亲王运怒 既然女皇有意 康安岂敢不从 随着安亲王一声令下 一道道人影与安亲王并肩而立 武雷正法宗太上 长老见过天元女皇 白泽皇朝穷其王见过天元女皇 长空娇教主见过天元女皇 云梦泽湖主见过天元女皇 神威将军 见过天元女皇 天元女皇起身 苍白绝美的脸蛋 升起一层红蕴 像是被这些人背叛而愤怒 又像是因这些人到来而兴奋 城外的百万军队 听从神威将军号令 集结入城 军律如铁 动作整齐滑衣 训练有素 皇城百姓见到军队入城 哪里还敢在外待着 赶忙回家 祈求战斗快点结束 有人好奇 偷偷捅破一层窗户纸 望向皇宫方向 如今皇宫乃是风云交汇之地 气象汇明变换 洋化为雷 樱化为亭 行于天地之中 云雾蒸腾 升腾为雨 落地为河 背负赤雨的猛虎 在雨中咆哮 整座皇城的砖瓦都在发抖 更有神人虚影狂傲的搏击长空 欲要击落星辰 中和殿内 六位九夫圣明的合体七修士 向玉影发难 爆发出来的气势 足以令普通人瞬间暴毙 有资格上朝的大臣 境界都不俗 他们受到的影响不大 但他们也不愿意掺和到这种级别的战斗中 别看现在大家都还是合体七 女皇在国运加持下 瞬间就能到达渡截七 而安亲王也不可能带领一群合体七 发动叛乱 肯定有和女皇抗衡的手段 最终肯定会演变成渡截七之间的战斗 到时候他们再走 那可就真的走不了了 众大臣急忙撤出大殿 却有两位大臣留在殿中 兵部尚书 大理四卿 两位合体七 两位 要下雨了 不出去躲躲雨吗 见这两人留下 吏部尚书同样选择留在殿中 挡在两位同僚身前 孙元 就凭你一个人 能拦住我们两人 大理四卿冷笑 他和吏部尚书孙元 在朝堂之上多有摩擦 职责上也互相争执 谁都知道 按照天元皇朝的传统 两人早晚要战一场 却没想到是在今日 安亲王运筹帷幄 女皇大势已去 还劝孙尚书 别做无谓的挣扎 兵部尚书和大理四卿同时出手 要以两位合体七之力 强压吏部尚书 这位合体七修士 两位眼睛瞎到这种程度 不妨被我挖出来泡酒 吏部尚书孙元 浑然不惧 一亿党二 与此同时 安亲王等人 选择先发制人 打玉影一个措手不及 五雷正法宗太上长老游 如带天行行 周身雷霆灼灼 五脏之气传聚 汇聚为一 勾动天地之力 引雷劫降临 击穿中和殿 如意葫芦不在 我五雷正法宗 就是天节代言人 云梦泽湖主 和长空教教主 同样出手 面对玉影他们 不敢有所保留 一出手就是绝杀 云雾如梦境 将人拉入幻境 享受人生之苦 长空教教主 背后有高大虚影闪烁 挥舞拳头 发出撕碎空气的声音 若非有将离在 眼前的这位才是人皇 谁也不会因他们这边人多 而轻视玉影 安亲王 事成之后 你答应给我们的地盘 可别忘了 云梦泽和长空教 都是天元皇朝的大教 他们不满足于此 想要从安亲王这里 要出一片地方 成为六大宗门那样 和皇朝独立的宗门 穷奇王称列衣服 化为千丈长的友谊猛虎 斑斓凶煞 口吐人言 还有我 别忘了把你的双胞胎女儿 许配于我 安亲王一口答应 地盘也好 女儿也罢 都是外物 只要能当上天元皇 一切都是值得的 玉影国运加深 杜杰七之微钙压全场 云梦泽湖主 和长空教教主 施展的大神通环 未碰到玉影 就无缘无故地消失不见 万法不沾身 玉影先欠细手一抬 雷杰形成巨大弧度 拐回天空 与还未降落的雷电膨胀 炸开雷云 匹夫无脑 伪造的雷杰 也敢与如意葫芦相提并论 白色裙边随着玉影 走下黄座而摆动 露出一截被白袜包裹的小腿 她每向前走一步 就有一股脱力提前形成 撑起玉足 38条交错的线组成棋盘 悬浮在空中 静置不动 玉影伸手落子 白子落于棋盘正中央心位 发出咔的轻响 国运之棋 天元落子 这片空间都会成为她的领域 她根本就没受伤 安清王称目欲裂 狮声大叫 所有人仿佛被剥夺了非的能力 衰落在地 天元皇朝的国运 乃是一盘围棋 整个皇朝就是一座棋盘 国中修士就是棋子 修士厮杀过程 就是棋子吞士的过程 棋子互相吞士的越凶猛 国运就越强 然而 棋子吞士的泰国也不行 会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混乱 分崩离析 国将不国 这以皇朝为依托的棋盘 也就无从谈起 围棋中央心位也称作天元位 当棋子落到天元位上 周围会形成一片皇朝之主掌控的空间 天元局 我没心思和你们热身 天元女皇淡淡地说道 她刚才不仅剥夺了这些人飞行的能力 还将这一片空间的灵气全部凝固 除去她和吏部尚书外 谁也无法吸收 若不速战速决 前皇党就要面临灵气枯竭而败 此时皇城内的士兵列阵 气息连结成片 灵台相通 聚而不乱 井然有序 他们战意昂扬 将皇宫内的御影视为敌人 头顶有一股不可见的轻气冒出 汇聚到神威将军身上 将他的力量也提升道度节气 甚至超越御影 虽然不知车武被何人所杀 但幸好有神威将军在 补上车武的位置 安亲王见神威将军出手 心中大定 不过是个连人皇之位 都不敢征就直接退出的女人 有什么可怕的 安亲王大笑 玉影没有受伤 在他意料之外 不过并没有影响大局 优势还在他们这边 安亲王何故发笑 听说您和女皇是同龄人 却连人皇候选都没有当上 如今想起他将人途的称号 还两股战战 不知您笑的是 哪件丢人的事情 吏部尚书虽渐渐落入下风 却硬要拼着受伤 也要嘲笑安亲王两句 安亲王笑声戛然而止 当初玉外天魔解体的地点 就发生在天元皇朝 他从远处远远望到 看见江丽一人 在杀到癫狂杀到忘我 看得他心惊胆寒 差点破了道心 谁都不敢当着他的面 说这件事 却被吏部尚书当众说出 事后必杀死这个多嘴的贱货 安亲王怒火中烧 军队是皇朝的重要组成 军队叛乱 棋盘缺掉一大块 天元局不攻自破 即便如此 玉影依旧停留在杜劫期 他轻轻吐出一个沙子 冲向比自己气势还强的 神威将军和五位合体气 国运有缺 影响的不只是棋盘 还有玉影自己 他的杜劫期 并不像神威将军这般稳定 令他不解的是 神威将军是利用军队 提升道杜劫期 按理说 比自己要弱才是 可为何 他却一反常态地表现得 如此之强大 玉影虽不明原因 却并没有因为不解 而动作放缓 反而更加凌厉 神威将军常年在军中历练 他占尽优势 还有安亲王等五位合体气出手 既然杜劫期万法不沾身 那就用其他手段 安亲王以两位女儿为代价 请来穷齐王就是这个目的 尽管穷齐王的肉身 没有张孔虎那么离谱 但也能和杜劫期交上几手 这就足够了 五雷正法宗太上长老 再度施展五雷正法 拟治雷 五雷正法虽叫做法 却更近乎于道 不在万法不沾身的范畴 之前玉影动手 才驱散了雷节 这就是证据 玄中水一滴中万斤 而他却有一碗 长空教教主拎着大锤 砸向玉影 安亲王拿出凉天尺 此尺可以丈量敌人缺点 有针对性的战斗 不过他终究是合体气 丈量不准玉影的缺点 只能量的大概 而且他只会法术 对玉影不起作用 只有杜劫期施展的法术 才能对杜劫期产生作用 安亲王虽不能直接攻击玉影 却可以告诉神威将军 玉影的缺点 百慧 通天 前顶 晨光 上星五处学位中 有一处他没有练到极致 他灵力运转一个大周天的时候 会有一瞬间的停止 六府中有一处 灵台有 安亲王每说一处缺点 玉影就会遭到针对性攻击 令原本越战越勇的他 开始疲惫 渐渐不能应对神威将军的招式 以及其他人的骚扰 而且 他的境界涨跌不定 国运很难在支撑他 保持在杜劫期 一个人还想拦住我们两个 兵部尚书和大理四卿 一脚踹开重伤的力部尚书 赶往安亲王处 两人能看出来 战斗将要结束 这时候还不加入真正的战斗 到时候论功行赏 可就没他俩事情了 这两人在合体器中不算拔尖 却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玉影无法招架 他跌落到原本的合体器巅峰 没有再回到杜劫期 安亲王大喜过望 手握两天尺 要打在玉影最薄弱的地方 破掉他的命门 神威将军虽然表情变化不大 却也能看出来喜悦 他帮助安亲王夺位 不求任何东西 只是为了战胜玉影 曾经他也认为自己是天才 想成为人皇 奈何九州地脉 却连人皇候选的资格都不给他 从那以后 他的心态就变了 既然他当不了人皇候选 那就战胜人皇候选 证明九州地脉是错误的 将离他注定无法战胜 白红图是真正的杜劫期 他也没可能战胜 那就只剩下玉影 谁叫他不注重培养自身势力 搞得现在只有 吏部尚书一人肯帮他 玉影被神威将军 一掌打得五脏 绞成一团 经脉逆流 蝶血不止 比之前装病的样子 还要虚弱 命悬一线 尽管他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 心却十分平静 很久以前 他就触摸到一层屏障 国运却一直拉住他 使他无法前进 如今阻拦他许久的屏障 仿佛一捅就破 即便是国运都无法阻止 安亲王的大笑 神威将军的破空声 五雷正法的雷声 穷其王的怒吼 力不上书的绝望 他闭上眼 却比亲眼所见还要清晰 这些吵闹的声音 与他渐行渐远 灵台洁净 一尘不染 他想向自己盘膝而坐 与灵台 与天地融为一体 原来这就是真正的杜劫 玉影逐渐明晰杜劫期的含义 怪不得没有人提到 如何突破杜劫期 因为说出来 就永远无法突破道杜劫期 之所以 叫做杜劫期 就是因为需要杜劫 这种劫必须是 死死无生的死劫 以死求生 倘若有合体期修饰 之道杜劫期的真正的含义 就会可以制造死劫 即便用各种巧妙手段 度过死劫 也突破不道杜劫期 合体期修饰 不制造死劫 当他面临死劫的时候 还是会忍不住去想 度过死劫 就能成为度杜劫期修饰 这样也不行 有大能刻意制造死劫 希望有人突破道杜劫期 同样不行 他以死亡压制自己 试图激发潜力 突破道杜劫期 虽出发点不对 但误打误撞的导致过程 是正确的 突破道杜劫期太难了 合体期巅峰的修饰 哪来的死劫 即便是面临十个 和自己同境界的人 也一样能逃跑 不能算作死劫 他们天元皇朝够乱 修饰杀人够随意 那也只停留在原因期 化神期修饰 十年都死不了几个 合体期修饰 就更不用提 突破道杜劫期 还需要再以心正道 印证自己的道 这对于御影来说并不难 也是合体期修饰 最可能晋升道度杰期的时候 安亲王惊恐地发现 御影的缺点在急剧减少 最后消失不见 仿佛一瞬间 他变成一个完美无瑕之人 这怎么可能啊 他不想相信 也不敢相信 完美无瑕的修饰 只有一种 惶惶天威降临 五雷正法宗的太上 长老最先警觉 猛地抬头 仿佛赝品遇到正品 不可遏制地产生胆怯 寒毛直立 人们心有所感 抬头望天 有一名智强者于此刻诞生 白红图立在道宗之巅 向天元皇朝的方向眺望 即便看不到那么远的地方 他也能感受到 即将出现一位 和自己同等级的强者 等了许久 你终于也和我一个进见了 红尘仙子坐在仙桃树上 雪白的小腿前后摇晃 同样望向天元皇朝的方向 外界似乎很有意思 但自己胆子小 不敢出去 怎么办呢 哄 天威化节 玉影正是迈入度节期 玉影睁眼 肌肤如玉 美目流畔 一举一动 流露出极为高贵的气质 无人敢欣赏玉影之美 在场之人自心底发寒 一位杜节期的国君有多可怕 谁也无法想象九大皇朝之中 目前只有玉影一人抵达杜节期 跑 没有人说出这个字 却都不约而同地 做出同样的选择 玉影伸出葱白的手指 向前轻轻一点 除去神威将军 所有人都被禁锢住 不能动弹 玉影嘴角微挑 不愧是将离那个家伙最常用的招式 用起来的感觉可真是不错 神威将军自知逃跑无望 就算他能跑 军队也跑不了 失去了军队的他 只是一位合体妻 是不可能逃离拥有天元局的玉影 他只能硬着头皮战斗 别看他也是杜节期 那也只是空有力量 杜节期的种种威能都施展不出来 例如杜节期能禁锢空间 没有空间天赋的将人皇会 玉影会 而他就不会 对方刚进入杜节期 说不定还不熟悉 自己凭见蛮力 未尝不能一胜 神威将军 试图给自己增加信心 玉影不给神威将军 任何翻盘的机会 国运加深 换出残缺的棋盘 在新卫处落下四子 召唤出十万八千件 样式不同的兵器 布满整个空间 头顶 脚下 前后左右 神威将军被兵器组成的 圆球包裹住 锋芒对内 他轻轻挥手 十万八千件兵器 向内刺去 兵器消失 神威将军所在之处 只有一团血舞 杜节期的滴血重生 神威将军同样不会 他连说出自己是神藏 较重要人物 可以立功的机会都没有 神威将军一死 军队无人指挥 国运组成的棋盘 回归于完整状态 玉影成就渡劫期 皇城之人都已知晓 不会再有意外 纷纷出来朝拜女皇 方才的战斗 早就将皇宫毁于一旦 玉影缓缓飘起 与之相伴的 还有安亲王等七人 他要在众目睽睽之下 处死这七人 众人心中都明白 女皇军临天下 逆臣不可活 甚至还要株连九族 前皇室不会再留一人 五雷正法宗 长空教 云梦泽会在女皇的打压下 沦为墨流 兵部尚书 大理四卿面临查抄 至于穷齐王的族人 白泽皇乐得见到 霍乱皇朝的八王少去一脚 还有礼部尚书等 一干倒向安亲王的大臣 不知是只有他们自己死 还是株连三族 九族 而礼部尚书孙元 有从龙之功 今后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但陈明都知道玉颖的性格 也敬畏他的天资 当他成为杜杰妻 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这就是玉颖在天元皇朝的声望 不用帝王心术 不用孤臣 不拉帮结派 只有几个亲信 安亲王这才意识到 玉颖和丽颤天元皇都不同 他更像是仁皇 仁皇只追求力量 从不在乎势力 丽颤天元皇自治无妄杜杰妻 便用尽心机 拉拢群臣 努力维持帝王威严 安亲王效仿先祖拉帮结派 认为大事在他这边 现在他明悟 在绝对力量面前 他这点计谋 是登不上台面的小玩意 玉颖处绝妻人 任由他们尸骨暴晒 孙元 忠心可嘉 你在干什么 玉颖转身 刚要赞赏吏部尚书孙元 就见他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 与之相伴的 还有突兀出现 覆盖整座皇城的大镇 玉颖瞳孔微缩 认出大镇的来历 绝灵镇 这是魔刀用来覆灭一城 异国的杀人大镇 按理说 皇朝有如此大镇 很容易发现 但这绝灵镇 却独处与和皇朝平行的空间 如今那处空间融入九州 绝灵镇也随之出现在皇朝之中 孙元你该死 清冷的声音 罕见带有怒气 发动绝灵镇也需要几夕 只要禁锢住他 就还有挽回的余地 然而 孙元却轻松挣脱禁锢 散发出和玉颖相近的气势 他也是杜杰奇 怎么可能在无声无息间突破杜杰奇 玉颖不可置信 他刚才突破杜杰奇 整个九州都有感应 这是正常的 而孙元呢 瞒天过海 突破道杜杰奇 这不可能 在神藏之力面前 没有不可能 孙元露出一丝残忍的微笑 绝灵镇 起 复杂而古老的大镇缓缓转动 纹路交错 疑心易速 龙蛇起路 天地翻覆 不过三夕时间 皇朝空无一人 血雾弥漫 以及人虽消失 衣物却没有反应过来 还树立在原地 遵循主人的意志行动 整座皇城刹那间 变成只有衣服活动的写城 十分诡异 很快 血雾吹散 衣服轻飘飘落地 仿佛从未有人存在过 上至合体初期的天杀阁副阁主 下至炼七七的平民百姓 在孙元准备了几十年的 绝灵镇面前 都没有反抗之力 瞬间死亡 皇城八百万百姓 一百万军队 共计九百万性命 通通消失 教徒只能杀一千人 这是孙元假借神藏尊者之口 定下的规则 他担心有人通过杀人 修为超过自己 孙元自己可不会遵守这种规则 九百万人一死 功德之力充盈身体 距离飞升 只有一步之遥 死 玉颖寒怒出手 却嗓子一甜 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 气势锐减 国度消失 军队消失 这对一个国家的影响 可想而知 玉颖和国运相连 国运受损 他也跟着重伤 女皇 天元皇朝强者为尊 孙元布局如今终见成果 孙元仿佛能看到 成功向自己招手 他与玉颖交手 占尽优势 即便玉颖精彩艳艳 也不可能在刚入肚结期 还未稳定就重伤的情况下 战胜一位即将飞升的肚结期 孙元早就算计好一切 本该为玉颖护法的江人皇不在 其他能阻拦自己的人 也赶不到这里 只要自己战胜玉颖 成为新的天元皇 通过国运棋盘 补下覆盖整个国家的绝灵阵 到时候的神藏之力 足以把自己 推到和江人皇同等境界 成为县屯的第二位大成妻 再见了 女皇 孙元胜券在握 要施展最后一招杀死玉颖 一只铁手牢牢握住孙元的手腕 让他无法出手 孙元惊恐回头 看到一名脸色铁青的青年 怒目自己 江人皇 你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玉颖见孙元适度节期不可置信 孙元见江丽出现在这里 更不可置信 他应该护着姬家人在虚空中才对 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回来得这么快 他还没成为大成妻呢 姬家人呢 江人皇没护住 死在虚空中吗 江丽自然没义务回答孙元的问题 他一来到这里 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绝灵阵 空城 这两件事物组合在一起 要是有第二种可能 他这个深谙魔道手段的人皇 就白当了 孙元虽不是魔道之人 却比魔道之人更可恨 江丽一手卡住孙元的脖子 一手卡住他的手腕 猛的一用力 硬生生将他一条手臂扯断 左臂 右臂 左腿 右腿 江丽几下 就将孙元拆成棒垂形状 杜杰七 滴血重生 这种程度的伤 对于孙元来说并不致命 但他宁可受到致命伤 江人皇这是愤怒到死 都不让自己死个痛快 孙元发狠 脑袋用力 扭断自己的脑袋 挣脱江人皇的铁手 击鼓飞速长出 接着就是四肢和肉体 他恢复原形后 转身就跑 越接近大成妻 越知晓江丽的可怕 自己杀了一成之人 才将自己堆倒堵截巅峰 还需要杀一国之人 才能成为大成妻 杜杰七和大成妻的鸿沟 令此刻的他绝望 没事吧 江丽来到玉影身前 将他扶起 给他扶下一粒大环丹 整个过程面无表情 若在平时 江丽见到玉影吃瘪 肯定会笑着说这句话 再阴阳怪气地来两句 说好不容易成为杜杰七 怎么还输了之类的话 然而 现在不只是玉影冰死 还有九百万人死的 连尸体都不留 江丽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 九百万人是什么概念 玉外天魔袭击一次九州 也不过如此 这是他身为人皇的失职 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历任人皇 他怎么有脸说 自己是最强的人皇 他怎么有脸 江丽拾起地上的一件红衣裳 看大小 应该属于某个的活泼可爱小女孩 如今孩子的欢声笑语不见 只剩下这一件小衣服 而这样的情况 还有九百万个 九百万人命 九百万衣冠种 江丽的心都在颤抖 他甚至想哭 别让孙元跑了 玉影急忙说道 跑 江丽将红衣上叠好 整齐地放在一边 冷笑道 在天结面前 他能跑到哪去 玉影抬头 发现不知不觉间乌云笼罩大地 比起自己成为杜杰七之十的影响范围 要小不守 只有皇城这一片能感应到 然而 这却是一只最恐怖的天结 他只见江丽渡过 成仙杰 主人你没事吧 如意葫芦哭着滚到玉影怀中 那个人差点杀了主人 看我用成仙杰劈死他 如意葫芦嘴张开 钻出一尾小白鱼 小白鱼化为人形 也扑向玉影 玉影阿姨 你没事吧 身为大洲的十九公主 他自然认识邻国的玉影 之前江丽在虚空时 让姬空空化为小白鱼 钻到如意葫芦里面 他需要护住姬空空 可不需要护住一件仙器 不用保护姬空空 江丽很快就能回到九州 随缘确实跑不了 他跑到哪里 承仙杰就追到哪里 粗大的雷柱 将他劈得焦黑 渡劫器的种种手段 在承仙杰面前 一个都施展不出来 通通无效 承仙杰是对修士的考验 只能硬抗 孙芸 有死的准备了吗 江丽翘无声息地立在孙芸身后 听得他毛骨悚然 两人在承仙杰下 威力翻倍 将孙芸劈的元气大伤 江丽毫发无损 不不不 我不想死 我我我知道很多东西 我可以告诉你 怎么获得神藏之力 什么是神藏之力 您看 我利用神藏之力 从合体巅峰 道度结巅峰 有了这种力量 我们再也不怕欲外天魔 只要您能留我一命 我就告诉您 怎么获取神藏之力 孙芸口不择言 努力展示自己的价值 你了解我吗 江丽突然问了一句 让孙芸没反应过来 我问你了解我吗 江丽虎目一瞪 吓得孙芸两腿发抖 我我我 我当然了解您 您是公正无私的人皇啊 是九州的守护神 孙芸不知道怎样回答 才能让江丽满意 他和江丽从来没有过交集 天机楼又不卖江丽的情报 他去哪了解江丽去 只能说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 不是你 江丽遗憾地摇头 孙芸并不了解自己 不是算计自己的人 只有对自己十分了解的人 才能精准到这种程度算计自己 他心中已经有了人选 但不愿意相信 你在神藏教是什么职务 副教主 我和神威将军都是副教主 但他不知道我 我知道他 孙芸没想到 江丽竟然知道神藏教 他心里一凉 感觉自己的作用大大减少 是教主 对 都怪教主 是他说 您现在护着鸡家人 无暇顾忌这里 让我放心动手 不不不 我良心难安 一点都不放心 都是教主让我这么干的 孙芸连忙推卸责任 教主是谁 不知道 教主从来没有落过真身 神藏尊者又是什么 不知道 是教主说 有神藏尊者 江丽不再问话 施展兴建 一边又一边地将孙芸切割 他皮肤完整 内在却千疮百孔 但肚结期 滴血众生的特性 又让他不 修复 如意葫芦也在旁边帮忙 动用各种天节 心魔节 地狱节 轮回节 八苦节等等 这些天节不伤身体 只针对心灵 例如轮回节 让他不断重生在 九百万皇朝百姓身上 不断死亡 不断重生 例如八苦节 让他在灵台中体验生苦 老苦 病苦 死苦 爱别离苦 愿增会苦 求不得苦 五应斥胜苦 孙缘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连续哀嚎 不敢睁眼面对现实 也不敢闭眼体验天节 最后 江离将他魂魄抽离 炼成灰灰 虽缘失去灵魂 肉身坠地 发出轰鸣之声 犹如陨石撞击九州 大地都在微微晃动 江离将这具尸体丢给玉颖 任由他处置 炼成傀儡也好 直接焚尽泄愤也罢 都无所谓 玉颖望着面无表情的江离 轻咬阴唇 神情复杂 自己费尽心思 舍身忘死 终于突破杜杰七 而江离却可以轻易 杀死一位杜杰七巅峰 对方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大成妻 真的这般强大吗 现在的自己国运加深 手持仙气 能和江离过上几招 或许五招 或许八招 总之 玉颖没有想象 和江离交手十招 江离瞥了玉颖一眼 看出他心神不宁 却没有多说什么 与静心圣女不同 他知道玉颖的道心 纯粹而坚定 如今只是经历背叛和失败 又看到和自己的差距 受到冲击 产生动摇 给他尽心思索几日 可以自行堪破这一心仗 江离又把姬空空送回大洲 姬子见到江离的脸色 觉得莫名恐怖 自他成为人皇后 姬子还从未见过他脸色阴沉 难看到如此程度 明明看起来如此平静 但任谁都能发觉 这平静的背后 是识破天惊的愤怒 江离只是把姬空空放下 一言不发地飞走 姬子从始至终 也没有说一句话 佛门位于九州吉西 佛法浸透了每一处空间 连土地都发得微光 尤其是到夜晚 更为明显 佛门旁边是一个国家 名叫乐善国 虽不到九大皇朝的程度 却也十分强大 许是临近佛门的缘故 这里的人们贫穷而知足 常有受古灵循的老者子孙满堂 享受天伦之乐 随便在路边拉一个人 对方都能给你背上一段佛经 甚至给你讲上几课 让你能理解最浅显的轮回 英国宇宙三千世界等概念 故老相传 乐善国底下 有一个巨大的金色腕 字符埋在土里 是乐善国的镇国之宝 有人相信了这则传说 挖了很深 也没见到什么东西 最后挖到很坚硬的泥土 实在挖不动了 这才遗憾放弃 宣告失败 乐善国就像是佛门的附属国 举国信奉佛法 家家户户都有佛像 他们坚信善恶有报 今生吃苦 前世报应 今生行善 来世善终 寻常修士不理解佛门真谛 也就不能理解乐善国的举动 因此 很少有修士去乐善国 就连商人做派的天机楼 也不愿意来到这里 这里的人无欲无求 不会有人来天机楼买情报 将离行走在乐善国 丈量着佛法的浓厚 他能看到 有许多人和他去往相同的方向 须弥山 只不过 他是走过去的 而乐善国百姓 是跪着过去的 他们每走一步 便双手合十 对着须弥山磕一次头 起身 再走一步 再磕头 周而复始 须弥山每日都会有高僧开坛讲座 解说佛法奥义 人人皆可去听 没有门槛 不过喜欢听佛法的修士并不多 他们觉得佛法枯燥乏味 声色难懂 即便听了 也长不了修为 没必要浪费时间 将离一步一台阶 不动用任何法力 又要走完这十万阶须弥山 须弥山的台阶很特别 若动用法力 可以轻松登山 若不用法力 单凭肉体 每登一阶 就像扛起一座大山 如此累加 当你走完十万台阶 就相当于扛起十万大山 传说这是佛祖留下的考验 以肉身走完十万台阶 可以见到真佛 有佛教徒想尝试 但没有人能走到三千阶 曾经将离不幸这则传说 但他今日想试一试 他已真面目视人 惊动所有参悟佛法的刀僧 纷纷离开自己的寺庙 他们不知当代人恍想要做什么 又要一看究竟 一千 两千 三千 阻拦无数人的三千大关 被将离轻松突破 他每一步走得都很稳 但每一步走得也很轻 完全看不出须弥山带给他的阻力 五千 一万 一万五 两万 高僧们相互对视 看出对方眼中的惊骇 两万台阶对当代人恍 还是没有任何难度 高僧们不再保持 一往老禅入定的姿势 交谈起来 当代人恍是要做什么 心中有困惑 求真佛解答吗 真佛与非生的仙人没有关系 真佛 说的是觉者 这一类人 除去开启六世外 还开启了第七时默纳和第八时阿赖耶时 常驻不坏 性如金刚 永远显示其本来自信 清静涅槃之真如性 正因如此 一般修士才不愿意听佛法 太难懂了 不过 即便修士对佛法体系不甚了解 也知道 佛门有一位现在真佛 和一位未来真佛 现在真佛就是须弥老佛 九千八百年的高寿 让他成为度节期中最古老的存在 空间之道灌绝九州 无人能比 在抗击天魔之战中 曾多次出手相助 未来真佛就是物质佛子 慧根身后 连须弥老佛都自愧不如 三万 四万 五万 台阶术仿佛对江离没有意义 他面无表情 一步一个台阶 八万 九万 十万 江离以纯粹的肉身力量登上须弥山 完成前所未有的壮举 然而 他没有感到半分高兴 传说是假的 走完十万台阶 见不到真佛 父子 须不贴 若善男子 善女人 受持读诵此经 若为人轻贱 是人先是罪业 应堕恶道 已经是人轻贱故 先是罪业则为消灭 当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须弥老佛身材高大 嘴唇敦厚 耳垂下坠 面容苍老 却神采奕奕 骨肉隆起 其形如祭 乃是佛三十二相之一的肉迹象 他赤脚裸臂坐在金帘上 拇指与中指相拧 向弟子们讲授佛法 弟子们听得如痴如醉 却听见老佛讲经之声 戛然而止 善灾 将施主所为何事 因何一副欲垂类之相 弟子们诧异扭头 看到当代人黄面容纠结 仿佛是看到尊敬之人 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 自己必须要杀死他 老佛 告诉我 你是如何成的仙 江离的声音都在微微颤抖 他登临须弥山顶 未见真佛 只见到一位痴人的仙 成仙 分三个步骤 修炼道度节巅峰 度过成仙节 将一身灵气 不可能翘无声息地度过 不是在一处秘境就能度节 秘境位格不够 不会有成仙节降临 仙力肯定是灵气加工而成的 但具体如何加工 谁也不知 这是仙节立身之根 长存仙翁不可能知晓 老佛 告诉我 你是如何成的仙 须弥老佛佛光内敛 肉身饱满 度节期有一万年寿元 他本该是垂垂老矣的模样 如今却神采异役 仿佛寿元还有许多 江离见过很多古籍对仙人的描述 也见过长存仙翁 红尘仙子这两位真仙 他看得出来 须弥老佛已经成为真正的仙人 畏惧仙界 在九州成仙的仙人 即便不亲眼所见 须弥老佛已成仙 江离心中有八成把握幕后黑手 是须弥老佛 他最先碰到神藏教教徒 那位化神器老者之时 幕后黑手见状不妙 去天元皇朝杀了车武将军 能在江离旁边看到这一切 还不被江离发现 说明幕后黑手精通空间之道 即空空说过 幕后黑手突然出现在车武上将军身后 一招杀死合体七的车武 说明幕后黑手不是合体七巅峰 就是杜劫七 再往后幕后黑手 引自己带着机空空前去神藏教秘境 把秘境崩掉 算计得太准 只有熟悉江离的人能做出这种判断 须弥老佛身为九州第二古老之人 江离也多次请教过他修炼上的问题 请教他历代人皇是怎样的人 请他帮忙寻找仙界 请他看系统生成的通往其他世界的通道 还有神藏教的那一套 传教方式太熟练 说明幕后黑手熟知传教套路 江离见过孙元 听玉莹讲过和神威将军的战斗 这两人都没有施展过空间手段 说明对空间之道不熟悉 那绝灵阵所在的空间 是如何做到和九州世界完美平行的 这零零总总的事情 都可以用一位江离不认识的 精通空间之道的杜劫七大能 或者潜入九州的域外天魔解释 所以江离认为老佛只有八成可能 如今见到老佛成仙 这八成可能就变成十成 江离在神藏教第二道仪式的时候见到 几位祭祀联手杀了一名化神器修士 功德均分 他那时候就在想 为杀人提供帮助 能否获得功德 或者换一个角度 教徒每杀一个人 成立神藏教的教主 能否获得功德 曾经他只有猜测 而当他见过孙元 又见过须弥老佛 一切都明白了 教主是能分到教徒的功德的 甚至教徒只占了一小部分 大头在教主 功德之力可以化腐朽为神器 也可以不讲道理地 将灵气转化为仙力 江施主玩笑了 替天行道 行善积德 自然而然地就能成仙 老佛微笑 承认自己已经成仙 让座下弟子大为震惊 就连他最看好的物质佛子 也是惊讶 江离一步步走向须弥老佛 气势节节攀升 犹如一杆刺破长空的枪 灵力至极 我知老佛多次抗击天魔 战功赫赫 确实行善极多 就是不知行这些善事 可有功德降下 佛门弟子 渐将离这种姿态 纷纷让路 他们到现在也没搞清楚 发生了什么 老佛何时成仙 仁皇又为何发怒 杀人无量 功德无量 施主何必明知故问 老佛何时 施主也精通佛法 不妨看一看 我可有半点业力 老佛表情微妙 似是微笑 似是哭泣 懂佛法之人都知道 修行佛法 最重要的是 行善积德 不可错杀无辜 否则就会有滔天业力焚身 红莲夜火灼星 痛不欲生 需要做大量好事 才能消灭 上一任佛子 无意间杀人无数 夜力缠身 用一生时间都不可能弥补 这才化佛为魔 堕入魔道 施主 天变了 天道极魔道 江离沉默了一下 想要反驳须弥老佛 却不知该如何反驳 为何要成仙 须弥老佛微微一笑 仿佛是对江离的无声嘲笑 又像是对自己的嘲笑 江施主 我若不成仙 便还有三年寿缘 我不想死 佛门不是讲究 来世今生因果报应 今世做善事 来世入天人 老佛 你没有堪破生死吗 须弥老佛激动起来 不再结痂跌坐 猛得起身 他身材高大体型健硕 有两米多高 来世来世来世 我当然没有堪破生死 下一世我忘记一切 投胎天人道有什么用 享福有什么用 这一世 我死了呀 死了 凭什么我要为下一世做好事 那这一世的 我该怎么办 难道我这一世的意义 就是为了下一世 江离 你回答我 众弟子目瞪口呆 从未见过老佛这般师态 这已经能称得上发狂 物质佛子何时 嘴唇轻轻颤动 他的师兄好奇 侧耳倾听 发现他竟然在念网声咒 既然你只为这一世而活 那就清算这九百万人的果 江离终于明白 为何老佛强行帮助孙元 发动绝灵阵 按理说他可以转移阵地 放弃神藏教 从头再来 他没时间了 江离说话间脚步未停 他站在须弥老佛面前 仰头望着这个曾经尊敬的前辈 老佛 没有谁想死 你不想死 天元的九百万百姓 也不想死 果然是这样啊 须弥老佛无奈叹气 江离 你知道我从御外天魔 哪里得到功德之力的 获取方法后 为什么没告诉你吗 因为咱俩的思想果然不同 真佛讲舍身而普度众生 我做不到 只有你们人皇才能做的 乐善国国土下 万字符 金光灿灿 极为耀眼 乐善国急剧缩小 出现在须弥老佛掌中 国中百姓消失的 无影无踪 这是大梦居士 致死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乐善国本就不存在 百姓都是幻境 不过这幻境过于真实 处之有感 用之有物 与真实无异 合体气都看不出来的幻境 柔和了幻境之道 空间之道的佛门大神通 掌中佛国 世人皆知乐善国全民信佛 乃是第一等拥护佛门的国家 却不知 这个有着九千年历史的国家 只是一道神通 甚至就连国中百姓 也不知自己 本是不存在的 须弥老佛的手大道无边无际 掌闻如身鹤 即便是江黎 都一眼望不到尽头 金色万字符迎面扣下 罩住江黎 掌中佛国第一世 轮回 江黎成为乐善国的国王 仿佛经过轮回转世 忘记一切 尽心尽力地履行一个国王的职责 他连政放权 以身作则 选拔能人 深受百姓爱戴 国力蒸蒸日上 附近的国家莫不臣服 只是人有受尽使 他也老了 病了 躺在床上 奄奄一息 有大臣外出求要 惊喜地告诉江黎 王 臣从佛门求的一个偏方 只要您杀死一万人 就能逆转生死 延长寿命 乐善国在江黎的统治下 夜不庇护 人人行善 死囚牢中空无一人 哪里有人可以杀 王 您可以杀百姓 死一万人就能换得一位明君 令我乐善国更加强大 当杀死一万人时 我就不再是明君 江黎拒绝了大臣的提议 并命令大臣 不准把偏方的事情传出去 随即撒手人寰 举国痛哭 江黎再度转世 成为乐善国的一名普通百姓 不记得自己是人王 只记得自己前世是国王 他惊讶地发现 乐善国不再是自己记忆中的形象 人们发生翻天覆地的变换 人人都想要杀死彼此 那名大臣并未遵循江黎的命令 将偏方散播出去 现任国王将死 信了偏方 杀了一万人 果真重回青年 百姓见偏方在国王身上灵验 也不甘心死亡 欲要杀人长生 乐善国乱作一团 国王位高权重 需要杀一万人才能逆转生死 而普通百姓 只需要杀死一人 就能多活百年 江黎行走在乐善国中 目睹复杀子 而杀母 夫妻反目 临人隔阂 他不言不语 也未做任何事情 只是走着 突然一名老嫂拉住江黎衣袖 颤颤巍巍地握着杀猪刀 哀求道 年轻人 行行好 让我杀了你 老嫂年纪太大了 他躲在暗处 看到江黎面扇 请他帮忙 老婆 为何要长生 老嫂从来没想过这种问题 他愣住了 见老嫂不答 江黎便自己回答 世间美好的事情太多 亲情 爱情 友情 金钱 美女 权力 穷其一生 也享受不完 那我想享受这些东西 我要长生 年轻人 我能杀了你吗 江黎微笑 又问道 你在哪能享受这些 老嫂茫然 在上一任国王的统治下 这些美好的东西随处可见 而在现任国王的统治下 这里只有死亡和背叛 是了 即便他活下去 又能做什么 活下去 然后呢 江黎叹气 杀人而长生 这世道已经乱了 那应该怎么办 老嫂其实也不喜欢现在的乐善国 活着 反倒不如死了安心 天道遇乱人间 上层不作为 没有任何办法 江黎摇头 若我是一名强者 我会以强权暴政 铁血手腕统治国家 恢复秩序 而现在的我 只能动动嘴 那你要是将死之时 不会选择杀人求生吗 你已经是治强者 世间最尊贵的存在 不会不甘心吗 不甘心 江黎笑问 我成为强者的目的是什么 恢复秩序 那我杀人求生是什么 破坏秩序 是了 若我杀人 那就不是我改变了秩序 而是秩序改变了我 老嫂闻言 向江黎鞠躬 受教 帮我做一件事吧 江黎说道 先生请说 老嫂对江黎的态度 变得极为恭敬 杀人可长生 自杀应当是怎样的结果 是复活 还是死亡 不知 江黎点头 我也不知 不妨试一试 若我自杀后还活着 那不用你做什么 若我自杀后死亡 就请老伯将这件事告诉大家 并说上天欲让人间内斗而亡 老嫂还未反应过来 江黎拿过老嫂手中的杀猪刀 对准心窝 毫不犹豫地捅下去 气断身亡 见江黎倒地 老嫂失魂落魄地遵循江黎的意思 将这件事传播出去 年老体衰的老嫂 很快就被人盯上 杀了他 然而老嫂虽死 这件事却传了出去 犹如燎原之火 传遍乐善国 有时之事认识到 人是会繁衍的 人杀人并不能说明 上天想灭绝人间 而自杀却没有复活 却可以说明 上天要让人间疯狂 再灭绝人间 上天欲灭绝人间 不代表人间会坐以待毙 有人组成反抗军 要害天下一个朗朗乾坤 反抗军整装待发 举办壮行宴 宰牛吃肉 饮酒壮胆 出征推翻现任国王 恢复秩序 反抗军杀的牛中 有一头就是江黎转世 江黎转世为牛 浑浑噩噩 忘记一切 只有本能 最终被人宰杀 以王公贵族为天人道 以百姓为人道 以牛羊为畜生道 此三者组成小轮回 江黎自须弥老佛掌中走出 神志清醒 须弥老佛御用轮回 让江黎迷失神志 他失败了 他还想让江黎在轮回中 亲自杀人 承认杀人长生是正确的 如此 江黎离开轮回 也不会再对他出手 但他依旧失败了 甚至还被江黎上了一刻 我练就掌中佛国九千年 从未施展过 自信就算杜杰期进了佛国 也要迷失自己 如今我已成仙 威力更甚从前 却不曾想依旧对你无用 只经历一次轮回 就找回自己 须弥老佛 没有承认自己的第二个目的 他见攻破江黎道心不成 便双手变大 向江黎合拢 两只手仿佛两个世界 内在空间无穷无尽 江黎又回到乐善国中 只不过这次 没有让他进入轮回 而是面临乐善国的无尽空间 掌中佛国第二世 无尽 这一次江黎没有失去修为 他见飞不到尽头 一声大喝 以手代斧 用蛮力劈开空间 老佛把江黎顾记得很高 不想和他正面战斗 他觉得 既然江黎不擅长空间之道 那用无尽空间就能困住他 谁料想 能困住仙人的无尽空间 被江黎以极其粗暴的方法破解 速度远比破解低是要快 江黎知道 一位大成妻和一位仙人放开了打 别说须弥山 就连九州都要天塌地陷 事已 他破开掌中佛国的空间后 又破开九州空间 拉着须弥老佛来到虚空 强行让两人在虚空中战斗 须弥老佛今生璀璨 面容慈悲 不知是佛法精妙 还是功德构成 现如今 别说江黎分不清 就连老佛自己也分不清 佛门杖六今生 被须弥老佛修炼到极致 坚不可摧 按理说 就算是同级别仙人 要破开他的今生 也要花费一些手脚 然而 江黎道法通玄 利用神通点诗成经 一指就将老佛变成杖六石雕 随即打成鸡粉 杜劫期尚可低血重生 更何况已是仙人的老佛 每一粒鸡粉都化作自己 金光连成一片 照亮虚空 亿万几个须弥老佛齐齐 攻击江黎 道宗的仪器画三清 可以画出两个一样的自己 三个自己同时战斗 已经是极限 江黎知道 不可能真的有亿万个须弥老佛 最多只有三个老佛真身 他吞云吐雾 化羽为兵 和亿万个须弥老佛交战 撒斗成兵的改版 化羽为兵 道宗十分欢迎江黎学习道数 他学一种道数 能还给道宗两种 和老佛一交手 就能知真假 三个老佛真身 很快就被江黎找到 须弥老佛叹息 江黎 你知道吗 你的天赋令我惊恐 老佛一边施展神通 和江黎交战 一边说道 我活了九千七百年 前七百年见过仙人 没有哪个仙人 能有你这般强大 后九千年 见过无数人节 也未有人能超越你 我意识如此 你知道吗 每次你去讲解 何为大成妻 如何成为大成妻 我都会去听 或明或暗 须弥老佛说到这里 气势再度攀升 表情猙獰 咆哮道 然而 我听不懂 我根本听不懂 你在讲什么 若是我能晋升大成妻 我何必要杀人 何必 江黎同样咆哮 我有什么办法 已经讲得很透彻了 你们还要我怎么讲 须弥老佛 吹出一口三昧真火 落到江黎身上 消失不见 江黎觉得 道星被熊熊烈火燃烧 如同千锤百炼的铁 又热又痛 三昧真火自心中起 以道星为燃料 焚尽肉身灵魂 甚至有道星坚定者 肉身灵魂化作灰灰 三昧真火 还在灼烧到星 江黎施展星剑 自斩一剑 剑一剿 三昧真火 老佛还想施展掌中佛国 将江黎困在轮回中 而这回江黎不为所动 直接从轮回中脱离 再度交手 两人皆是精通神通之人 但还是江黎技高一筹 击败须弥老佛 他一指头点在老佛眉心 但凡对方有任何异动 他就要点破老佛的灵台 老佛可雪不止 可出来的血液都是金色的 惨笑道 你最开始进入轮回是故意的 对不对 你其实只是想把那些话说给我听 江黎沉默不答 老佛咳了两声 勉强稳住气息 继续说道 你在让着我 域外天魔的实力和我相当 你杀他们轻而易举 却和我打得有来有回 那你成仙后为何不离开九州 去其他事件 须弥老佛成仙后 虚空中的钢风乱流不成问题 何况他还精通空间之道 想要去其他地方轻而易举 他却偏偏留在九州 留在须弥山上 像是等着江黎到来 是啊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明明去其他事件 你就找不到我 也许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无措 觉得你会理解 会谅解我 毕竟我就过九州 江黎沉默了一会 才问道 神藏尊者是谁 域外天魔在哪 老佛摇头 你在神藏教里所见到的 就是我知道的全部内容 天魔指 告诉我信神藏尊者后杀人 可以有功德之力 神藏之说 都是我顺着他的名号编的 他是什么 我也不知 或许是域外天魔的信仰 至于域外天魔 须弥老佛指了直嗓子 我也被吓了陆河作炼咒 说不了 即便我现在是仙人 陆河作炼咒 还有一个破解之法 那就是被下咒之人 提升到施咒者同一个大境界 不解自破 你懂吗 对方比我高一个大境界 却只敢做偷偷摸摸的事 江黎 他在怕你 须弥老佛是帝仙 而潜入九州的域外天魔是天仙 天仙在怕一位大成妻 须弥老佛自嘲地笑了笑 想起域外天魔那谨小慎微的样子 像是行妾的小偷 随即他就笑不出来 自己瞒着江黎成立神藏教 偷偷搜集公德之力的样子 和域外天魔何其相似 域外天魔是算准了 自己不会把公德之力的事情告诉江黎 才对自己说的 在对方看来 自己就那么怕死 我知道你在调查谁告诉江一心魔道 是那个潜入九州的域外天魔 你有没有想过 域外天魔是什么 江黎 长存仙翁在说谎 他肯定隐瞒了有关 域外天魔的事情 也许你信他 我不信 江黎 你说得对 天变了 天要毁灭我们 只有你才能保护九州 须弥老佛努力摆成结痂跌坐的姿势 双手合十 自焚身躯 化作一颗残缺的射力 哪里出问题 让江黎发现神藏教的 对了 是去天杀阁 让杀手杀他开始 为什么要这么做 好像他自从度过15次成仙劫后 行动就变了 这变化 是好 是 江黎握着残缺的射力 百感焦急 却不知要说什么 他沉默地回到九州 玉外天魔不知从何而来 有着极强的破坏欲 仙界与玉外天魔对峙 已有数个纪元 不过玉外天魔 这一方处于弱势 只是大本营坚不可摧 不然仙界早就把玉外天魔杀光了 九千年前 成仙天梯不知为何消失 长存仙翁猜测 应该是玉外天魔所为 他们箭打不过仙界 就想从下界入手 慢慢侵蚀仙界 虚空如同海洋 世界就像海中的鱼 随时移动 只不过仙界这条鱼过于庞大 比起一般的鱼 仙界更像是坤 九州像是金 成仙天梯 是仙界和其他世界 唯一联系的方式 玉外天魔让成仙天梯消失 双方都找不到其他世界 而玉外天魔 可能有其他方法 确定九州世界的大致位置 每过几百年 就有一只玉外天魔 找到九州 地仙级的天魔来袭 一到九州 就不管不顾大开杀戒 九州自然是难以抵挡 只能由人黄鼎上 其他肚结期 合体期帮忙 外加各种手段 例如仙气 国主国运加身等等 九州的底蕴被不断消耗 杜劫期不断陨落 九千年前 曾有二十位杜劫期 坐镇九州 而到现在 只有白红图 玉影 法身宗宗主 仁皇殿的柳同领 这四位杜劫期 江黎回到须弥山 之前见江黎和老佛对质 早就吸引所有僧人 两人去往虚空 只有一人回来 手中还拿着一颗摄理 老佛的下场可想而知 没有僧人上前质问江黎 为何要杀死老佛 僧人们听得明白两人对话 老佛为了活命而杀人 江黎来惩罚老佛 谁也不能指责江黎做错了 因果循环 杀人阴劫 本就是佛门理念 江黎把残缺的摄理 交到物质佛子手中 物质佛子仿佛早已料到这一切 他不再念往生咒 而是结果摄理 恭敬地对江黎一行佛理 仁皇 师父曾言 若您找上门 而他又不在 便让您去联台下拿一件东西 江黎冷了一下 从老佛的联台下 找到一份名单 神藏教所有教徒的名单 名单第一行写到 教主 秦熙 孔雀国人 秦熙 须米老佛的俗名 须米老佛曾笑着对江黎说过 说自己俗名戴希字 注定与西天有缘 孔雀国则是 早在几千年前就消亡的国家 再往后 就是副教主 祭祀等等 大部分都飙红了 表示这些人死亡 按理说 须米老佛可以记下所有教徒 江黎不知须米老佛留着这份名单 是为了什么 他也不想知道 须米老佛能成为须米山之主 并非因为他修为高深 而是因为他对佛法的感悟最深 佛门不以修为剑高低 而是以佛法论地位 江黎可以预见到 须米山最终的主人会是物质佛子 先翁在哪 有事请教 佛门出了什么事 我感受到先人的气息 好像是老佛 现在又感受不到了 江黎和白红图一见面 两人就同时发问 老佛犯了杀戒 江黎只说了这么一句 白红图和江黎相识近五百年 见江黎有些失魂落魄的 又听他这么说 一下就明白怎么回事 老佛犯的杀戒 肯定杀人数量不少 不然江黎也不会把他尊敬的须米老佛杀死 他告诉长存仙翁的地方 又拍了拍江黎的肩膀 别把自己逼得太紧 放松一阵子 江黎苦笑 你要是知道 九州有一只潜伏了最少三百八十年的 天仙急于外天魔 你还会放松吗 白红图吓了一跳 天仙急于外天魔 这是怎么回事 长存师祖可是说 能来到九州的于外天魔 只有地仙急 而且于外天魔一来九州就杀人 壮弱发狂 没有理智 从来没听说过有潜伏的天魔 再者说 三百八十年前就来九州 为什么不直接杀人 那时候江黎连度节气都不是 谁能挡住的一位天仙急天魔肆虐 而且就算是现在的江黎 能挡住天仙急天魔 难道九州有什么 让天魔害怕的东西 真的假的 消息准吗 不是白红图不相信江黎 而是这则消息实在过于匪夷所思 还很矛盾 老佛临终前对我说的 走 咱们一起去见师祖 出了这么大的事 白红图要和江黎一起去问长存仙翁 此时长存仙翁正待在道宗藏经阁最上层 翻阅着还没有自己年龄大的古籍 江黎一见面就直接问道 仙翁 你确定御外天魔只有地仙急 为什么这么问 长存仙翁疑惑的抬头 御外天魔确实只有地仙急 我在仙界从来没见过天仙急的天魔 天魔的优势只有数量多 大本盈难摧毁这两点 他们没有脑子 只有力量 我可是碰见了天仙急的天魔 而且智慧极高 你如何解释 江黎沉生说道 隐隐有质问的意思 他觉得长存仙翁肯定知道一些内情 例如御外天魔杀人的原因 例如神藏尊者 长存仙翁看江黎严肃的态度 白红图也一副要给个解释的态度 他知道自己瞒不过去 只能告诉他们真相 我骗了你们 其实是有天仙急的天魔 长存仙翁叹气 解释道 我之所以一直说 天魔只有地仙急 是担心之前的九州 要是知道 可能有天仙急天魔入侵 你们的前辈们会想 如今战胜地仙急天魔又怎么样 后面还有天仙急天魔 如此中生活在恐惧之中 即便你已经是大成妻 我也不愿意把这件事告诉你 你本该是罪意气风发的时候 我何必要在这时候打击你 说其实还有更强大的 人 你是赢不了的 地仙急天魔确实治理低下 而到了天仙急 他们智力大幅度提升 更难对付 我不觉得你能赢过这种天魔 江黎沉吟 实话实说 天仙急天魔似乎很怕我 不敢和我正面交手 嗨 长存仙翁差点被自己的唾沫腔道 好家伙 你这个理论上 和地仙一个等级的大成妻 这么离谱 我是知道你能越即战斗 但也不至于离谱到大成妻 还能越即 白宏图也不可置信地看着江黎 你这哪是人啊 你这是老天爷的大儿子 他原本还担心有天仙急天魔怎么办 合着你能打赢啊 他看江黎一脸死相 还以为他做好战死的准备 浪费感情 he too eh 如果说天仙急天魔 在三百八十年前就来到九州 一直在暗地里活动 你怎么想 你那时候才合体七 就已经能威胁到天仙急天魔了 长存仙翁惊讶 好吧 别这么看着我 我也不知道原因 毕竟我只是一名小小的地仙 不是全知全能的 剑掌存仙翁真的不知原因 江黎想起盗祖惨死 又问道仙戒真的没有出事 不然天魔能找到九州 仙戒却找不到 而且盗祖他老人家在石碑中 还说仙戒大乱 你最好不要指望仙戒来帮九州 长存仙翁脸色有些难看 你以为我为什么回到九州 不待在都是仙里的仙戒 仙人都是很冷漠的存在 活得久了 连人性都丢掉 他们只在意仙戒 不会在意其他世界是怎样的 我讨厌这样的仙戒 至于师父说的仙戒大乱 应该不是御外天魔入侵仙戒 你看他石碑里也没有提到 御外天魔的字眼 我觉得可能是仙戒的大佬们 打起来了 师父站错了队 逐出仙戒 又被御外天魔碰上 长存仙翁说到这里 愤愤不平 若是师父和自己一样 回九州养老 哪里能碰到这些事情 仙戒也有内斗 当然 仙戒内斗的次数超出你的想象 原因之一 你也见过 红尘仙子 长存仙翁提起这个名号 又生出一种冲动 被江黎摁在原位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道统之争 权势之争等等 反正御外天魔又威胁不到他们 不怕内耗 也就是现在的九州比较团结 长存仙翁想起往事 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在成仙天梯没有消失以前 有仙戒荡靠山 九州内斗的次数 也就是比仙戒少点 现在这是有天魔 有你们仁皇殿 大家才不敢内斗的 长存仙翁又说道 本来是不想告诉你们这些的 知道了又有什么用 不如不知道 还能盼着仙戒来救九州 御外天魔到底是什么 地仙集天魔都没有理智 是怎么修炼道度节气的 江黎又问道 天魔的修炼体系和咱们不同 他们不以灵气先例为能量 而是依靠怒 聚丧 极等负面情绪为实 死亡是最大的负面情绪来源 他们因此杀人 仙界有人猜测 天魔诞生于生灵的负面情绪 不过也只是猜测 你觉得有可能杀人就获得功德吗 杀恶人 杀任何人 听起来很像御外天魔干的事情 怎么讲 长存仙翁摇头 我也只是听说过 没有亲眼见过 战场上下来的人偷偷告诉过 说于外天魔有自己的神 这个神负责发放功德 谁信这个神并杀人 谁就能获得功德 白红图瞪大眼睛 无法想象还有这种神的存在 那你知道这个神的称号吗 江黎只是长存仙翁的眼睛 长存仙翁摇头 仙界对这方面管得很严 我不知道 江黎点头表示理解 不论是九州还是仙界 杀人就能获取功德 对修士的吸引力太大了 这是堂堂正正的魔道 他没有把神藏教和神藏尊者的事情 告诉长存仙翁 对于只有仙力的长存仙翁而言 他很有可能 做出像须弥老佛一样的事情 杀人获取功德 而养活一位帝仙 需要多少功德 江黎不敢计算 只要江黎还在 长存仙翁就不用出手 对付玉外天魔 仙力就不会消耗掉 夜郎国是一个偏僻的小国 三面环山 一面银河 资源匮乏 使这个小国家 少与外界交流 也很少被人注意到 这个小国家最与众不同的 短短几十年时间 在缺少天才地宝帮助的情况下 竟然可以从炼器期提升到化神期 夜郎国百姓都知道 他们的国军并非是继承而来的 而是抢过来的 夜郎国国军张汉 原本是一名刽子手 绑大妖元 凶神恶煞 而了解他的人都清楚他的为人 他只是看起来很凶狠 实则心地善良 常常帮助他人 受到淋漓喜爱 渐渐的 人们发现张汉的修为在缓慢增长 原本终生无望的助击期 竟然被突破了 问他原因 他也只是挠头笑着说 侥幸 侥幸 人们以为他真的是侥幸 却发现他似乎开了窍 用了几年时间 就提升到助击后期 上司得知 手下有这么一个人 便觉得不能浪费他的天赋 想提拔他 并把女儿嫁给他 他却摇头 说他做柜子手很好 上司见他执意如此 只能认为 这人烂泥服不上墙 也就觉得嫁女儿的心 邻里门发现 张汉的性格也有所变化 他每次砍头后 都会抑郁几日 而自从他突破助击后 就变得开朗 仿佛砍头不是一件没事 他甚至表示 自己喜欢砍头 邻里门对这样的张汉 有些害怕 不知哪一日起 张汉的城中 出现一名义侠 夜中杀为腹部忍者 分发财产 而巧合的是 张汉竟然突破到了金丹七 而且单程上品 义侠的传说持续了很久 城中恶人也变得少了起来 张汉也提升到金丹后期 而到达金丹后期后 张汉的修为增长缓慢 已经没有人可以让他杀了 张汉有些焦躁 正巧此时 上司将自己的女儿 许配给一名颇有天赋的财俊 张汉也喜欢上司的女儿 不同意这门婚事 想让上司把女儿许配给他 虽然上司的女儿也喜欢张汉 但上司却觉得 张汉虽然天赋好 但神经兮兮的 只坐柜子手 说不定杀人成瘾 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多危险 便拒绝张汉的提议 张汉恼火 于大喜之日杀了财俊一家 抢走上司的女儿 即便上司的女儿再怎么喜欢张汉 也不喜欢滥杀无辜 他让张汉放手 张汉却是不理 强行将其掳走 光天化日 众目睽睽之下 杀死未婚夫一家 抢走新娘 连掩饰都不掩饰 这简直是对夜郎国的公然挑衅 张汉的上司更是险些 被直接气到吐血身亡 夜郎国派人生情张汉 不公开处刑他 夜郎国颜面何存 张汉将来者通通杀死 最后竟然成为化神妻 一举杀死当时的国君 自己成为新的夜郎国国君 成为国君后 张汉将上司的女儿立为皇后 将全国的美女搜集起来 纳入后宫 自此以后 张汉非常暴力且反复无常 汤水弄洒的侍女 与妃子不小心对视的太监 不满统治而上见的阎官等等 张汉认为 这些人触犯帝王威严 一律斩首 他还颁布严苛的法律 将盗窃了一两银子的盗窃罪 都列为死刑犯愁 有在大州进修过的大臣 向他臣民厉害 说这种律法 不能维护长久统治 张汉不听 反而觉得这名大臣 是在和自己作对 将其处死 顿时夜郎国人人自危 连酒都不敢喝 生怕自己酒后闹事 砸坏店家东西 犯一个寻衅滋事的死罪 店家也高兴不起来 确实没人酒后闹事 但来酒楼吃饭的人也不多了 有大臣感到恐惧 要告老还乡 张汉说 对方原因之身正直壮年 不老不病 却要告老 是欺君之罪 处死 有大臣早年受过内伤 且年事已高 要归乡隐居 张汉说身为臣子 自当鞠躬进 淬死而后矣 他这是不忠的表现 同样处死 有两位前车之见 哪个大臣也不敢再提 告老还乡之事 每次离家上朝时 都会先立好遗嘱 生怕今日死的就是自己 有大臣见张汉修为提升 怀疑他修炼魔道 便向大魏皇朝举报 然而 任凭大魏的人怎么查 也查不到张汉有半点修炼魔道的痕迹 最后只能得出 一个此人天赋极高 正巧喜好杀人 修炼魔道 身上会留下亡者怨气 而张汉身上 自然是没有这种东西 而且修炼魔道 必须亲自杀人 那能是下令 让护卫杀人 或者颁布严苛法律增加死刑 这些方法 都不能提升修炼魔道之人的修为 张汉得知 有人向大魏举报 说自己修炼魔道 勃然大怒 认定这名大臣有谋反之意 朱祁九足 自此以后 再也无人敢质疑张汉 张汉正在暖阁批阅奏章 想从大臣们上奏的字里行间中 找到什么能杀人的可能 可惜 最近大臣们都学经了 没有大喜大忧 上奏的不是粮食丰收了这种小喜 就是犯罪率降低这种小忧 除此之外 还有不算喜 也不算忧的 例如刽子手成为热门职位 要不自己微服私访 去民间看看 有没有该杀的人 咔 轻微的声响从耳边传来 是一名侍女 在扣茶杯盖的时候 手抖了一下 发出一点声音 刷的一下 侍女的翘脸变得煞白 她连忙跪在地上磕头 请圣上原谅 张汉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扰乱我批阅奏章的心思 拖出去 斩了 她认为自己坐视公寓 既然前几名侍女 都因为类似的小问题而斩杀 那名这样要是不杀的话 岂不是显得不公平 卫兵 卫兵 见自己下命令后 卫兵没有立即进屋 便有些恼火 觉得门外的卫兵一定是懈怠了 这种玩忽职守的人也要处死 暖阁的门打开 一名青年对门口的两名护卫说道 你们在外面等着 不要进来 可以吗 两名护卫哪里敢说一个不字 连连点头 青年进屋后 又对着侍女说道 你先去外面等着 我和你们的国君 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侍女如蒙大赦 逃死地离开暖阁 张汉见有人跃拳指挥部下 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她冷汗直灵 手都在颤抖 张汉努力保持镇定 不知仁皇来此所为何事 有什么 我能帮忙的 不是说了吗 处理事情 江离笑道 正好需要你帮忙 具体来说 是处理你 我 仁皇说笑了 我并未触犯仁皇殿的规矩 仁皇为何要处理我 您可是仁皇 不能滥杀无辜 江离被张汉的话斗乐了 我是仁皇 不能滥杀无辜 那你不过是一个小国家的国君 就能滥杀 世上岂有这种道理 莫不是欺负老实人 只见江离又说道 我杀了几个月 如今神藏教的教徒 只剩下你一个人 恭喜你 运气不错 活到最后一个 江离不敢把处理 神藏教教徒的事情 交给任何人 包括仁皇殿的几位统领 知道神藏教的人越少越好 即便是如意葫芦 江离也威胁不让他 把神藏教的事情告诉玉颖 到现在 玉颖还以为孙元是魔道中人 这几个月里 江离不仅按照名单上的顺序 处理这些教徒 还要保障他们 没有留下有关神藏教的线索 如今终于到收尾的时候 张汉是最后一个 别看张汉境界不低 但在组织里地位却很低 没有传教的资格 服用的也是最严格的路合作炼咒 一点有关神藏教的消息 都不能说出去 从江人黄口中听到神藏教 张汉毛骨悚然 心底最后一丝侥幸荡然无存 他到现在还认为自己获得的是神藏之力 而非功德 但他觉得 这种行为和魔道和合其相似 不过是钻了九州对魔道定义的空子 原本你也知道神藏之力来得有问题 而你 恰好是刽子手 可以获得神藏之力 若你仅此而已 我也不会来找你 江离翘腿翻阅着张汉的资料 慢条斯理地说道 后来你杀恶人 获取神藏之力 我也不会杀死你 我 张汉试图辩解 江离没理他 继续说道 可你后来就变了 最心于获得神藏之力的感觉 想要变强 但已经无人可以让你杀 心爱的女子嫁人 是让你撤得变化的契机 你开始滥杀无辜 最终 你坐到国君的位置 大权在握 用权力杀人 洗清了魔道的嫌疑 张汉见状连忙说道 对 我这不是魔道 是我自己的力量 嗯 我知道你的神藏之力 不是魔道 那 张汉欣喜 你就当我滥杀无辜 江离不再给张汉辩解的机会 食指随意一谈 化神器的张汉 便没有任何征兆的死亡 江离不会跟张汉说 这其实是功德之力 你们神藏教队 九州祸害无穷 要全部处理掉 何必跟他解释 并非所有的神藏教教徒 都是滥杀无辜之辈 也有如张汉一开始那样 职责就是杀人 或者只杀恶人 对于这种教徒 江离自然有办法 在留他们一命的同时 保证他们 永远无法将神藏教的事情说出去 而可惜的是 这种教徒只是少数 更多的 则是像现在的张汉这样 为了神藏之力 找个借口就杀人 或者干脆连借口都不要 直接开杀 对于后者 江离是一个不留 赶尽杀绝 神藏教扫尾工作完成 如今要做的 就是找出葬在九州的域外天魔 江离心中有了一个大致的计划 首先 他需要一枚丹药 九州中练丹最好的地方 当然是道宗的练丹风 江离手中那颗服下 可白日飞升的九转金丹 就出自练丹风风主之手 还未赶到练丹风 隔着老远的距离 江离就听见练丹风风主苏维 正在和人吵架 我这么练丹练了一辈子 你告诉我 手法不对 难道你能练得比我好 江离印象里 老好人性格的苏维 正在跳脚 也难怪他这种反应 苏维确实是老好人 那是因为 他对练丹以外的事情 都不感兴趣 现如今 他竟然被指责说 练丹手法不行 他如何不恼火 就你这破烂一般的手法 我闭着眼练都比你练得好 那咱们就比一比 就练最基础的培圆丹 一百份材料 看谁练的质量最高 你要是能超得过我 你来当风主 要是我赢 你就要老老实实辅助我炼丹 对方不屑地说道 谁心罕这风主 换一个条件 我要是能赢 你给我当山火童子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江离十分好奇 苏维的炼丹手法神乎其神 他就是九州炼丹的权威人物 任何学习炼丹之术的修士 都要拜读苏维的三本著作 丹 炉 火 他还从来没见过 有人能质疑苏维的炼丹水平 江离走入苏维的炼丹房 丹炉门大开 燃烧着熊熊烈火 苏维正对着炼火 喊得歇斯底里 炼火则嘲笑苏维 苏维正在和 自己的丹炉吵架 他吵得很专注 以至于江离来了都没发现 这是什么情况 江离好奇地问苏维的童子 童子是唇齿红白的小家伙 穿着红肚兜 后脑勺绑着两个小便 十分可爱 童子见到是人黄来访 连忙行礼 他还想叫住老师 让他别在外人面前丢人现眼 谁不知道江离爱看热闹 他拉住童子 让他说说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因为天应老祖 点化了所有灵宝 就包括老师的丹炉赤屋 老师的丹炉是成长型灵宝 是老师筑基70得到的 一直跟到现在成为顶级盗器 有1500年了 自从赤屋炉生出灵制后 倒也没有天天喊着要独立 说灵宝是自由的 而是选择跟在老师身边 帮助他练丹 起初老师也很高兴 觉得这是他们1500年有益的象征 谁想到赤屋炉 喜欢在老师练丹的时候说话 教老师如何练丹 说到这里 童子捏住嗓子 问声问气地学起赤屋炉的声音 老苏 这么练就把丹炉废了 这么粗糙的手法 还想练出丹云 来来来 我教你怎么练丹 是不是傻 早就跟你说过这么练不成 早听我的不就好了 小童子 看你每天给我擦身子的份上 给你一个造化 别跟着你这傻缺老师了 我教你练丹 瞪什么瞪 瞪着两个大驴眼 就是要当着你的面 抢你徒弟 自己教不好 还不让别人教 多自私 童子声怕被苏维听到 悄悄在江里耳边说道 以往老师说自己不擅长战斗 自从赤屋炉生出灵智 我才发现 老师原来可以一掌 把顶级倒气拍到不认识东西南北 现在赤屋炉提出要和老师比拼练丹术 以胜负定日后练丹的主次 此时 苏维开始和自己丹炉的比试 苏维先手 百分培元丹的材料 同时投入赤屋炉中 随心控制炉火 提炼出草药中的精华丢弃糟粕 以八卦变换手法 喂喂喂 火小点 怎么了 苏维皱眉 他觉得自己火力正合适 变大变小都炼不出好丹药 烧得我胃疼 苏维轻轻跳动 他要不是为了把丹药炼好 非得加大火力 烧死这破炉子 一百枚带有丹云的培元丹 于火焰中诞生 丹云成赤色 如傍晚的火烧云 飘渺而美丽 像是一件艺术品 正是极品培元丹 哼 乱我道心 想得美 苏维说的风轻云淡 仿佛刚才动物的不是他 该你了 他不信 赤乌炉能做得比他还好 赤乌炉不甘示弱 把一百份培元丹材料吞进炉中 炉火熊熊 发出巴唧巴唧的声音 像是咀嚼食物 哦 赤乌炉将培元丹吐了出来 看得三人生理上都不适应 该不会所有的丹药 其实都算丹炉的呕吐物吧 这以后 谁还吃得下去 看 练好了 一颗脑袋大小的培元丹滚到苏维脚下 这是什么 苏维看着这东西 确实像丹药 上面也有赤色丹云 赤乌炉顿了顿 炉火一跳一跳的 骄傲的说道 这是改良版的培元丹 你可以叫它大培元丹 一个人最多只能服用50粒极品培元丹 吃多无效 而我的大培元丹 吃一粒顶一百粒 效果肯定比你的好 开什么玩笑 这东西是给人吃的吗 苏维怒只和球一样大的大培元丹 这你就别管了 大不要给妖兽吃 或者先学会法向天地之类的神通 反正我练出来的培元丹 品质比你的好 你就乖乖当我的上火童子吧 我不承认这是培元丹 嘿 你这老小子耍赖 我 两位 既然比赛比完了 不妨帮我个忙 江离见一人一炉争承执起来 一时半会没个结果 便站出来制止他们 江人黄 江哥 一人一炉 这才发现江离 暂时和好 在外人面前 还是要保持德高望重的炼丹前辈 和德高望重的炼丹炉的形象 我想炼一枚纯血丹 能炼吗 苏维自信地笑道 仁黄说笑了 没有我苏维炼不出来的丹 他又说道 只是炼纯血丹的手法容易 但难点在于 需要一些很冷门的草药 例如于极北之地的万年积雪下生长的白灵之根 这白灵之根通体雪白 混在雪中 用神石也分不出区别 只能一处处挖开 用眼睛细细分别 我在雪地挖了一年 都没有找到一株 白灵之根 一节雪白的草药 摆在苏维面前 还有 需要以金屋血浇灌 才能长出来的盐草 现在应该 只有大日上才有金屋血 那里才可能有盐草 而拔出盐草的那一刻 会有金屋残念出现 只有战胜金屋残念 才能 盐草 一株赤色的草药 摆在苏维面前 需要土质精 土质精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很难长 一块漆黑的泥土 摆在苏维面前 需要蛟龙画龙的完整脱壳 这种脱壳很难找 一条完成的蛟龙 形状脱壳 摆在苏维面前 江黎示意他接着说 还需要什么 你尽管说 系统商店里都有 别的也没什么 都挺常见的 你要提炼哪种血脉 苏维还以为自己 要准备一段时间 没想到江黎这里 居然有这么多罕见的草药 童子嘴角微微抽搐 他也知道 炼制唇血丹需要的材料 老师说的都挺常见的草药 可都是不以临时衡量 只能以物异物 或者去喊无人烟的地方 才能找到 常见 是指在炼丹风的草药库里常见 白则血 苏维谋子微章 瞬间明白江黎的意思 当时 只有一位妖兽体内 流淌着白则血 混血的白则黄 纯血丹只有一种作用 就是让妖兽的血脉变得纯粹 妖兽不似人族 修炼需要灵根 他们修炼依靠的是血脉 血脉源头越强 自身的血脉越纯粹 他们越强 当然 血脉的帮助也只能到合体期 渡截期还是要老老实实地自己突破 现存的妖兽中 还没有一只倒渡截期 难办了 苏维有些为难 炼唇血丹需要要影子 提炼哪种血脉 就需要哪种血脉的一滴唇血 而且必须离体 不能超过12个时辰 如果是昆鹏 穷奇 鹿吾 真龙 麒麟倒还好说 这些唇血妖兽都能找到 江黎要是去找这些妖兽要一些真血 他们会很高兴地 割腕给江黎一池子 唯独白泽 九州没有纯血的 江黎在系统商店里翻了翻 也没找到 他面色古怪起来 几天前 系统发布了一个任务 发布任务 为了正学分 你去执行学院任务 来到大卫皇朝后 与同行之人结仇 对方人多势众 你在争斗时不慎跌入悬崖 误入一处坟墓 这是一名化神器修士的目的 请获得这名修士的传承 此任务不建议放弃 奖励 一滴新鲜的白泽血 一本提升瞬间爆发力的功法 一枚大还单 不建议放弃 迄今为止 江黎还没见过这种任务 他决定要做一做 不过这个任务有些麻烦 获得传承 这些对于江黎来说 都不是问题 最大的问题在于 鬼知道要获得哪个修士的传承 大卫埋着多少化神修士 连大卫自己都不知道 化神修士偷偷死去 把自己一埋 谁能知道 所以他选择让人皇殿的 几位统领带着人 帮他寻找悬崖下的化神器修士目的 他在从这些目的 一个一个的找 起初江黎只是好奇 而现在他更多的是疑惑 这个任务来得太巧 巧合到江黎怀疑系统 其实能预知自己所需 提前发布任务 也不对啊 之前的任务 没给几个有用的奖励 这回系统开窍了 江黎正思索着 被瑶瑶通讯服打断 江黎接通 下意识地说道 老白 找我干什么 我就在你们道宗呢 瑶瑶通讯服那头愣了一回 才反应过来 是我 静心 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刚才走神了 什么事 静心圣女见江黎周围 还有其他人 便使眼色给江黎 江黎心领神会 向苏维告别 说白泽雪的事情 自己会想办法的 便非出炼丹风 什么事 红尘师祖离家出走了 这是师祖留下的信 静心圣女 向江黎展示红尘仙子留下的信 出去走走 几天后回来 别担心 我带够零食了 红尘 静心圣女无奈解释道 师祖他总想出去玩 而我们担心 他出去以后 会引起什么乱子 一直拦着他 大概是师祖不乐意了 又不想硬闯出去 便偷偷离开宗门 一位仙人 要离开自己创建的宗门 即便没有生前记忆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可不是小事情 红尘仙子的魅力 江黎早就见过 已经超出人的魅力范畴 是能够让九州大乱的 你等着 我去问问找人方面的专家 江黎断开摇摇通讯符 找到阴阳天印 让他通过红尘仙子的因果找人 红尘仙子 有点印象 红尘仙子来到九州的时候 阴阳天印还没有生出灵质 只有模糊的印象 他对红尘仙子的美貌不屑一顾 觉得红尘仙子的魅力 也就对人管用 难道还能让仙气动心 夸大其词 我才不相信 有人美丽到 让任何人心动的程度 他一边说着 一边施展因果之力 这回阴阳天印的因果之力生效 很轻松的就找到红尘仙子 在大魏皇朝的封城 阴阳天印还想去见识一下红尘仙子 江离可不敢赌红尘仙子的魅力有多大 万一阴阳天印一心动 再犯混典话个什么玩意 那乐子可就大了 他让阴阳天印乖乖留在道宗 不允许把红尘仙子的事情外转 有被江离差点打碎的惨痛回忆在前 阴阳天印只能老老实实听江离的话 留在道宗 继续编写灵宝修炼法 好奇心重要 小命更重要 知道了大致位置 江离来到封城上空 神识一扫就找到红尘仙子 他正在购物 当江离来到红尘仙子身边的时候 他正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浑身上下没有一处露在外面 手上都戴着丝织的黑色手套 就连碱水般的美眸都用黑纱帽颜遮挡起来 江离看得出来 这些装扮都是红尘仙子用仙力计恋过的 能最大程度地削减自身的存在感 还能不被神识发现 当然 江离的神识过于强大 不在范围之内 若非是红尘仙子 换做任何一个人穿上这套衣服 都能被人无视 就算在大街上大喊大叫 也不会有人在意你 江离的第一反应是 这衣服可太适合暗杀了 而红尘仙子穿上这套衣服后 还是十分吸引人 即便人们不注意他的样貌和形体 也会注意他走路的姿势 动听的声音 不过比起露脸造成的影响 已经好上太多了 现在的他 顶多算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美女 看来红尘仙子为自己离家出走 也做了不少准备 江离稍稍心安 红尘仙子要是毫不掩饰地出现在城里 他还真有点难办 这个傀儡不值这么多钱 红尘仙子挣起鼓鼓地和商贩谈论价格 试图通过道理说服对方 而很显然 对方并不打算和他讲道理 小摊上摆着几个很可爱的木偶 做工精良 内部有齿轮构成 输入一点灵气 就能活动很长一段时间 红尘仙子就看上了一个 把桃子举过头顶的小猴子 但他只剩下一点零食 买了木偶 他就一点也不剩了 这个木偶确实不值这么多钱 不过小贩很精明 他一眼就看出来 这名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的美女 对木偶爱不释手 就算自己把价格说得虚高 他最后也会买下来 而且这位美女声音真好听 多听听也好 小贩沉迷于和红尘仙子讲价的过程 大不了自己做一个 红尘仙子这样想着 不过他想起来自己那些后背的叮嘱 说自己千千万万不要浪费仙力 要说用仙力祭连衣服 方便出门 倒也勉强说得过去 但要是说用仙力做一个小木偶 他可以想象 那些后背会怎么唠叨他 自己出门 可不止单纯为了偷偷出来玩 更是要向后背们证明 自己已经独立 可以自己出门了 一块下品零食 江梨丢给小贩 小贩见到江梨 并不怎么和蔼的笑容 看出来对方是个狠人 他担心自己走夜路出事 连忙把猴子木偶递到江梨手上 见卖给自己十块下品零食的木偶 被江梨用十分之一的价格买下来 红尘仙子觉得江梨好厉害 仙子 玩够了吗 红尘仙子 迎上江梨的目光 鼓起勇气 没 没有 那你身上还有零食吗 没 没有 没有零食 你想怎么办呢 我 我唱歌很好听 我可以靠唱歌赚零食 红尘仙子 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 想利用长处养活自己 江梨福娥 幸亏自己来早了 要是晚来一会 就能看到一位仙人 沦落到街头卖场 这要是传出去 长存仙翁可能会找自己拼命 然后被自己痛揍一顿 不要带我回去好不好 红尘仙子哀求 就算隔着黑沙漠 江梨也能感受到 红尘仙子可怜的目光 别看红尘仙子魅力无穷 他本质上是仙师生灵 没有之前的记忆 宛如一个孩童 在过去的三年多中 大多数时候都在沉睡 几乎没有心理成长 静心圣女说是红尘仙子的后人 但在江梨看来 红尘仙子可能认为 静心圣女才是他的长辈 不然只凭一群后辈 是很难劝住自己的祖宗的 正因为红尘仙子 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 才会如此听话 江梨心中叹气 他也知道 把红尘仙子 放在红尘净土 不是长久之计 说是让他安心住着 不要离开 实则是软禁 总不可能让红尘仙子 在红尘净土待一辈子 总归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 借着这个机会 江梨想让红尘仙子 多出来玩玩 看看这样做 会不会有问题 要是一直把红尘仙子 关在红尘净土 难保不齐对方 一怒之下做出什么 就算是露脸愤怒地 绕九州飞一圈 就能出不少问题 也罢 那就再玩几日 江梨说道 让红尘仙子雀跃 有当代人黄压阵 红尘仙子明显比之前玩得开 江梨会贴心地告诉他 那些能玩 那些不能玩 比如茶馆可以去 茶水不能喝 评书可以听 青楼不能去 商铺可以逛 价钱可以讲 遇到实在讲不了价的 红尘仙子会生气地 找江梨要零食 把整间铺子都买下来 自己当老板 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一条街逛下来 红尘仙子 已经是做拥好 几座商铺的小富婆了 事后 江梨又把铺子盘了出去 想吃东西 江梨见红尘仙子 总是往酒楼方向 或者小吃铺里漂 江梨表示理解 红尘仙子自然是壁骨 但吃东西的意义 并不只有果腹 他自己也经常买糖葫芦吃 之前江梨不让红尘仙子喝 茶 是怕他露出下半张脸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不过 他要是想吃东西 倒也不是不行 江梨定了一间天字号房间 让红尘仙子住进去 并从最好的酒楼 点了许多好菜 让他们送到酒楼 自己顺路还买了许多小吃 准备带给红尘仙子 他见到旅店楼下有人争执 什么 没有天字号房间了 难道你要让我家少爷 住地字号房间 你知道我家少爷是谁吗 有人拽着旅店老板的领子 态度嚣张 有名壮汉看不惯 对方嚣张的态度 拍着桌子起身大喝 你家少爷的皮是 极品零食做的 还是肉是极品零食做的 还有一名秀丽的少女也附和 就是就是 难道你家少爷 是从极品零食里长出来的 那人脸上挂不住 便放狠话 有种抱上来历 人皇殿统领 张孔虎 法身踪行走 李念 那人依旧不惧 冷笑道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张孔虎和李念 李念同时摇头 不知道 同时心里奇怪 难道还有比法身踪和人皇殿 还强的势力 那人连忙离开旅店 溜了溜了 幸亏不认识我 您是人皇殿的张统领 你是法身踪的当代行走 张孔虎和李念 都没想到对方的身份 互相惊讶 表示对对方势力的尊敬 不过李念的惊讶要更多一些 人皇殿和法身踪力来交情不错 张孔虎算是他的长辈 老板 来一间的自豪房间 张孔虎把零食往桌子上一拍 十分豪横 不过给的零食 只有一间一碗的量 不多也不少 瞧您说的 小人哪敢收您的钱 旅店老板搓手笑道 您要住天字号房间吗 我马上给您腾出来 旅店老板可是知道 人皇殿统领 那最起码也是合体器大能 他这种练器器小人物 只有瞻仰的份 这间旅店 曾住过一位化神器修士 自己尽心尽力 用最好的房间 最好的态度招待对方 只是因为 自己没有主动说不收钱 对方便有些不高兴 略施惩戒 让自己躺在床上 养了三个月的伤 他这回长记性了 先说不要钱 免得再惹大佬不高兴 怎么能不要钱 开店迎客 又不是做慈善 张孔虎皱眉 硬是把零食塞到 旅店老板的手中 而且 天字号不是房间了吗 有 马上就有 旅店老板 见到处在门口 吃糖葫芦的江梨 走了过去 想让江梨换到 第字号房间 其实 要不是张孔虎和李妮 横插一杠子 把之前不知道 谁家的仆人吓跑 旅店老板同样会选择 让江梨把房间腾出来 江梨换了模样 张孔虎没认出来 但还是一把拉住旅店老板 没让他去找江梨 要讲先来后道 哪有把住进来的人 往外赶的道理 我们人黄店 在你们眼里到底什么样 仗是欺人的蛮横大势力吗 你若再这样 我就换个地方住 江梨一边吃着糖葫芦 一边走进来 不是咱们人黄店 在别人眼里不好 而是店老板 被高阶修士欺负怕了 别换地方了 就住这里 江梨掏出一些零食 老板 两间地自豪房 这两人算在我头上 一听说话的态度 张孔虎就明白 吃着糖葫芦的 这位是江哥 孔虎 李侄女 上来吧 李妮儿不知道这是江人皇 但还是被张孔虎拉着 来到刚开的房间 你是李二的女儿 是 家父法身宗长叫李二 李妮儿对上江梨 觉得有种莫名的压力 比面对父亲时的压力还要大 李二 不是灭称和外号 他身宗长叫就叫李二 李二何时成的家 张孔虎也认识李二 但从来没听说过他有家事 许是觉得不好意思 江梨也是今日见到李妮儿 才知道李二结了婚 这里没外人 你应该认识我 我叫江梨 江梨露出真容 让李妮儿美目微张 江 江人皇 李妮儿摘下护身玉佩 撤去不在身上的幻术 姿色尚渴的少女摇身一变 变成一名风情万种的绝色女子 金发碧眼 有着玲珑浮屠的苗条身材 最引人瞩目的 还是他头顶的一双小龙脚 龙女 我说李二怎么不和我们说 张孔虎刚想说话 就被江梨瞪了一眼 把后面那句原来和一条真龙结了婚 他立即反映过来自己的问题 这话面对李二可以用来调侃 但对人家的女儿可不能说 人与妖结合 在九州算不上新鲜事 但还是有不少人觉得不适应 或者说不习惯 就如同张孔虎这样的反应 不嘲笑 但还是会拿着这件事 调侃当世人几句 倘若人们细以为常 李二点点头 觉得这没什么 玉佩是你母亲给你的 嗯 李妮尔点点头 他很少在外人面前显露真面目 有些不适应 怪不得我没看出来有幻术 张孔虎心说 真龙为女儿亲力打造的幻术玉佩 身为体秀的张孔虎 可一眼看不出来 江梨恰巧知道 有只真龙极为擅长幻术 是西海龙王的妹妹 孔虎 找到符合条件的地方了吗 找到不少 张孔虎把一张地图虚影展示出来 上面标记着十几个红点 都是悬崖底下 有化神修士目的的地方 江梨很想说 你们化神修士 为什么喜欢把自己埋在悬崖底下 那里风水好吗 这还只是一位同龄找到的 其他同龄找到的数量 比张孔虎找的只多不少 也幸亏九州地方大 悬崖多 不然江梨还真担心 以后的化神器修士埋在哪 江梨已经想象到 以后化神器修士 怎么给自己找目的 道兄 你的目的不错 悬崖之底 寂静幽密 我在你旁边也见一个 就当你同意了 哎 我正要去这个地方 李宁指着一个红点说道 距离这里只有两百多里 张孔虎刚从那里回来 那里只有一座化神修士的墓 你去哪干什么 对于一般修士来说 化神修士的墓 就意味着无穷的危险和机缘 而对于李宁这位法神宗行走来说 这种墓地如同鸡肋 嘿嘿 张前辈你有所不知 那位化神修士 出身玉寿宗 身上有一本 先兽图鉴 翻阅图鉴 可以感知先兽之形体与威严 这对于别的宗门无甚大用 对于我们法神宗 可是好东西 我也是最近才打听这个消息的 原来如此 张孔虎明白了 法神宗弟子的修炼方法 不同于一般修士 以塑造法神为修行目标 为此 他们观像万物 博万物之常 结合自身特点 塑造出独属于自己的法神 不过不能观想和自己差距太大的 李二就经常观想江离 看看能不能塑造一尊 和江离一样强大的法神 到目前为止 李二观想出来的江离形象 还很难和人沾上面 仙兽图鉴 上的仙兽形象 达不到仙兽未能的万分之一 正好用来观想 法神宗也有类似仙兽图鉴的东西 但并未收入所有仙兽 李二想去那座化神修士之墓看一看 是否能补上空白 你要不要去那座墓里 江离回到天字号房 随口把事情一说 没想到红尘仙子 对那座化神修士的墓 很感兴趣 红尘仙子 吃着江离带回来的美食 阴唇微起 戏脚慢咽 江离怕食物都凉了 还暗中夹着温 仙兽都是很可爱的 我想看看仙兽图鉴 红尘仙子喜欢小动物 那些或猙獰或祥瑞的仙兽 在他眼中都属于可爱的范畴 尤其是地江 最可爱了 红尘仙子 在红尘净土内见过一些描写仙兽 或者描绘仙兽的书 让他对仙兽生出不小的兴趣 江离可不认为 红得像一团红火 六只脚四只翅膀 耳目口鼻都没有的地江 有什么可爱的 在江离眼里 地江就是红皮鸡蛋 长了六只脚 和四只翅膀的奇怪生物 等着里面 拿回来不就好了 这你就不懂了 在江离面前 红尘仙子 不用把自己包得跟粽子一样 露出让倾倒众生的绝美容颜 伸出葱白食指 轻轻晃晃 在那位化神修士手里 是一首书 到里面手里 是二首书 到了我这里 就变成三首了 江离觉得自己理解不了 一位三岁女童的脑回路 本着关爱孩子 不和女人讲逻辑的出发点 她决定 还是顺着红尘仙子的思路来 那咱们明天去一趟 红尘仙子矜持点头 努力做出一副长辈的姿态 红尘仙子对江离的态度很满意 说什么人家都同意 不像自己的那些不孝后辈 不让出去就算了 连吃颗仙桃都不让 怎么 难道吃个桃子还能怀孕 公子 咱们去别的旅店吧 之前逃走的下人 灰溜溜地找到自家公子 他口中的公子 是一位皮肤白的 有些不自然的青年 他身边的几个人 虽然对他恭敬有加 但明显很怕他 始终和他保持一定距离 逃走的下人说出这话后 忐忑不安 他知道公子的脾性 不喜欢做麻烦的事情 能住在这家旅店 就不会去别的地方 难道那里没有天字号房间 有 但没地方了 让客人 让出来不就好了 公子理所当然地说道 他身为金丹修士 还是人人畏惧的独修 在这座只有连渊英修士 都没有的小城池 自己当然可以为所欲为 独修 以自身为熔炉 圈养百毒之虫 受万毒侵蚀 最终炼成毒体 公子在江湖上也很有名气 人称独公子 在他看来 只要自己和店家 或者天字号客人亲切地谈一谈 讲一讲读的神奇 展示几只可爱的蜈蜈蝎子 对方还不得乖乖把房间让出来 这间旅店里 有人皇殿统领和法身终行走 下人提醒 毒公子静止走过旅店 继续往前走 回头看着棱在原地的下人们 骂道 傻站着干什么 既然这家店没地方 那就去下一家店啊 毒公子一行人 终于找到一家旅店 包下所有的天字号房间 那名从旅店掏出来的下人 忧心忡忡地说道 公子 我听说 人皇殿一直在大卫 寻找什么目的 该不会是在找咱们要去的地方吧 此言一出 别说其他下人大笑 就连一向不苟言笑的毒公子 也不禁笑出声来 阿六 你多心了 人皇殿那是何等大势力 怎么可能会去咱们一样的地方 许氏觉得 部下傻得逗自己发笑 毒公子也多说了几句 人皇殿的统领都是合体妻 甚至还有一位是杜杰妻 上面还有深不可测的大城七江人皇 难道他们会去找化神妻的目的 毒公子说的言辞凿凿 依我看 他们寻找的 应当是杜杰妻大能的目的 或者仙人目的 我听说大卫的前身是大汉皇朝 而大汉皇朝的始祖 曾建斩仙兽白蛇 那些下人纷纷点头称赞公子博学 让毒公子十分受用 虽然这些知识 他们这些下人也知道 咱们去的 不过是一位化神妻修士的目 就算那位修士有些许奇特 也断然不会引起人皇殿的兴趣 可是那位化神修士天资纵横 说不定就让人皇殿注意到了 阿七还是不放心 说是天资纵横 但也不过是和同阶修士相比 若非他被我家老祖宗毒死 最多也就是成为合体妻大能 毒公子摇头 毒公子要找的这位化神妻修士墓地 墓主人曾经也是名造一师的天才 在一千年前大放异彩 其玉兽之术颇有独到之处 可召集各种奇珍异兽帮他战斗 而且他在修炼上也很有天赋 曾有大能称赞 此子恐不如斯 有合体妻之姿 然而修炼之路终非平坦 这名修士在化神妻时 被毒公子的老祖宗下了毒 含恨陨落 毒公子是个很有想法的人 他不仅要得到 这位化神修士的独特修炼之法 还想习得玉兽之术 把玉兽之术和毒虫结合 说不定自己操控毒虫 更加得心应手 行了 都好好休息 明天咱们就去墓地看看 嗯 人黄宁也要去 第二天 李妮正准备出发 就见江离领着一个粽子一样的美丽女子 说他们两个也要去出墓地 为什么对方连脸都没路 自己会觉得好看 李妮想不明白 是啊 天气炎热 想找一处凉快地方 江离睁着眼睛说瞎话 全然不顾元英妻已经寒暑不必 李妮身为元英妻 自然也知道寒暑不必 但他觉得江人黄必有深意 于是他暗暗记下 某年某月某日 江人黄亲自给我示范 何谓反扑归真 那这位是 你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位 没有修为的普通人 我叫红 红尘仙子的声音 带着一股清零而空旷之意 此时张孔虎还在睡觉 虽然一般修士修为增长后 选择以打坐代替睡觉 但张孔虎始终觉得 还是睡觉舒服 坚持每天睡觉 应该就在这下面 李妮来到一处悬崖边 悬崖深不可测 用肉眼去看 只能看到漆黑一片 觉得毛骨悚然 准确地说 是在这个位置的正下方 江离站到距离李妮 十多米远的地方 在他的神石下 悬崖底下的样子 一目了然 我带你飞下 江离扭过头 对红尘仙子说道 话还未说完 就见红尘仙子 摆出立定跳远的姿势 直愣愣地跳了下去 红姐姐她 她只是脑子缺根弦 实力还是很强的 不用担心她 红尘仙子 当然不会有事 就算不动用仙力 她也是有着 仙人肢体的 这儿八经的仙人 而仙人 当然没可能坠眼死 红尘仙子跳下去后 都要好 好 都要好 能等到